第161章 有王冰龄 张福宇 还有严密这三个姐姐 恭喜她成功晋级的 也有韩江雪 发给她的一大堆的消息 等等 韩江雪 怎么发给我一大堆的消息 苏晨怀着好奇心 点开了和韩江雪的聊天框 聊天框里 有韩江雪 从苏晨比赛开始 就给她留的言 韩江雪 加油加油加油 韩江雪 节目组突然改赛制 这不就是针对你吗 韩江雪 天啊 秘姐竟然抽到了苦情歌 你小子运气还不赖吗 韩江雪 郑华语一定作弊了 怎么会这么凑巧 是婚礼命题 韩江雪 没事 不用有压力 实在是敌人太卑鄙了 这是在苏晨上台演唱前的一些留言 下面也是在苏晨唱了 嘉宾 以后的 韩江雪 你写出来了 这你都能写出来 韩江雪 呜呜 这首歌也太好哭了 你赔我纸巾 可贵了 韩江雪 你说 你是不是还想着你的白月光 不然 你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歌啊 韩江雪 我告诉你 你答应过我的 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呀 苏晨感动之余 又是一脸疑惑 这妮子 又在发什么神经 与此同时 苏晨住着的酒店顶层总统套内 韩江雪 韩江雪正拿着手机在床上不断地翻滚着 屏幕上是和苏晨的聊天界面 怎么办怎么办 苏晨不会还喜欢她的前女友吧 那我怎么办 不对不对 我和她又没有关系 什么我怎么办 哎呀好乏啊 韩江雪拿着手机 心乱如麻 可就在这时 韩江雪房间的门突然被人敲响 谁啊 等等 韩江雪赶紧收拾了一下表情 接着又整理了一下衣服 就穿着她的卡通拖鞋 小跑着走到门边 韩江雪把门拉开了一条缝 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 就看到苏晨正满脸无奈地站在门口 你干啥呢 韩江雪一看到苏晨 整个脸仗得通红 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 我防坏人啊 苏晨 就你这呆头带脑的模样 歹徒看了更加兴奋了 苏晨说着 也没有进门 就站在门口对韩江雪说道 节目是从下午开始的 就你这个傻子一直看 应该没吃饭吧 韩江雪说道 谁一直看你了 我 我吃过晚饭了好不好 韩江雪说着 肚子立马传来了声音 咕噜 韩江雪顿时低头不语 心想着 这个肚子怎么这么不争气 苏晨看着韩江雪 无奈地笑了笑 对韩江雪说道 韩老板有空赏脸 陪我去吃个宵夜吗 第162章 沙市不愧是著名的小吃城市 哪怕半夜出门 依旧能看到许多摊贩在路边支着摊位 卖着烧烤闸串 最主要的是 不仅路边摊多 每个路边摊里坐着的顾客也不少 有些人吃着烤串聊天 有些人喝着啤酒划拳 有劳有少 半夜的马路依旧热闹 完全不像魔都 杭市等城市 入夜后 街道上人迹罕至 所有人都在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准备 这种烟火气和慢节奏的生活 是在杭市待久了的苏晨 不曾见过的 沙市的生活节奏真慢啊 韩江雪看着路边撸串的人 感慨道 苏晨也点头道 单纯生活的话 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夏天太热了 杭市不也是火炉吗 道也是 苏晨笑了笑 继续道 今天我请客 韩老板想吃点什么 韩江雪白了苏晨一眼 转说道 就去吃你上次直播去吃的那家 你都带你 两个姐姐去过了 也不知道带带我 亏我还跟你跑来杀事 你转头就把我忘了 哼 苏晨善善一笑 面对韩江雪的话 莫名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 那是蜜姐带我去的 后来冰冰姐来请我吃饭 我就顺路过去了 嗨 我现在就带你去 正好那个摊位离酒店不远 走走路就到了 韩江雪一脸期待 抬起手 装作轻功据皇后的样子 对苏晨说道 小臣子还不给哀家带路 这 苏晨搭上了韩江雪的手 两个人相处 韩江雪肉眼可见地颤抖了一下 小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耳根子 这一瞬间韩江雪有些退缩 可她的手却被苏晨坚定地握住 看着韩江雪害羞小女生的姿态 苏晨笑了笑 嘖嘖 明明装得那么老司机 结果仅仅是牵个手就 害羞成了这样 苏晨就这么牵着她 缓缓往烧烤摊走去 一路上 原本欢快的韩江雪 一句话都没说 她感受着苏晨手心传来的温度 心如乱麻 韩江雪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她只知道 在这个并不凉快的沙石夜晚 苏晨传递给她的温度 不冷不热 让她也舍不得放开 甚至到现在没吃饭的她 都感觉不到了肚子 只想这条路长点 再长点 能让她和苏晨多走一回 但事与愿违 很快两个人就来到烧烤摊 烤着串的老板 发现了苏晨 擦了擦手 就立马赢了上来 哈 帅哥又来了呀 对啊 这几天 老板烤的串我都吃上瘾了 一天不吃就浑身难受呢 苏晨和老板打趣道 哈哈 那今天我给你多考几川 老板太客气了 客气什么客气 我还得谢谢你照顾我的生意呢 老板满脸笑容的和苏晨聊着 看到苏晨就像看到家人那般亲切 短短几天 苏晨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了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熟客 不是老板记性好 实在是苏晨前两次给人的记忆太深刻了 第一次是和大明星严密来的 第二次又领着大明星王冰凌来赤串 第163章 听说当时还是什么综艺节目的直播 让他的摊位在这两天人气狠狠地火了一把 来往顾客比平时多了十倍不止 也就是现在太晚了 人都散去大半 不然苏晨来了 他都没时间打招呼 老板笑着说道 多亏了上次你那什么节目的直播 我现在一天的课流量 都抵得上以前的十倍了 今天这顿 说什么也得我请了 苏晨看到了老板眼里的坚定 也就不再坚持 到时候把钱一塞 直接走人就好了咯 言语间 苏晨已经领着寒姜雪 找了一个空位坐了下来 重新回到烧烤价钱的老板 看着苏晨身旁的寒姜雪 不免有些感叹 小伙子三次来 带三个不同的女伴 前两个还是大明星 这个虽然认不出是哪位明星 但是论颜值和气质 丝毫不比前两位差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少有为啊 老板笑了笑 收回了目光 专心致志地烤着自己的串 位置上 韩姜雪和苏晨面对面地坐着 总算是缓了过来 喝酒吗 韩姜雪问道 可以啊 明天没有节目安排 可以喝点 苏晨说道 听苏晨这么说 韩姜雪不免好奇道 你已经进了十六强了 后面的节目流程 你知道吗 苏晨点点头 刚才蜜姐和我说了 其实流程和之前大体一样 那就行 我就怕到时候 那个郑华语又要针对你 苏晨笑看着韩姜雪 说道 怎么 你担心我呀 哪 哪有 我就是想 你当不成明星 我岂不是就少了一个明星朋友了 韩姜雪眼神闪躲 苏晨笑着说道 朋友 没事 郑华语蹦达不了多久了 嗯 包括孟小天 韩姜雪疑惑抬头 就听苏晨继续道 你还记得上次节目里 那两个狗仔吗 他们是繁星派来的 韩姜雪惊讶地捂住嘴巴 繁星 就你那个钱 韩姜雪止住了到了嘴边的话 苏晨倒是直接说道 是的 是林燕燃的经纪人 徐方元派来的 就为了蹲拍我的黑料 韩姜雪瞪大了眼睛 林燕燃 你的意思是 你前女友是最近爆火的林燕燃 你们俩竟然有过情侣关系 苏晨看着韩姜雪震惊的表情 突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徐方元 为什么这么针对她 主打玉女人设的林燕燃有男朋友 这个消息 确实能拿下热搜 博得关注 不过 这是 你怎么告诉我 我 我这大嘴巴说出去 可怎么办 韩姜雪有些慌弯 苏晨怂怂肩 无奈道 没办法 我不坦诚一点 我怕有些人换得换尸啊 啊嘞 韩姜雪愣在原地 他看着苏晨清秀的脸庞 突然被这直接的一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第164章 苏晨嘴角带着一丝玩味 还没等韩姜雪从愣神中反应过来 就继续说着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那天的无心插柳 竟然唤醒了两个狗仔的良知 可能他们二人觉得亏欠我 就说了一些行业内的龌龊 我也从他们嘴里得到了很多 有关于郑华宇和孟小天的黑料 看苏晨无视发生的模样 韩姜雪不知道为何 有些气恼 但他也只能忍着心里的诸多问题 接上苏晨的话问道 孟小天和郑华宇的黑料 苏晨看着韩姜雪僵硬的翘脸 心里偷偷发笑 是的 而且这些黑料 一个比一个还可考 就突出一个可遇不可求 韩姜雪的好奇心 被苏晨勾了起来 他向苏晨问道 什么黑料 快和我说说 不着急 现在说完了 待会怎么办 咱们边吃边说 苏晨说着 老板适时端着一盆烤串 放在了桌上 烤串来了 不够再和我说啊 老板说道 苏晨赶忙摆手道 够了够了 夜宵吃不了这么多 就过过瘾 苏晨正说着 就听见韩姜雪在一旁豪迈地说道 老板 啤酒帮我们先拿两箱上来吧 苏晨 苏晨 不是 你等等 我 我 韩姜雪直接甩了苏晨一个眼色 止住了苏晨的话 老板听了韩姜雪的话 也是愣了愣 随即看着两个人笑容更甚 我这就给你们去拿 要冰的呀 好嘞 很快 两箱冰啤酒在苏晨神色僵硬的注视下 被摆在了他们俩的座位旁边 韩姜雪满意地点点头 从箱子里捞了两瓶上来 摆在了桌子上 韩姜雪对苏晨说道 边吃边说有什么意思 咱们边喝边说 那也不至于一人一箱啊 你别想我再照顾 你到天亮了 韩姜雪听了苏晨的话 脸色微红 气恼地说道 这是啤酒 又不是洋酒 反正今晚我一定要一雪前吃 说好了 一箱打底 看看今晚咱们到底谁照顾谁 韩姜雪度过了刚才尴尬的阶段 又恢复了那股古灵精怪的气质 想到明天无事 苏晨属于男人的好圣心 一下子就被激了起来 好啊 今晚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苏晨和韩姜雪咬开酒瓶盖 两个人碰了碰 就直接一人一口半瓶炫进了肚子里 夏夜的热风吹拂下 半瓶冰啤酒下肚 两人的感觉只有一个字 爽 两人一口啤酒 一根串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第165章 好了 串也吃上了 酒也喝上了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孟小天和郑华宇的黑料了 韩姜雪的注意力一直在苏晨说的黑料上 所以一吃上就迫不及待地向苏晨问道 你不是饿了一晚上了吗 串都还没吃两口呢 干饭人基因突变了 苏晨无语道 韩姜雪黑黑一笑 说道 饭什么时候都能吃 瓜吃晚了 可就不新鲜了 苏晨 果然 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孩 一聊到瓜 都有用不完的经历 苏晨看韩姜雪满脸期待 就说起了 关于孟小天和郑华宇的话 那咱们先说孟小天的吧 你知道 孟小天当时乐天派如日中天 为什么会突然解散 又退出大众视野吗 韩姜雪傻傻地摇头 一双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苏晨 生怕错过一个字 对于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来说 苏晨的话就像一只小猫 不断挠着韩姜雪的心窝窝 让他心痒难耐 是因为乐天派对内的利益分配 出现了问题 孟小天不满乐天派的利益是平分的 所以他当时打算 重新做一个分配标准 可乐天派的其他两个人 也不是傻子 所以三个人当时就不花散 但是孟小天作为乐天派的发起人 和舰队人 最初舰队签合同的时候 就留了一手 在合同上留了一个陷阱 乐天派其他两个人 没有发现这个陷阱 又被孟小天 一点一点往违约的方向勾引 最终被孟小天利用合同 整了个家破人亡 听说 当时孟小天队友 因为没钱还款 孟小天还让他队友的妻子 来陪自己 夫债欺偿 睡一次抵一万 苏晨说到这里 唏嘘感叹不已 而作为吃瓜群众的寒江雪 人都听傻了 我的天 没想到乐天派是这样解散的 亏我当年还粉过孟小天一段时间 这也太恶心了吧 寒江雪皱着没说到 同时又有了疑问 那他两个队友 怎么不曝光孟小天 这种人凭什么还能进娱乐圈啊 苏晨说到 每个人身处的位置不一样 做出的选择当然也不一样 当时孟小天的两个队友 全部身家都掌握在孟小天的手里 说的难听点 可能连性命都是 这种情况下 他们根本没法反抗 他们曝光孟小天 对孟小天的影响 可能只是当不了明星 但是你想过 孟小天会怎么对他们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苏晨的话 一时间让寒江雪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苏晨只不过稍微揭开了娱乐圈的一角 露出的黑暗就如此让人窒息 所以 那孟小天那两个队友 只能一再忍让 而孟小天也因为这件事 担出娱乐圈 直到现在才算回归大众视野 苏晨说完了孟小天的瓜 大夏天的 却让寒江雪如坠冰窖 短暂的颤抖过后 寒江雪捏起了自己的粉泉 愤然说道 不行 绝对不能让这种人这么嚣张 我要去曝光他 你别着急 这件事我会处理 而且狗急了还咬人呢 你别傻傻的自己去曝光啊 这样很不安全的 苏晨严肃地提醒道 孟小天这种人不是良善之辈 真要被他知道 谁举报的他 估计会麻烦不断 苏晨说着 抬起头 却发现 寒江雪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好看的眼睛笑眯眯地弯着 哦吼 苏晨选手 请问你是在担心我吗 第166章 看着寒江雪细血的笑脸 苏晨顿感心脏失速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嗨嗨 咱俩关系这么好 我肯定担心你啊 苏晨笑容僵硬 被寒江雪看在眼里 哦 是吗 那你说 咱们是什么关系 寒江雪坐起身 隔着桌子 缓缓凑近了苏晨 两张脸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 两人近到 几乎是鼻尖贴着鼻尖 从寒江雪身上 苏晨嗅到了一股香味 不似香水的味道 反倒是有点像是奶香味 但是 苏晨现在根本没法 顾及顾及这股香味 他和寒江雪四目相对 分为一拟 看着近在咫尺的朱唇 苏晨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 身体驱使着他缓缓靠近 就像是按了吸铁石一样 不由自主地要贴了上去 苏晨有些好奇 好奇寒江雪嘴唇 是不是也有奶香味 这股想法从心底发出 想星火燎原 一发不可收拾 可就在苏晨即将尝到味时 寒江雪眼里闪过一丝脚霞 错过了苏晨的脸 他抓起苏晨身前的一串羊肉串 就立马把头缩了回去 眼里闪烁的古灵精怪 就像是一个俏皮的狐狸一样 让人心痒难耐 你凑过来干嘛 寒江雪明知故问 小咬了一口羊肉 嘟囔着说道 苏晨 苏晨看着寒江雪俏皮的模样 都想把她扛回酒店 然后好好教训她一顿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苏晨看着寒江雪单纯的目光 和油乎乎的小嘴巴 她猛然凑了上去 抢过了寒江雪手里的羊肉串 一口给露了下肚 我凑过来吃串啊 苏晨一边咀嚼着 一边恶狠狠地说道 看着苏晨手里光溜溜的签子 寒江雪笑容逐渐僵硬 苏晨 这是最后一串羊肉串了 你陪我 寒江雪气恼着说道 掩盖住了她内心的羞涩 我都咬过了 她 她怎么还吃啊 这 这应该算是间接接吻啊 从没恋爱过的寒江雪 带着学生时期的那种青涩 浮想连篇 而苏晨的想法就简单了 哼 这波呀 这波叫扳回一城 两个人喝酒撸串 嬉戏打闹 这种放松的感觉 是这几天来苏晨与别人在一起时 不曾感受到过的 很快 苏晨原本还觉得 一人一箱太多了的酒 就剩了两三瓶 两个人都有些微醺的感觉 互动也越来越多 逐渐超出了朋友的范畴 但是 两人不知道的是 隔壁桌的四个赤膊大汉 正带着贪婪淫晦的眼神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寒江雪 格儿报哥 那牛好正点啊 一个靠在塑料椅上的小黄毛 打了个酒格 对着寒江雪挪了挪嘴 那个叫报哥的人挺着一个啤酒肚 大马惊刀地跨坐在椅子上 脚踩着另一个椅子 猖狂又霸道 他顺着小黄毛的眼色 转头看向了寒江雪 眼里顿时闪过了金光 第167章 哦哟 黄毛你最近眼神挺好啊 这妞是不错 报哥砸巴着 他那胡子拉叉的嘴 目光在寒江雪窈窕的身段上 肆意地扫视着 还有两个人 也是对着寒江雪指指点点 是不是露出一个淫秽的笑容 四个人都是附近工地上的人 报哥是这几人的工头 今天凑在一起 出来打牙剂 四个人现在已经喝了 不下六香啤酒了 其中报哥喝得最多 现在已经属于是半醉的状态 眼神都有些飘忽 小黄毛看着苏晨和寒江雪 有说有笑 不愤地说道 马德 这么亮的妞 又是跟着一个小白脸 小白脸有什么好的 腿都没我胳膊粗吧 就是 要找男人 还是得找报哥这样的 那话怎么说来着 安全感 没错 还是报哥有男人味 安全感十足啊 另外两个小跟班 也是立马附和着说道 和这种男的在一起 估计是冲着钱去的吧 我感觉也是 你们说 这女的会不会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嘿嘿嘿 我看也像 报哥之前不是也玩过那种什么圈的吗 也有这种嫩妹啊 嘖嘖嘖 不过 我看着妹妹的长相 怎么也得是十八线小明星的价格吧 这一晚 估计要个不少钱呢 听说这条路上 经常有小明星陪着金主来 我估计这个就是 几个人的对话 报哥听在耳里 记在心里 十八线 我报哥还没玩过十八线呢 走 今晚报哥出钱 叫上这个妹妹 咱们一起爽一下 听着报哥的话 小黄毛三人顿时也激动了起来 好好好 到时候报哥先 咱们喝口汤就行 嘿嘿嘿 说着 报哥一行四人 立马就摇摇晃晃的 从塑料椅上做起 勾肩搭背的 向着苏晨和韩江雪这桌走来 苏晨和韩江雪 有说有笑的 余光突然瞄到了报哥四人 他发现 报哥的目光 紧锁在韩江雪的身上 不由得皱起了眉 苏晨看桌上 吃得也差不多了 就拿出了五百块钱 放在桌上 拉着韩江雪 准备离开 嘿 现在就回去了吗 我们酒还没喝完呢 韩江雪背对着报哥四人 丝毫没有发现他们靠近 你后面有四个醉汉过来了 不安全 苏晨望着酒气熏天的四个人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韩江雪一回头就对上了那四双色咪咪的眼睛 也是心头一跳 那我们还是先回酒店吧 韩江雪善善一笑 主动拉着苏晨就要离开 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几步 报哥四人就快步围了上来 拦住了苏晨二人的去路 好妹妹 跑什么啊 酒都还没喝完呢 来 坐下来再陪报哥喝两瓶 报哥一身酒气 含糊地说着 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就差没贴在韩江雪的胸上了 苏晨皱着眉 最坏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直接拦到了韩江雪身前 把手机递给了韩江雪 让他打开录制 对准自己 然后 苏晨才笑着对报哥说道 大哥抱歉啊 今天太晚了 我们有缘下次再喝 第168章 报哥看到挡在韩江雪面前的苏晨 眉头一挑 有你什么事 给我滚一遍去 说着 报哥直接随手一扒 就想要把苏晨给扒拉到一边 可他没想到 这手碰到苏晨的身体后 竟然就像碰到了电线杆一样 纹丝不动 这一下可让报哥急眼了 他本身就喝醉了 情绪激动 再者又一下没扒开苏晨 让他觉得自己在小黄毛三人面前丢了面子 所以 报哥恶狠狠地盯着苏晨 再一次开口道 老子再给你一个机会 别他妈的 给我多管闲事 老哥别生气啊 有话好好谈 苏晨还是顶着那副笑脸 寸步不让 我弹你马 报哥见苏晨没有让开的打算 直接一拳挥向苏晨的脑袋 听拳风烈烈 这一拳如果还结实了 苏晨不死也是脑震荡 苏晨 身后 寒江雪惊声尖叫 试图拉开苏晨 可苏晨又怎么会退 说时时那时快 苏晨看着拳头越来越近 眼神一鸣 抬轴挡在了报哥摆臂的臂弯处 报哥拳头还没挥中 臂弯却被苏晨的手肘顶住 猛而又近的手臂瞬间失去了力量 松弛地落了下来 时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报哥惊愕地看着这一幕 他只感觉到了手臂一马 就失去了力量 根本不知道苏晨是怎么做到的 最后 他也只能把这个情况归结于自己酒喝多了 手臂不听使欢 所以 报哥准备狠狠地再给苏晨来上一拳 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 可就在他又要抬手的时候 烧烤摊的老板已经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赶忙跑了过来 报哥呀 我这小摊子小本生意 可经不起您发这么大的火呀 老板供着身子讨好的对报哥说道 报哥本就是附近工地的 而且经常带弟兄们到老板这来撸串 一来二去的 老板也认识了报哥 平时的沟通中老板也发现了 报哥这人多少沾点黑色灰的属性 所以当老板看到报哥喝醉了 还在纠缠自己恩人的女伴的时候 就立马上来解围 老板满脸讨好的笑容 对报哥说道 这样吧 报哥这顿我请了 咱们就别为难这对小年轻了 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老板 报哥火气依旧 也不管来的人是谁 直接抡着拳头 揍就完事了 可怜老板没有苏晨的本事 哪里扛得住报哥这种天天干工地的拳头 一拳打在了他肚子上 老板顿时就到底不起 干呕连连 也得亏报哥是打在老板的肚子上 不然要是打在胸口或者太阳穴这种致命部位 这一拳下去 老板不死也丢半条命了 看着倒在地上宛如死狗的老板 报哥顿时顿时觉得自己的自信又回来了 踏马的老东西 就你也敢拦我 让我给你这个臭摆摊的面子 你也不看看 你配不配 报哥说完还不解气 又是一口唾沫吐在了老板身上 还对老板补了一脚 这个已经倒在地上的小老头 被这是大力臣的一脚 直接踢成了龙虾状 满脸痛苦 连哀嚎都发不出 报哥见状 嘴角这才勾起了一个满意的弧度 第169章 他看向苏辰 叫嚣道 看到没 你在拦我 你就和他一个下场 踏马的 老子想玩一个婊子 怎么有这么多破事啊 报哥说着 站在他身后的小黄毛三人 也是笑着起哄道 就是 你花钱找的小妹妹 我报哥就不能找了 报哥有钱 出你两倍 两倍会不会过了 你这有点哄抬价格的嫌疑了呀 哈哈 你小子最好给我识相一点 自觉把这妹妹让出来 这妹妹反正是出来卖的 今晚赔谁不是赔 是不是 哈哈 太对了 而且咱们有四个人 你肯定更爽啊 听着对面说的乌言晦语 寒江雪翘脸冰寒 但是他没有管这些 反而看向倒在地上的老板 一脸焦急 苏晨 你看老板脸色都轻了 这么下去 可能有生命危险 寒江雪说着 就想冲上去先救人 结果却被苏晨一把拉住 放心 我来 苏晨此刻的眼神 也是冰冷无比 他没想到 好好吃个宵夜 竟然会出这种事 而且还让老板遭到了无妄之灾 苏晨问道 手机拿好 刚才都录下来了吧 寒江雪不明所以 但还是说道 录下来了 好 你先叫救护车 然后报警 手机也别放下来 继续拿着 现在应该名正言顺了 啊 寒江雪愣神之际 苏晨已经走到了豹哥的面前 让一下 老板可能要不行了 再不送去医院 你就成杀人犯了 豹哥听着苏晨的话 微微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道 小子 你威胁我 你别以为我罪了 我告诉你 我就一拳一脚的 这老东西死不了 当然 你要想救这老东西 我也不拦你 你跪下来 给我们四个磕一个 然后 把身后的妹子送上来 我就让你救 听着豹哥的话 那黄毛三人 也是大笑说道 对 今天能遇到豹哥 也是你的父亲 是该磕一个 卧槽豹哥今晚 是真特么男人 真特么的爽 苏晨看着地上的老板 动静越来越小 就不管不顾地走了上去 豹哥看着苏晨 如此挑衅的音味 被夸得飘飘欲仙的他 直接抄起了一旁 桌上的空的啤酒瓶 对准苏晨的头 就砸了过去 这一下要是砸中了 苏晨脑袋 指定要被开瓢 马德 小子你这是找死 酒瓶挥来 苏晨不躲反镜 直接欺身上前 一个膝顶 顶在了豹哥的肚子上 豹哥酒瓶脱手 脸色清白 立马就倒在地上 不断地吐着 呕吐物混杂着食物和啤酒 在肚子里发酵的味道 刺鼻难闻 黄毛三人还没反应过来 豹哥就倒了 他们健壮 立马也是 抄起桌上的啤酒瓶 冲着苏晨招呼过来 踏马的 你小子不想活了 豹哥都敢打 上 打死他 第170章 眼看着黄毛三个人 轮着酒瓶子 冲苏晨冲来 韩江雪的心立马提了起来 苏晨 快跑 在韩江雪印象里 苏晨的武力值 其实一直都不高 毕竟一个音乐人 哪有时间锻炼 受到市面上那些 小鲜肉的影响 韩江雪潜意识里 甚至认为 这类人都是手无缚机制里的 所以 在苏晨孤身一人 面对三个黄毛混混时 韩江雪直接冲了上去 与此同时 苏晨还在思考 怎么才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尽量让这三个小黄毛 别断胳膊断腿 余光就瞟到了韩江雪 从他身边冲了出去 苏晨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韩江雪 先是一个飞踹 踹飞了为首的黄毛 然后躲过了下一个人的酒瓶 肘击在对方的脖子上 一瞬间 三个人就倒了两个 苏晨 一打三倍反杀两个 卧槽 这尼玛告诉我是韩江雪 苏晨愣神之际 场上的局势变幻莫测 虽然韩江雪下手 就放倒了两个人 但是女孩子的力量 终究还是太小了 两个人根本就没受多大影响 眼看着下一个酒瓶砸来 韩江雪就要躲避不及 完了 希望脸别受伤 要是破相了 苏晨不喜欢怎么办 韩江雪想着 立马别过脸去 仓促间只能双手抱头 然而下一秒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韩江雪分开了点手臂 露出了一双疑惑且谨慎的眼睛 他竟然看到 苏晨正一只手抓住了回来的酒瓶 韩江雪 在韩江雪呆滞的目光中 苏晨又是一脚点了出去 点在了那人的胸腔和位之间的位置 明明苏晨没有用多大的力 可那人瞬间露出了一个痛苦的表情 捂着被苏晨脚尖点到的地方 缓缓跪在了地上 哈 嗨嗨 啊 显然 这人和豹哥一样 直接丧射战斗力 而另外两个黄毛健壮 心里发狠 直接砸碎了酒瓶子 冲苏晨和韩江雪的腰子扎了过去 你马 真当老子脾气好 踏马的 扎死你们这两个狗男女 苏晨眼神猛然一凝 抓住了捅向他的那个小黄毛的手 却发现自己来不及拦下另一个人的了 苏晨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抓住了那个捅向韩江雪的破碎酒瓶子 煞时间 鲜血流淌 苏晨一声不吭 紧接着放倒了被自己抓住手的那人 而另一个人看到了一抹血色后 被酒精迷糊的脑子瞬间清醒了不少 他松开了酒瓶 不断后退 下意识地咽着口水 根本不敢再主动上前 踏马的 谁能想到 苏晨的战斗力会这么强 不仅强 狠起来还特么地不要命 拿手抓碎酒瓶 这要是割到动脉 是血过多是会死人的 第171章 这时候 苏晨看了眼自己被酒瓶割开的虎口 随意地拿起桌上的白酒 就倒在了伤口上 然后他又随手撕下了自己衣服的一脚 潦草地裹在手上 就当作包扎了 苏晨做完这一番操作 又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个黄毛 苏晨看他也是浑身酒气 担心他待会还会做出一些没有理智的事 就打算直接放倒这人 干脆又省事 可那黄毛看到苏晨朝着自己走来 立马吓得魂飞魄散 也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他膀胱太满 这黄毛竟然直接尿了出来 腿抖得跑都跑不动 恰好这时 一辆拉着警报的警车急沙沙停在了路边 从车上冲下来了两个警察叔叔 那黄毛看到警察就好像看到了救命恩人一样 连滚带爬地来到警察身边 一把抱住了大腿 哭喊道 救命 警察叔叔救命啊 这里有人要杀人了 听着黄毛的话 警察立马安慰道 放心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说完 两个警察就看向苏晨 严厉地喊道 这位先生 请立马制止你的违法行为 和我们去局里一趟 警察叔叔说着 就拿着一副手扣 警惕地走向浑身血迹的苏晨 苏晨 苏晨看着两个警察 无语地说道 抱着你们大腿的那个才是闹事的 我是受害者啊 两位警察根本不相信苏晨所说的 主要是苏晨身边倒着三个 还有一个都吓尿了 这种场面 任谁来也不相信苏晨是受害者吧 苏晨身后的韩江雪见状 立马走到警察面前 我是报警人 我能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 韩江雪的话让两人将信将疑 韩江雪看两个人的表情也不再多说 直接拿出了手机 把视频放给了两人 与此同时 苏晨看到在地上的老板脸色越来越差 连呼吸起伏都渐渐快没了 立马就着急了 苏晨赶忙冲了过去 一旁的警察发现 立马喊道 不许动 站在那里 然而人命关天 苏晨根本就不听 来到老板身边后 他立马扶住老板 把老板从贵府的姿势 小心翼翼地摆成了平躺的姿势 苏晨看着老板铁青的脸色 想到刚才被那个人踢到的位置 立马就意识到老板这是伤到肺腑了 老板现在根本没办法自己呼吸 以老板现在的状态 根本撑不到救护车过来 人肯定就没了 但是不救下老板 苏晨良心难安 苏晨想到这里 狠心咬牙 对韩江雪吼道 江雪 过来 手机对准我 还有我待会要做的事 我这就来 韩江雪立马跑了过来 这时候 那两名警察也跑到了苏晨身边 他们在看完了韩江雪的视频后 对目前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看到两名警察到来 苏晨也开口说道 两位 视频你们也看了 我就长话短说了 我学过医 老板的状态非常不好 撑不到医院了 所以 我现在要在这里给他做一场手术 我希望两位能帮我维持秩序 麻烦了 手 手术 两个警察听到这话 人都傻了 但是 苏晨没时间等他们反应 就对韩江雪说道 江雪 帮我拿一根干净的吸管过来 记得用白酒消一下毒 第172章 啊 好 好的 韩江雪不知道 苏晨到底想要做什么 但是他下意识地选择去相信苏晨 其实他也学习过一些医学上的知识 自然看得出 老板现在的状态 几乎就是在生死线边缘游离 这种情况 哪怕是有专业医学设备的专业医护人员 再没有经过检查和会诊 也不敢随意地动手术 更何况 还是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街道上 在韩江雪去帮苏晨消毒吸管的时候 苏晨抬头对警察说道 两位 你们有带小刀之类的锐气吗 越锋利越好 两位警察面面相去 他们身上确实带了警用的匕首 但这种情况 谁也不知道苏晨想做什么 根本不敢把刀给苏晨啊 其中一个警察眉头紧皱 向苏晨问道 这位先生 你到底打算做什么手术 开膛 警察 苏晨的话差点没下的警察 直接把他给按倒 要不是他们看了韩江雪给的视频 知道苏晨是受害者 苏晨已经被靠在地上了 又怎么会把刀给他 苏晨从警察的表情中 看出了他们大概的想法 当然 其实也不用苏晨看 两位警察自己也说出来了 这个 我们实在没法借给你 而且 你也不能这么做 你不是专业的医生 这个老人但凡出现了差错 责任就全在你身上了 我们还是等着救护车来了再说吧 看着警察不仅不借刀 还隐隐有想控制住他的想法 苏晨叹了口气 如果是平日里 他也不想这么干 他上辈子闲来无视考过行医证 甚至可以说是外科专家 多次被国内外专业的外科会议邀请 开讲座 然而 上辈子的事是上辈子的事 苏晨上辈子是外科专家 可这辈子 连一张有关于医生的证书都拿不出来啊 但是老板 现在可以说是因为他们而受伤 已经濒临死亡 如果苏晨有救的能力 却因为害怕担责任去放任事态 往最差的方向发展 那么老板但凡出现一点事 苏晨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两位 我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我医学知识丰富 现在这种情况 让他等救护车来 无异于是等死 老板现在胸腔受伤 肺功能受损 没法自主呼吸 我需要在他的胸口开一个洞 让他的肺直接参与呼吸 这样老板才能撑到救护车的到来 老板人不错 是为了我才被打成这样的 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也明白你们的忧虑 但是规则是死的 人是活的 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我只需要一把救命的刀 如果老板因此有任何的问题 我全权负责 苏晨的话让两位警察无比动容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挣扎 此时此刻 他们不由地想起了最初当警察时 在国旗下的宣誓 使之现身崇高的人民安全事业 服务人民 如果现在瞻前顾后 而导致这位老人失去生命 他们也良心难啊 就在两人内心挣扎之时 躺倒在地上的老板顿时抽出了起来 第173章 他不断地躬身又躺下 嘴里发出想要吸气 但是根本吸不进的窒息声 啊 啊 啊 随之 老板的脸色愈加得铁青 这个脸色两位警察并不少见 是致歇死的人的脸色 苏晨见此 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焦急地冲两位警察吼道 你们还在等什么 快啊 警察被苏晨的吼声吓得一击灵 他们不再纠结 咬牙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 苏晨一把抢过 用最快的速度给刀淋上了白酒 然后拿起了桌上不知是谁一留下的打火机 给小刀进行了简单的消毒 随后 苏晨看着地上还在挣扎的老板 头也不回地对两位警察说道 老板动作太剧烈了 快来帮我按着他 两位警察在地上了小刀的那一刻 就已经决定相信苏晨 所以听他这么说 就立马上去一牵一后地按住了老板 两位警察的力气不小 老板临死的挣扎虽然猛烈 但还是被他们给按了下来 趁着这个机会 苏晨立马双手按在了老板的胸口 不断地摸索 寻找着最佳的落刀点 没有专业的仪器 他只能用这个外科医生最古老的办法 很快 苏晨就找到了他认为最好的位置 苏晨也再次提醒两位警察 我要落刀了 这个期间你们绝对不能让他动 尤其是躯干 绝对不能 看着苏晨带着认真和请求的眼神 两位警察也严肃地点点头 死 呼 苏晨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长长地突出 做出了这个动作后 警察惊觉 苏晨竟然肉眼可见地平静了下来 许久没有上过手术台 本该手艺生疏的他 却发现自己竟然并没有这种感觉 上辈子学会的外科知识 现在在脑海里疯狂翻涌着 清晰且有条理 一点都没有忘 苏晨不知道这算不算穿越带来的金手指 但是他现在根本没时间想这些 他单手握着刀柄 刀尖稳稳地刺入老板胸口的皮肤 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 稳得就像一台机器 原本复杂的外科手术 在苏晨的手底下变得简单又快速 仅仅是一分钟不到 苏晨就在老板的胸口 开了一个直径一厘米的口子 连血都没怎么出 而老板也很配合 没有麻药的作用 竟然硬生生地顶了下来 一声不吭 虽然可能是因为窒息 连发出声音都做不到了 看着眼前的口子 苏晨放下手里的刀 转而对跑回来不久的韩江雪说道 吸管 韩江雪递上了消毒过后的吸管 苏晨小心翼翼地 把他插进老板胸口的口子上 几乎是同时 老板瞬间就不挣扎了 脸上的清灰肉眼可见的消失不见 韩江雪看着苏晨的身影 就像一个手术台上的外科专家一样 自信又谨慎 难以想象 在这种路边 苏晨竟然真的能完成一场手术 第174章 就 就过来了 两位警察颤声说道 他们只是在旁边看着苏晨做手术 就觉得心惊肉跳 出了一身冷汗 哪怕是现在还心有余悸 毕竟用一把刀子 在人的胸口开口子 虽然直径只有一厘米 但是胸腔里都是内脏啊 这要是不小心刮着蹭着 人妥妥就没了 身旁 苏晨在清晰地感受到老板胸口的塑料吸管在进气时 他才长出了一口气 苏晨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 他直接坐在了地上 传着气说道 就过来了 现在只要不挪动这个吸管 不让这个吸管堵上 就没事了 两位警察听到苏晨的话 也是松了口气 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没有松手 依旧在按着老板 防止老板无意识地乱动 但是 苏晨话锋一转 又让两人放下的心力马提了起来 他们猛然转头 死死地盯着苏晨 这可不行 但是啊 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哪怕是苏晨说负责 他们依旧是有责任的 这还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 这是一条人命 如果没了 他们就都是帮凶 他们要背负着痛苦和愧疚 度过余生 两人的目光并没有察觉 他自顾自地说道 但是这样 只能说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 老板被踹了一脚 胸骨骨裂 还是得去医院的 当然 他要是晚上不出贪 不工作 躺在床上好好休养一个月 可能连医院都不用去 苏晨的话 让两位警察 把再次提起的小心脏 给放了下去 他们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震惊 前几分钟就要死的人 现在告诉他们说人 不仅就活了 而且休养一个月 就能恢复如初 这说出去谁信啊 这年轻人 当真是话陀在世 两人在彻底放松了以后 又不免把悠悦的目光投向苏晨 这小子 年纪轻轻的 怎么说话 喜欢大喘气呢 没过多久 拉响报警声的救护车 也是一个急杀 停在了路边 三五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从车上冲了下来 找准摊上的警察 就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两位 我们是沙士人民医院的医生 请问伤者现在在哪里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看到医生到来 两位警察的脸色 立马轻松了下来 他们刚想站起来 又发现老板还躺着 就只能蹲在地上 抬头对医生说道 伤者就是这位 刚才经过这位先生的救治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为首的医生愣了愣 他看向地上的老板 还有他胸口插的吸管 顿时神色大变 患者现在是什么情况 伤口就是胸前这根吸管吗 这是怎么插上去的 不行 这吸管 还不知道扎在哪个内脏上 伤者现在非常危险 听着医生的话 其中一位警察赶忙解释道 吸管是这位先生替伤者做的手术 他插上吸管是为了 这名警察还没说完 就被医生一脸怒容的强势打断 第175章 什么 在这个大街上做手术 你的意思是 这个伤口是这个人造成的 这可是胸口 如果有什么意外 这无异于是谋杀 你们两个是怎么当警察的 遇到这种情况 难道第一时间不是保护伤者吗 医生近乎是吼着 对两名警察说道 两名警察有心解释 但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时苏晨说道 你们还是赶紧把伤者送医院检查一下吧 还有 上了呼吸机以后才能把吸管 这个一定注意 听着苏晨的话 医生也是反应了过来 立刻让随性的医生 小心翼翼地把老板抬上了担架 送回车里 临别之际 那医生才恶狠狠地瞪着苏晨说道 你就保佑伤者的身体 没有问题吧 不然出了事 就是你的责任 看你年纪轻轻的 我也不管你这是哪里学的 但是人命关天 你还不动脑筋乱来 做这种危险举动 这是害人害解 两位警察 一定看好这个人 别让他跑了 出了问题 他就是杀人犯 医生的话 让两个警察心中一灵 看着苏晨面面相去 倒是苏晨笑着摇摇头 心里并没有怨气 他早就想到了现在的场面 只要结果是 好的就好了 这时候 韩江雪跑了上来 看着苏晨 那被鲜血浸润的手 担心道 苏晨 你手没事吧 没事 就割了一个小口子而已 苏晨道 什么小口子 你现在都还在流血呢 韩江雪带着哭腔说道 苏晨揉了揉韩江雪的脑袋 说道 像我这种热血青年 血液汹涌澎湃的 一时半会停不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听着苏晨的声音 韩江雪哭着笑了出来 鼻涕泡都吹出来了几个 不行 你现在就得去疯 苏晨拗不过韩江雪 指的说道 好 一旁 两名警察趁着这段时间 也把那四名混混给扣到了警车里 然后他们又从警察上走了下来 来到苏晨身边 那个 这位先生 我们可能还需要请你去警局做一下笔录 看着警察躲闪的目光 苏晨明白 他们也是担心老板在医院出问题 所以也得带上苏晨 而且这几名混混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伤 警察也从韩江雪给到的视频上 发现了始作俑者 苏晨 一想到苏晨当时展现的身手 两名警察也不敢大意 那些东西 可不是学什么跆拳道 或者是什么柔道能学会的 那一招一试 可都是杀人界 苏晨也没让两名警察难做 也老老实实地准备上 后来开来的另一辆警车 可就在这时 韩江雪开口说道 带上我 我也一起去 而且去警局前 怎么也得让苏晨把伤口缝合一下吧 苏晨看着韩江雪坚定的眼神 心中一阵暖流流过 两位警察也是点头说道 可以 那我们先去医院 给这位先生包扎一下伤口 随即 一行人坐着警车离开 只留下了刚来的几位协警 负责维护现场秩序 事情发生到现在 周围也围起了一圈人 拿着手机不断地拍着 第176章 围观的人群中 不乏有些人认出了苏晨 但是他们其中大多数人 反映过来录像的时候 时间点都比较晚了 都已经是在苏晨救起老板 跟着两位警察上车的时候 这视频录的 就好像苏晨才是闹事者 把老板打伤 又把四个人打趴下后 被警察压上警车的感觉 但其实这件事 根本就不是这样 完全就大相径庭 可这也没有办法 苏晨几人在摊位上发生的事 其实就是短短几分钟 等这群吃瓜群众反应过来 就已经是这个时间点了 哎 你们录下来了吗 那个被压上警车的人 好像是苏晨哎 自信一点 把好像两个字去掉 他就是苏晨 卧槽 我看节目上说 苏晨偶尔会来这里录串 没想到这件事 竟然是真的 这也太劲爆了 出门录个串 竟然还看到明星和人打起来 甚至连警察都来了 快快快 快把视频发到抖音上去 只不定我们能靠这个视频 涨粉几万成小网红呢 对对对 快发 等警车走远 现场的人群哄闹一片 后面又有些闻风而来的人 拿着手机拼了命地 往拉起警戒线的地方集 试图拍下苏晨与人打斗的现场 这些人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或是为了和朋友炫耀 又或者是为了狠狠地蹭上一波热度 但是这种行为 却给几位协警带去了诸多压力和麻烦 他们一直在现场维持着秩序 直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这群人才因为累了 渐渐离开 与此同时 寒江雪陪同苏晨 已经在医院缝合好了伤口 又坐着警车回到了警局 准备做笔录 而鲍哥和那三个黄毛小混混 却还躺在医院里 他们因为酒喝多了 又被苏晨打倒在地 神知道现在都还没清醒 至于那个吓尿了的 他虽然没有被打 全身上下也没什么伤 但是他看到苏晨已经不自觉地发抖 医生认为可能是被刺激到了脑子 还得做个检查才能确定 所以 作为受害者的苏晨二人 反倒是第一个先进局子的 两个人坐在警局的椅子上 等待着警察过来做笔录 期间 韩江雪满脸心疼地看着苏晨的手 责怪道 你怎么这么逞强 碎玻璃 你都敢拿手剑 还好医生说只是割开了虎口 你要是伤到了手筋 以后就不能弹乐器了 苏晨笑了笑说道 不弹就不弹了 大不了以后我就纯唱歌去了 你 韩江雪看着苏晨嬉皮笑脸的样子 心里又气又感动 因为苏晨是因为他才受伤的 苏晨和韩江雪两个人聊到了当时的情况 话题滔滔不绝 没看出来 我们韩老板战斗力竟然这么强 当时你飞出去那一角都把我看呆了 苏晨调笑着说道 第177章 韩江雪闻言 立马双手插腰傲娇道 那是自然 我可是跆拳道黑带呢 像刚才那种小混混 本姑娘一个可以打十个 早说啊 早说我刚才就不出手了 反正一共就四个人 我去买点瓜子花生的 在旁边看你发挥就好了 苏晨的话让韩江雪脸色微微泛红 不过他又想到了什么 好奇地说道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本来以为你和那些小鲜肉一样 都空有其表 没想到战斗力这么强 不过 你那一首是在哪学的 我怎么没见过呢 你当然没见过 这可是我上辈子专门拜师学到的那些 在现在都已经见不到的真东西了 苏晨在心里说道 上一试 苏晨工程名就赚的钱花都花不完以后 他就想着丰富一下自己 这一手功夫也是那时候学会的 当时有好多人给苏晨推荐跆拳道 散打 自由搏击之类的 但是苏晨都看不上 认为这些都是花架子 后来因为一次偶然 苏晨和华国最后一位建设于老有了合作拍摄动作电影的机会 在电影拍摄期间 苏晨就和于老相谈甚欢 而苏晨对待电影不怕辛苦不怕累的态度也感染到了于老 再加上苏晨本身对鼓舞就充满了好奇 所以在电影拍摄结束后 于老旧代师收徒 认可苏晨当师弟 而苏晨也因此学到了真功夫 这真功夫和跆拳道那种花架子完全不同 不整那些好看的 只讲究一招毙命 每一个招式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伤人性命 所以 在刚才打那些混混的时候 苏晨都在克制着自己的本能反应 尽可能地做到伤害最低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苏晨才伤到了自己 不然那四个人根本不可能对苏晨造成伤害 想到这里 苏晨笑了笑 对寒江雪说道 你当然没见过 这是自由搏击 都不讲路数的 自由搏击这么厉害吗 看来有空我也得去学学 寒江雪嘟囔道 说着 他又抬起头 看着苏晨满目一彩 而且我没想到 你竟然还学过医术 以前我就知道 你很有才 可根本想不到 是这么博学多才 你快说 你还有多少命你没告诉我 今天全都给我如实到来 听着寒江雪的话 苏晨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 他学的太多了 多到自己一下子都想不全 正在苏晨想着 自己应该怎么回答寒江雪问题的时候 警察终于把他们给叫了过去 之后的流程就很简单了 其实就是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苏晨两个人简单地说了一下 便直接把整一个过程的视频 发给了警察 那些警察看完了视频 便对苏晨和寒江雪说道 实在抱歉 让二位受到惊扰和伤害的情况下 还要来警局一趟 两位也请放心 整个视频我们也都看到了 虽然那几个混混都受了伤 但是你们的行为 完全属于是正当防卫 完全不用担心的 只不过 听到警察的转折 寒江雪脸上的笑容 还没来得及绽放 就皱起了眉头 只不过什么 第178章 听出了寒江雪话里的不满 那名警察也是善善一笑 只不过 苏先生最后在大街上 做手术的举动 有些鲁莽了 我们查公民资料得知 苏先生并没有关于 外科医生的资格证 如果那名烧烤摊的老板出现问题 恐怕 警察没有把话说完 但是他的意思 寒江雪已经听明白了 如果老板出现问题 苏晨难辞其咎 寒江雪顿时柳梅倒树 对这名警察大声说道 当时的情况 我都录下来了 你们也亲眼看到了 当时老板就要死了 苏晨做手术是无奈之举 如果苏晨不做这个手术 那老板肯定撑不到救护车道来 老板手术前后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到了 他这是在救人 你们凭什么让苏晨承担责任 人命关天 什么时候救人 还要看有没有资格了 寒江雪质问着警察 说话声越来越大 那名警察听着寒江雪的话 被问得毫无缓嘴的余力 脸色显得也越来越惭愧 我们也明白 但是 如果老板出现了问题 从法律上来说 不能排除是苏先生做了这个手术的原因 当然 我们说的是最坏的情况 如果老板安然无恙 苏先生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警察说着 露出一个安慰的微笑 但任谁都看得出 这个笑容的勉强 寒江雪听完依旧不平静 他直接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小假的电话 杜 杜 喂 小姐 现在是凌晨三四点 小假的电话响了三秒不到 就被接了起来 寒江雪甚至都听不到 小假的言语中有任何的困倦 寒江雪现在心里都是担心和生气 他对小假说道 小假 让公司的律师团准备一下 我这边可能有一个官司 好的小姐 请问大概是什么事 需要对方赔偿多少钱 或者需要对方坐几年牢 电话那头小假的声音平静 问出的话 却让寒江雪感觉到了极其的安稳 苏晨因为距离寒江雪比较近 所以他也听到了小假的话 他立马拉住了要接着开口的寒江雪 示意他先把电话挂了 寒江雪不明所以 但也只能先对小假说道 具体情况我待会告诉你 现在我还在忙 好的小姐 我这边和律师团24小时待命 有任何需求和问题 请随时联系我 嗯 寒江雪说完 就把电话挂了 他疑惑地看着苏晨 问道 怎么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妈公司的律师团很厉害的 苏晨文言笑着白手道 没事没事 我知道 但是现在的情况 我在决定做手术前 我就预料到了 法律是法律 人情是人情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老板本来就是因为我被打的 所以他如果有什么事 理应我承担 寒江雪皱眉道 可是 没有可是 你不用担心 而且老板不会有事的 我对我的医术有信心 苏晨说道 寒江雪看着苏晨臭屁的模样 这才展颜一笑 第179章 好 反正不管你发什么 我都陪你一起面对 寒江雪脸色泛红 这次却没有退缩 双眼认真地看着苏晨 四目相对 这次苏晨也没有退缩 可惜的是 坐他们对面的警察也没有退缩 那名警察开口对苏晨说道 非常感谢苏先生的理解 这边已经在联系医院了 只要确定老板的安全 我们立刻送您回家 所以 现在还得麻烦您在警局待一会 如果困了这边 可以趴着睡一会 不睡的话 我们这边也有免费的零食和饮料提供 您要是想喝咖啡的话 我也可以去给你们泡 警察丝毫没有发觉 寒江雪幽怨的目光 对两人热情地说着 没事 摆开水就行了 麻烦您了 苏晨说道 行 那苏先生稍等一会 我这就去给您道 说着 房间内就只剩下了苏晨和韩江雪 两个人坐着 氛围再次开始不对劲 苏晨默然发现 现在和韩江雪的关系 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友谊 在用以前的相处方式 两个人都觉得 哪里总有些问题 想进一步 苏晨又没有做好准备 要退一步 发现自己 又对这个女孩彻底心动了 苏晨深吸了一口气 打算做出决定 对方家里不就是有点钱吗 有什么好瞻前顾后的 喜欢 就要战友 我可是穿越者啊 苏晨抓住了韩江雪的手 可就在这时 他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苏晨 苏晨有了名气以后 手机就一直开着陌生人拦截 只要对方不在自己的手机 通讯录里面 就一直是打不进来的 所以现在有电话 一定是苏晨认识的人 而且现在的时间点来电话 只能是有什么急事了 苏晨抓着韩江雪的手 在韩江雪期待又羞涩的目光中 他缓缓掏出了手机 接起电话 韩江雪 苏晨对韩江雪善善一笑 随即没好气地对着手机那头道 喂 什么事 电话那头的狗仔 没有听出苏晨的情绪变化 对苏晨说道 陈哥 大事不好了 苏晨皱了皱眉 问道 怎么大事不好了 狗仔解释道 刚才抖音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热搜 说你为了一个女孩和别人打架斗殴 打伤了四个人 还被警察抓走了 而且他们还有视频 视频里那个人长得和你好像 一定是繁星那边要陷害你了 所以陈哥你现在在哪 赶紧澄清一下这件事 不然对你影响很大 听着狗仔的话 苏晨也愣了愣 说道 我现在在警察局啊 狗仔 沃曹晨哥 你真的被抓了 狗仔惊声叫道 尖锐的声音 差点没把苏晨的耳朵给刺聋了 他赶紧把手机从耳边挪开 等对面终于平静了点后 他才重新贴回耳边说道 你才被抓了 我这是被叫过来做笔录 第180章 叫去警察局做笔录 这和被抓了有什么区别 苏晨 听着电话那头狗仔的疑惑 苏晨的好脾气都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 我是受害方 你说这和被抓了有什么区别 苏晨冲着电话那头大声说道 诚哥是受害方 狗仔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猛逼 苏晨无奈 只能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的大致 和狗仔说了一下 听完了整个故事 狗仔显得更加猛逼了 所以 诚哥的意思是说 那四个混混过来挑逝 然后被你直接打趴了 是的 苏晨听到狗仔总算理解自己的意思 赶紧点头 卧槽 没想到 诚哥你还练过 狗仔的话里满是震惊 不过现在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对苏晨不利的谣言 已经在网络上疯传开来 现在的网友也太可恶了 最可恶的 还是把这种片面的视频 上传到网络上的人 这不是纯纯 是在诬陷诚哥 献诚哥于不利吗 狗仔的话里满是怨怼 倒是苏晨习以为常地笑了笑 苏晨说道 可能拍下视频的那些吃瓜群众来得比较晚 所以也只拍到了那一段 当然 这也不排除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繁星护鱼的推动 反正等具体通报出来 自然会证明我的清白的 不过 或许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 让徐方元先付出一点利息 苏晨画风一转 对狗仔说道 狗哥 赚钱的路子来了 狗仔一愣 他从苏晨的话里听出了一些端倪 但他依旧不是很确定 狗仔问道 诚哥的意思是 苏晨先拿下了手机 看了寒江雪一眼 发现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 寒江雪熟睡中的小嘴还在一张一盒的 似乎在说着些什么 可爱的模样 让苏晨看得不自觉的就笑了出来 他从桌上拿起警察 已经准备好的毛毯 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寒江雪的身上 这才压低声音 对电话那头说道 徐方元不是让你偷拍我的黑料吗 我这有现成的 比网上那些远远拍得清晰多了 也更全面 我把整个事件的视频发给你 你可以剪辑一下 保留对我不利的那部分 然后发给徐方元 狗哥可以从中获利 我的要求就是让徐方元 尽可能快地去发酵这些视频 我的意思狗哥应该懂吧 苏晨平静地说着 但是话里蕴含的东西 却让狗仔心中一惊 但是惊讶过后 狗仔立马就笑了起来 对苏晨说道 诚哥的意思我明白 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帮诚哥办妥 嗯 麻烦你了 在苏晨挂断电话后 一个带着视频附近的电子邮件 就发到了狗仔的邮箱里 第181章 狗仔看完了整个视频 心里对苏晨的尊重 顿时像滔滔江水般 连绵不绝 同样 他对徐方元的憎恶 更上了一个台阶 诚哥这种好人 真的不多了 我一定要帮他 把徐方元这个威胁 给彻底铲除 狗仔说完 通宵加班加点地 剪辑着苏晨发来的视频 当天蒙蒙亮的时候 狗仔总算是昧着良心 把视频剪辑完工了 他利用心理暗示和引导 把整个过程剪成了苏晨 为了一个女孩 和四个人打架斗殴 最后还不顾警察的劝阻 去伤害了一个倒地的年迈老板 现在把这个剪辑过的视频 发出去 任谁来看 苏晨都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人 哦 弥陀佛 罪过罪过 这视频要是被发出去 估计就是诚哥这辈子 被黑得最惨的一侧 所以 我不一定不能辜负诚哥的期望 狗仔的眼里满是坚决 现在才五六点 他就直接拨通了徐方元的电话 我诚哥都在警局里待着呢 你徐方元凭什么能睡觉 带着这种想法 狗仔直接夺命连环扣 一个电话 徐方元没接 两个电话 徐方元还是没接 一直打到了第五个 徐方元才终于接起了电话 电话打通 狗仔像是丢一个烫手的土豆似的 赶紧把手机丢到了一边 而事实证明 狗仔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哪怕电话被他丢得远远的 徐方元那惊天地气鬼神的叫声 依旧能够隐隐约约地传递到狗仔的耳朵里 你妈的狗仔 你他妈想死啊 大清早你全家死光了 着急打电话叫我吃席呢 上次是我给你脸了是吧 给你一点阳光 你他妈就敢在老娘面前灿烂 你这个畜生 你他妈的 徐方元的尖叫声足足持续了快五分钟 这才勉强平静了点 狗仔听着手机里的声音渐渐滴了下去 这才捡回了手机贴在了耳旁 接着 狗仔就听见电话里传来徐方元的声音 老娘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告诉我 你他妈到底有什么事 狗仔听着徐方元威胁的话语 不紧不慢地说道 也没什么 就是我已经拍到了苏晨的黑料了 不过现在看来 袁姐应该是不需要的了 我还是找找别家 看看有没有色盲 愿意收苏晨的黑料的吧 我想 要的人应该不少 听了狗仔的话 电话那头的徐方元很明显地顿了顿 接着 徐方元的态度就180度的大反转 对狗仔竟显温柔 呀 这种急事 你早说啊 狗哥 狗哥一大早打电话过来 昨晚肯定都没睡好 狗哥真的太辛苦了 我刚才也是刚睡醒 有起床气 我给狗哥赔个不是 待会给狗哥转两千过去 好好吃饭休息一下 徐方元态度的转变 让狗仔都有点猝不及防 这温柔的话语 就好像刚才骂人的人并不是他一样 不过狗仔怎么会吃这套 他不嫌不淡地恩了一声 就听徐方元继续说道 狗哥是拍到什么东西了 要不先和我说说 我看看这料有多黑 看着鱼上钩了 狗仔无声地笑了笑 说道 我的人只拍到了过程 看样子 好像是苏晨昨晚 在小吃摊和四名男子打架斗殴 还在警察面前 刻意伤害了一位老人 袁姐觉得 这料够黑吗 第182章 听了狗仔在电话里的陈述 徐方元的呼吸 立刻就急促了起来 他握着手机 浑身颤抖 眼睛里闪烁着筋芒 够 太够了 有了这个黑料 苏晨绝对会死无葬生之地 徐方元激动地说道 他就好像是饿了快十天的狼 嗅到了泄腥味 狗仔听着徐方元的反应 只觉得一股恶心 从心里由那儿外地往外涌动 令人作呕 狗仔通过上次和苏晨的聊天 知道苏晨和他徐方元的过节 徐方元只是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怀疑和担忧 就这么想要弄死苏晨 让狗仔无法理解的同时 也让狗仔深刻认识到了 这心如蛇蟹一般的女人有多么恶毒 他现在只是庆幸 庆幸苏晨的慷慨和善良 庆幸自己有机会不再助纣为虐 可以扳倒这种荼毒善良人的垃圾 狗仔正恶心着 徐方元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狗哥快点把东西发我 我现在好去找樊心轩发 在中午之前 就能让苏晨的黑料满天飞 狗仔听着徐方元的话 倒没有着急把剪辑好的视频发过去 反而是有些为难地说道 现在啊 现在可能有些困难 这个视频我还没处理好 而且我和我的弟兄 都通宵了一晚上了 现在得休息啊 狗仔的话 让徐方元激动的心情微微一顿 他也不是傻子 听狗仔这么说 自然是明白 狗仔现在要收好处费 他骂的 一个狗仔还敢接二连三地跳脸 等这次事情过去 老娘一定得把你踹了 让你在这个行业都混不下去 徐方元的心里目火中烧 甚至脸上都带着争鸣的表情 但是他开口 话里尽显有爱和睦 确实是麻烦狗哥了 这样 这个黑料我原本答应你是十万块钱 我现在给你二十万 就当狗哥这几天的辛苦费了 徐方元笑着说道 狗仔听闻 徐方元一下子加价十万 就知道他的心理价位远不止于此 二十万 我们这几天 风餐露宿 还被风吹雨打 我兄弟都已经病倒了 说实话 二十万块钱 可能都不够我兄弟的疗养费 而且他一大家子只靠着他吃饭 他倒下了 但是他家人还要吃饭 袁姐说是不是 狗仔声音沉痛无比 听着对方的话 徐方元脸色更差了 徐方元根本不相信这狗仔说的什么 兄弟病倒了 这是话里有话 狗仔就是在明晃晃地告诉他 二十万根本就不够 徐方元也没想到 原本十万块钱就能打发的人 现在给二十万还不满足 如果是平时 徐方元只会狠狠地骂一顿这个狗仔 然后叫他滚 但是现在狗仔的手里有苏晨的黑料 让他感觉自己被拿捏了 徐方元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了心情 然后对狗仔说道 是是是 狗哥兄弟因为我安排的是病倒了 我肯定有责任 那这样吧 我直接给三十万 狗哥不论是给兄弟看病 还是给他们家人生活 应当是够的 三十万了 仅仅这么会 狗仔的收入就暴涨了二十万 他还是头一次感觉到钱这么好赚 然而 这还不够 狗仔说道 这给我弟兄是差不多了 但是我本人这么多天 肯定也不能白忙活事吧 第一百八十三章 听到狗仔这么说 徐方元已经感觉自己快气炸了 但是黑料没到手 他还是得压抑住自己的脾气 但是徐方元 肯定是装不出刚才的温柔了 他也不再弯弯绕绕 直接问道 那你觉得 多少合适 一口价 五十万 如果你给不起 我就找别的娱乐公司去了 狗仔说道 五十万 徐方元几乎是尖叫着喊道 一条黑料五十万 你以为苏晨是什么一二线明星不成 狗仔并没有被徐方元的声音 吓到 他依然冷静地说道 虽然苏晨现在不是 但是谁也保证不了他以后不是 不是吗 而且 我也保证他们买下来 到底是会公布 还是不会公布出去 这都由未可知 如果他们选择不公布 我也只能再去找找苏晨 有什么新的黑料了 不过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狗仔的话 让激进爆炸的徐方元 顿时沉默了 对啊 现在苏晨如日中天 如果不压住苏晨的势头 苏晨成长为二线明星 只是时间问题 甚至一线明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这绝对是徐方元不愿意见到的 袁姐如果觉得贵了 那我就先挂了 狗仔装模作样地说着 心中就开始默默倒计时 可他刚数了一个一 连二在心里还没蹦出来的时候 就听到了徐方圆满 还怒火的声音 好 五十万就五十万 狗仔压住心里的激动 平静地说道 可以 但是袁姐得先打钱 我这边才能把视频发给你 不行 如果你骗我怎么办 我怎么会骗您啊 您在这个圈子 好歹也是一位名人 您一开口 我连在这个圈子里混的资格都没了 我虽然不是什么聪明人 但一顿称和顿顿宝的区别 我还是知道的 狗仔的话让徐方元也是默默点头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说道 行 那我把钱打给你 还是那个账号 但是你给我听好 你要是骗我 我不只会让你混不下去 我还会让你活不下去 狗仔对徐方元的威胁无动于衷 他只是淡定地说道 袁姐放心 随后 两人就挂断了电话 狗仔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内心其实远远没有 他说话时的平静 毕竟这可是五十万啊 狗仔紧张又期待地守着手机 等着五十万进账 大约过去了十分钟左右 狗仔的手机跳出一条短消息 他手忙脚乱地看着短信 大厦银行宁伟号六九六一的大厦卡 于七月二十一日六点三十七分 银行转账存入五万 零元 当前余额为五十万零 两千零六十四 三元 各十百千万十万 五十万真的到账了 狗仔激动地说道 第一百八十四章 狗仔抱着手机激动地差点跳了起来 感觉就像是呱呱乐 刮中了五十万一样 哈哈 有了这五十万 我就能把诚哥的钱还上了 虽然诚哥从来没说让我还过 但是我不能没有信 而且这五十万 我还是贩卖诚哥的黑料得来的 狗仔想到此处 不免热泪盈眶 他哽咽着喃喃道 一定是诚哥知道我的困难 所以专门让我给他剪辑黑料 就为了让我从徐芳源这赚钱 诚哥 真的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了 我一定不能辜负诚哥的信任 狗仔擦干泪水 表情坚毅地说道 与此同时 狗仔发现徐芳源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拿起手机 接通电话 就听到徐芳源那火急火燎的声音传进了耳朵 前我打过去了 你看看到账了没 狗仔回复道 到账了 到账了 就赶紧把苏晨的黑料发给老娘 徐芳源着急上火的吼道 我只给你五分钟 五分钟 我没看到他的黑料 你就死定了 狗仔现在五十万到手 心情很好 根本就没有在意徐芳源的态度 他乐呵呵地回应了徐芳源一句 就挂断电话 坐回了电脑前面 把先前准备好的视频 以邮件的行事 发到了徐芳源的邮箱里 看着他有意剪辑过的视频 发送了出去 狗仔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造谣声势 网络暴力 现在可是也入刑法来啊 他刚才和徐芳源说的时候 已经录下了所有的对话 而且他当时并没有咬死说 苏晨打架斗殴 只是说了这么一个可能性 加上狗仔特意剪辑过的视频 徐芳源一定会先入为主 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狗仔会骗他 到时候 如果徐芳源真的大规模传播这个视频 警察查到狗仔的头上 他顶多拘留两天罢了 但是如果警察查到徐芳源 那他可就要吃大苦头了 并且狗仔已经打定主意 到时候如果查不到徐芳源 他就把这几天的电话录音发出去 拉着徐芳源下水 反正南南治病救命的钱已经有了 他没什么可怕的了 另一边 徐芳源打开了电脑 点开狗仔发来的邮件 他就像恶狗扑石一样看起了视频 一双充满血丝的通红眼眸紧紧盯着屏幕 就差把眼睛贴上去了 可就在这时 徐芳源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徐芳源不耐烦地想要挂断 但是他拿起手机一看 来电的是他安插在公司的下属 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公司出现什么变动了 徐芳源带着这个念头 就强忍着对苏晨黑料视频的期待 先接了起来 喂 什么事 徐芳源的语气很冲 电话那头的人听出了徐芳源心情并不好 有些诚惶诚恐地说道 袁姐 您让我一直监视网络上有关于苏晨的消息 我这边收到了 什么消息 徐芳源皱眉道 我早起刷抖音 刷到了抖音上 有人发布了苏晨打架斗殴事件的视频 什么 徐芳源大惊失色 赶忙问道 视频在哪 快点发我一份 第185章 好 好的 没两分钟 徐芳源的邮箱里又收到了一个邮件 他接着电话就看了起来 当他看到苏晨上了警车以后 本应该开心的他 现在只有气急败坏 踏马的 你怎么不早点发给我 徐芳源突然的生气 让那人有些不知所措 他弱弱的声音通过手机传了过来 我 我也是刚刚才刷到的 徐芳源对着手机猛然吼道 老娘要你们这些吃干饭的垃圾 有什么用 给我滚 他吼完就挂断了手机 瘫坐在了电脑面前 看样子 应该这个和狗仔拍的 应该是同一个事件 没想到 已经在抖音上疯传开了 踏马的 又让老娘多出了50万 徐芳源脸色猙獰 他恶狠狠地说道 让我看看狗仔给我的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视频 那他这辈子 别想安生了 呵呵 谁他妈都别想坑老娘 徐芳源压着嗓子咆哮道 短暂地发泄了一下心中的怒火 徐芳源就赶忙点开了狗仔 发给他的视频 与抖音上流传的视频不同的是 狗仔发给他的这个 拍摄的时间线 明显早于往上流传的 视频里 有苏晨打四个混混的画面 甚至还有苏晨不听警察的劝阻 持刀伤害老人的画面 看到这些 徐芳源原本都快要压抑不住的火器 终于消散一空 虽然这个五十万还是买亏了 但是这个视频和网上流传的那些 完全不一样 那些都是捕风捉影 而这个是实锤的视频 哼 就冲着视频的质量 就先饶那狗仔一命 等我处理完苏晨 再让他把吃下的给我吐出来 徐芳源因侧侧地笑道 有了这个视频 苏晨就一点狡辩的余地都没有了 哼哼 苏晨这样的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又是打架 又是伤人的 燕燃分得快 不然指不定要被他拖累成什么呀 徐芳源窃喜着 就赶忙把视频保存到了自己的电脑里 然后又用邮件发给了 林燕燃和公司专门制造舆论的人一份 发完以后 他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徐芳源先给繁星内制造娱乐的部门负责人 发消息道 徐芳源 我刚刚发给了你一份 有关于目前正在参加 名誉之星的选手 苏晨的黑料 徐芳源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在中午之前 我要看到视频内容登上热搜 徐芳源和他发完消息 又点开了林燕燃的聊天框 发消息道 徐芳源 宝 我发给你了一个好东西 在邮箱里 你醒了快看看 徐芳源 看完了以后 不要太感谢我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发完了这些 徐芳源本想着 再睡一个回笼觉 但是他心情激动之下 根本就睡不着 徐芳源在床上滚来滚去 心情舒畅的他 又想到了会所里那些身强体壮 还帅气的男模 顿时心痒难耐 不睡了 老娘这就去找个男模 帮我疏通经脉 一想到那美妙的滋味 徐芳源就像老母亲那般笑了起来 咯咯了 第186章 与此同时 早上六点的沙士人民医院的病房内 一群外科专家看着还在熟睡的老板 脸上满是惊叹之色 老板凌晨被救护车运来医院的时候 上夜班的急症医生就立马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这实在是老板胸口插的一根吸管 太吓人了 仅凭借目光 没有人知道这个吸管到底有没有插破什么器官 那些急诊的医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也不知道贸然拔下这根吸管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谁也不敢躲 可当他们给老板做完全身检查以后 发现老板除了胸骨有些骨裂以外 整个人的状态出奇的好 他们判断 如果不是老板受惊受累还在熟睡 只要拔下吸管缝合伤口 他就能回家了 但是这怎么可能 老板被送来之前 已经濒临死亡了呀 在给老板全身体检的时候 医生也发现 老板在送来医院之前 肺部停止过呼吸 更何况 他胸口那根吸管还插着 听说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年轻插进去的 难道说 真的是那个小年轻救了老板 可在病人的胸口插一根吸管 就能救人 谁信啊 对此 哪怕急诊医生检查了老板 确定他真的没事了 他们也不敢贸然拔下这根吸管 给老板缝合胸口 所以 几人讨论了一阵 就打电话 把这个消息 给了那几位院内的外科专家 在他们听闻这个离奇且离谱的消息过后 几人也都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 连夜赶来到了医院 几名全国有名的外科专家 在来之前原本也不相信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怎么会做手术 而且还真的救活了一个人 然而 当他们赶到医院 又细致地给老板再次做了全身体检以后 他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 那群专家大眼瞪着小眼 互相对视着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其中一位看着年纪最轻的中年专家动了动嘴唇 小声说道 你们说 会不会是那小子虾猫碰到死耗子 碰巧就活了这个老人 不可能 另一位年纪最大 看着也是这些人里面最权威的老专家 坚定地摇头道 你们应该知道 在没有拍CT的情况下 我们其中任何一人都不敢随意做手术 哪怕真的做了 我们也无法完全不伤害病人内脏器官 并且错开所有的大血管 让病人的肺部和体外连通 这种几率无限接近于零 如果让我来 就算是拍了CT 一个小时之内 我也下不了手术台 但是 那个小伙子只用了几分钟 老专家的话 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 专家们心里也都明白 这不是运气能做到的事 但是一想到对方那么年轻 就有远超他们的医术 他们不管是从逻辑还是内心 还是觉得有些不可置信 这个小伙子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要是真的 那么他们学一一辈子 这么久的时间 是为狗了 第187章 就在众人脸色复杂之时 一位急诊科的医生 拿着手机匆匆走了进来 神老 王老 还有各位专家 这是警方那边发过来的视频 视频内容是 昨晚发生的一切 是警方那边 为了方便我们判断病人病情专门发来的 里面有老人被打 以及那名苏先生 给这个老人手术的过程 医生说完 所有专家精神一震 为首的神老更是快步走来 接过了手机 他把视频的进度条拉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当神老看到老人被打 然后又被豹哥一脚猛揣在胸口之时 忍不住破口大骂 现在的人 真的是无法无天 这一脚下去 这老板怎么扛得住 要是他的肺停止工作 这人不出五分钟就没了 就算拉到医院还能救活 可他缺氧只要超过两分钟 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缺氧导致脑死亡 救过来也只是植物人 神老气愤地说着 在他背后看视频的专家们 也是一份填膺 视频继续播放着 让所有人脸色难看的是 事情正如神老所说 那老板真的变得脸色铁青 在地上挣扎 那就是无法呼吸的表现形式 完了 这人没了 一个专家叹气道 他刚说完 另一个老专家就说道 没什么没 人不是好好地躺在病床上吗 听了这名老专家的话 那些叹气的专家也是幡然醒悟 对啊 这老板不是还活着 可面对这种情况 没有专业的设备 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哪怕是要他们面对这种情况 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啊 所有人带着这种好奇 目光炯炯地看向视频中的画面 画面中 苏晨打倒了那些混混 引得专家们一致叫好 随即 他们就看到苏晨不顾警察的警告 来到老板的身边 从给老板摆正体位开始 一系列的操作 熟练且准确地 完全不像一个年轻人 而像一个有多年从一经验的老医生 看得那群专家频频点头 可再然后 那群老专家们就看不懂了 画面中 苏晨先是用手指去按压 抚摸了老板的胸口 随即 他就直接稳稳落刀 没有丝毫多余动作 用匕首在老板胸口 开了一个口子 我 我的天 竟然是匕首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用这么大的韧口 只开出一厘米的口子 而且还没有伤到大血管的 这手太稳了 他一定上过手术台 听着一众专家叽叽喳喳的声音 沈老却没有开口 他只是在拉着视频的进度条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苏晨按压老人 胸口的那个手法 虽然他不懂苏晨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这个手绝对不是在乱按 他按的每一下 都是老板胸腔内器官的位置 他竟然仅凭着按压 就找到了最合适的落刀位置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 第188章 沈老反复观看了苏晨手术的视频 心中郁佳对这个年轻人 感到好奇和钦佩 当肺无法从气管进气 就利用吸管连通肺与外界 让血氧稳定在安全线以上 这种想法已经足够天才了 但是这名年轻人 还能把理论付诸于行动 把这个想法实现 这已经不是天才了 而是妖念 也就在这时 因为穿着警服的警官 也走进了病房内 警官对一众专家汉手问道 打扰各位专家们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位老人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了 听到警官的问话 沈老这才放下了手机 回答道 他的身体状况良好 生命体征稳定 等拔出他胸口的吸管 然后缝合伤口就没事了 警官闻言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露出了笑容 呼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沈老看着警官 突然轻松下来的表情 显得有些疑惑 那名警官显然也是 发现了沈老的疑惑 所以他苦笑了一声 解释道 让大家看笑话了 其实视频里 借匕首给那名青年的警察 是我招进警队的 是我徒弟 他这次的行为 实在太冒失了 虽然是好心 但是身为人民警察 这种举动太不应该了 所以 我已经让他停止检讨了 索性这名受害者 并没什么问题 不然就凭他 借出匕首的这个举动 下半辈子就毁了呀 警官一脸后怕 言语间又满是庆幸 听了警官的解释 沈老反而惊讶道 你把那名警察停止了 你糊涂啊 警官的笑容一致 猛逼道 糊涂 沈老 我怎么没听懂你的意思 沈老指着病床上的老板说道 视频我看了 病人的情况我也了解了 当时如果那名警察 不把匕首借出去 这位病人肯定坚持不到医院 你这警官做事也太守旧了 他的行为你 不仅不应该停他的职 你还要大大的褒奖才对呀 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不如自己的徒弟有魄力 沈老瞪了眼那名警官 摇头叹息 沈老因为外科专家的身份 和警察经常打交道 论辈分来说 这警官是要小沈老快两倍的 警官老脸一红 但是他下一秒终于意识到了 沈老话里的意思 惊恶地说道 沈老 你的意思是 这位老板能活下来 是因为那名年轻人做的手术 难道说 他做的那手术真的有用 可是我查过资料了 他完全没有学过医 并且目前的职业是音乐人 和这种外科手术 完全不搭改呀 沈老 您 会不会整错了 那名警官忍不住小声说道 错 你的意思 是在怀疑我的眼光 没有没有 警官连忙摆手道 沈老哼了一声 说道 我十岁学医 十八岁上手术台 三十五岁成为外科专家 至今有三十年了 以我的资历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快死了 还是做得到的 这位老板 当时确实是快不行了 就是因为那名小先生的手术 才得以活下来 所以 你徒弟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 病人的命也实实在在 是那小先生救过来的 虽然有点不敢想象 但是小先生的医术 真当时让我等汗颜啊 第189章 沈老说到这里 好奇地抬头问道 对了 那位救人的小先生呢 他现在在何处 警官闻言脸色一僵 说道 还 还在警局里 沈老一愣 问道 都这个点了 小先生怎么还在警局 警官善善一笑 弱弱地说道 我们担心老人出问题 如果老人出现问题 那他就脱不开责任 所以 我就先把人压在了警局里 什么 压在警局里 沈老勃然大怒 你们是怎么搞的 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位建议勇为 还救人性命的 有为青年 沈老怒气冲冲 看样子 如果没有外人在 这警官少说 也要被沈老敲脑袋 警官被骂得不敢还嘴 满头大汗地说道 是是是 我这就去通知局里 沈老听警官这么说 哼了一声 这才作罢 他想了想 接着对警官说道 对了 你待会帮我带一句话 问问小先生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好准备一下 登门拜访 警官文言 眼睛瞪大 一脸的不可思议 您登门拜访 这 这不太合适吧 沈老说道 有什么不合适的 于情 他帮我们救下了病人 于理 他的医术比我还高 我登门拜访 有何不妥 医术 比您还高 警官彻底呆滞 直到他走出病房的时候 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早上七点整 明媚的阳光 斜照进了警局的房间内 让苏晨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苏晨整整一夜没睡 可他并不是在担心自己 而是在担心 那位年迈的老板 虽然苏晨有信心 也确信自己的手术 已经救活了老板 但他不知道 老板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身体会不会有什么 不好的变化 毕竟这个年纪的人 有时候 老去只是一瞬间的事 这已经无关医术了 苏晨正想着 就看到一名警官 带着昨晚给两人 做笔录的警察 冲进了房间里 玻璃门的开关声 也惊醒了一旁 还趴在桌子上熟睡的韩江雪 他睡眼轻松地抬起头 就看到两名警察 站在了苏晨面前 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苏先生对不起 是我们错怪你了 两位警察洪亮的声音 和眼前这离奇的画面 让韩江雪 几乎是瞬间就清醒了 而苏晨看到两位警察的模样 也没有坐着 他连忙起身 扶起了他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冲我鞠躬 这是在折杀我呀 为首的那名警官 带着一抹愧疚和感激 对苏晨说道 苏先生 院方那边已经证实了 如果不是您的手术 那名老板 就不可能活下来 所以 不论是因为苏先生的救人之举 还是因为我们昨晚的行为 这义工都受得住 第190章 听了警官的话 苏晨没有在意其他 反而是松了一口气 老板人确定没事了 那就好那就好 苏晨说道 看着苏晨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 两名警察的脸色更加羞愧 这么年轻有为 还善良温柔的年轻人 我们为什么要怀疑他 我们真是该死啊 带着这种羞愧的心理 那名警官再次开口说道 苏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我听说苏先生是一位明星 苏晨笑了笑 白手说道 明星不至于 我只是一位音乐人 我是从行市过来的 这次来杀士 是为了参加一个选秀节目 选秀节目 警官略微四辆片刻 眼前突然一亮 他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可以感谢苏晨的所作所为 警官立马说道 鉴于苏先生 昨晚涌斗混混 治病救人的行为 我们警局可以发布微博通告 表彰苏先生的行为 另外 我们将会为苏先生颁发锦旗 以及五万元的奖金 把苏先生这次的行为 作为社会表率 苏晨正在参加选秀节目 如果有这么一则救人的通告 几乎分分钟 就能让他的热度翻几番 毕竟在娱乐圈里 这么富有正义感的人太少了 更别说苏晨还就下了一条人命 能文能武 还会治病救人 这种全能的明星 别人还怎么和他争出道 到时候大势所趋 甚至节目组都不敢不让苏晨出道 一般来说 警局是不会做出特意发通告 表彰一个人的行为的 如果要表彰 也只是在现实表彰罢了 警官的这番操作 不仅仅是对苏晨救人的表扬 也有一些因为昨晚的事 补偿苏晨的想法存在 苏晨听了警官的话 微微皱了一下眉 警官给出的奖励太丰厚了 丰厚到苏晨 以及都感觉到有些功力 他想了想 还是说道 这奖励太多了 本来这件事 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也应该我去解决 再者说 老板也是因为我才被打的 我本该出手救他 所以 其实这件事根本就不用奖励 所以说 谢谢你们的好意 但是我真的不能收 警官听了苏晨的话 顿时愣住了 在他的想象中 混迹娱乐圈的人 本就爱惜名声 他们不可能也没有理由 会去拒绝这个涨粉的好机会 这件事的诱惑太大了 但是 苏晨却拒绝了 而且苏晨的拒绝 并不是 为了一点面子的那种欲挙还迎 而是实实在在给出了 让警官无话可说的理由 他是真的不想要这些 苏晨的话 让警官更加羞愧 这样的有为青年 这样的社会动良 却硬生生被他们压在警局 压了一晚上 是真该死啊 苏晨这样的人 才应该是大众学习的榜样 才应该是真真正正受到 大众追捧的大明星 第191章 警官羞愧难当 慢慢的 他的心态 从想补偿苏晨 变成了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娱乐圈里 还有苏晨这样的人 苏先生 经过我们的调查 那四个混混找你们麻烦 完全没有理由 可能昨晚没有你们 还会有其他人遭受迫害 可是就是因为你的出手 帮那些平民百姓 找出了这四个社会的渣子 解除了这个隐患 更别说 如果没有你 老板可能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这就是你的功劳啊 警官对苏晨 情真意切地说着 一双眼眶都红了起来 如果连你这样的社会动良 都无法受到表彰 以后出了事 谁又会见义勇为 谁又敢救人呢 警官的话 让苏晨一时间 找不到拒绝的借口 苏晨叹了一口气 只能说到 行吧 但是我只能接受警棋 至于微博通告 和那五万块钱 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苏先生 这 警官文言还想开口 就被苏晨打断 警察叔说 你听我说 我不想占用公共资源 我的小事 哪里比得过国家大事 而且 这五万块钱对我来说 可能只是锦上添花 可如果这钱 拿去做慈善 或许能让好多 没学上的山区小朋友 有书读 可以让冬天 没衣服穿的老人小孩 多一些温暖 读读给我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们真的想给我 就替我捐给慈善机构吧 苏晨的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两名警察纷纷落泪 他们深刻意识到了 这名年轻人 内心装着大爱 对此 娱乐圈里的那些 争强粉丝和流量的小鲜肉 苏晨的想法 真的太伟大了 所以 警官也不再抢求苏晨接受 这种情况下再开口 他都认为 是对苏晨的侮辱 好 那我们就以苏先生的名字 把这笔钱 捐给慈善机构 警官擦了擦眼泪说道 苏晨点了点头 这才算露出了笑容 他说道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说实话 在这里待了一晚上 我是真的想好好睡一觉 苏晨的话 让两名警察闹了得大脸红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锦旗制作好以后 我们会送到苏先生 目前住的酒店里的 那实在太感谢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们就先回去了 苏晨说着 和两位警察握了握手 就领着寒浆雪 向着门外走去 可就在这时 那名警官仿佛想到了什么 赶忙开口叫住了苏晨 苏先生等等 我还有件事忘了说了 苏晨转过身 疑惑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 警官小跑来 解释道 是这样的 在把老板送去 沙氏人民医院以后 那边的外科专家 沈老看了你的手术过程 大为赞叹 他想专门拜访一下你 也想当面感谢一下 你救下一条人命 所以 托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苏晨听着警官 简单地说了一下 前因后果 哑然失效 这有什么好拜访的 沈老是外科专家 他在医院 能救好多人 我可不能耽误啊 而且我哪会什么医术 就是看的书多了点罢了 您就帮我和沈老说一声 说我有时间 一定会去拜会沈老先生的 可不能让他专门找我啊 苏晨说着 就摆了摆手 走出了警局 警官看着苏晨的背影 不由地感叹道 这才应该是国家的动量啊 第192章 苏晨和韩江雪 回到酒店后 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间休息去了 韩江雪 因为昨晚就睡了两三个小时 还是趴在警局的桌子上睡的 根本谈不上休息的多好 在他和苏晨走出警局 被清晨的凉风吹拂过后 韩江雪就感觉到头脑发猛 浑身难受 这种情况下 韩江雪只能选择回房间再睡一会 毕竟熬夜真的太伤身体了 而苏晨就更不用说 他是整整一晚都没睡过 哪怕他正直年轻 熬夜过后的烧心感 还是令他有些不适 简单的洗漱过后 苏晨就戴上眼罩 躺在了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可就在两人熟睡中 随着天色渐亮 人们恢复日常活动的时候 网络上悄然席卷起了一股 有关于苏晨的风暴 各大短视频 以及大众娱乐的应用和网站上 涌现了无数 关于苏晨昨晚打架斗殴 还有伤害老人的视频和消息 并且这些视频和消息 已经推出 就有成百上千的评论在下面控评 引导风向 我的天 这真的是苏晨啊 我看 明日之星 这个节目的时候 还因为他的才华和率真 挺喜欢他的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 知人知面不知心 节目就是给大众看的 谁知道有没有剧本 指不定苏晨就是资本家的敛财工具吧了 这不就现出原形了 看来繁星护于当时发布的声明 应该是真的 苏晨就是一个恶心的下头男 我真是蠢 还被他在节目里的发言给迷惑了 以为他是多么好的人呢 现在想想 真是又生气 又想哭 姐妹别哭 这不是你的错 是苏晨太会伪装了 你看那老人都倒在地上了 他还不顾警察的警告 非要去伤害他 这还是人吗 这分明是恶魔呀 这样猪狗不如的东西 凭什么还能出现在节目上 凭什么还想成为公众人物 苏晨如果不退赛 我们就集体给 名誉之星刷差评 对 苏晨必须退赛 还要把他关进监狱 徐芳源从会所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他一边和林燕燃吃着午饭 一边看着那些评论 笑得嘴都合不拢 哥哥了 燕燃你快看 这个水军的文案很有意思吗 到时候我去问问 这条是谁发的 我要多奖励他两块钱 徐芳源说着 就把手机递给了林燕燃 没错 这突然爆发出现的 关于苏晨的无数黑料 都是徐芳源受益繁星 呼吁这么做的 徐芳源在繁星扎根多年 人脉网络实在是太发达了 在徐芳源培养出了林燕燃以后 公司的董事会 甚至给了徐芳源一些干股 虽然这干股的比例 可以说微乎其微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徐芳源和那群为资本家 打工的人的性质 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是在为自己打工 一旁 林燕燃接过了徐芳源的手机 看着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 他不断翻着评论区里 那些声讨苏晨的言论 却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开心 他难以置信苏晨会是这样的人 大家都还伤害老人 从林燕燃和苏晨以往的相处来看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第193章 林燕燃咬了咬嘴唇 对徐芳源说道 袁姐 这个视频确定是真实的吗 苏晨他 他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啊 看着林燕燃复杂的神色 徐芳源的笑容一僵 有些气恼的说道 怎么就不可能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苏晨就是一个人渣 是社会的蛀虫 现在事实都摆在你眼前了 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 去相信这样的渣子吗 林燕燃 你应该看清了 听了徐芳源的话 林燕燃也在自我怀疑 他难道真的还爱着苏晨吗 苏晨落魄时 他逃离 苏晨起誓时 他后悔 苏晨仍仍喊打时 他却想为苏晨辩解 林燕燃太矛盾了 徐芳源看着林燕燃迷茫的眼神 心中一灵 深知这是把苏晨 从林燕燃心里 跟出的好机会 徐芳源说道 燕燃 你别多想 你对苏晨的这个感觉 并不是爱 而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下意识的一种行为 下意识的行为 林燕燃抬起头 满是困惑的眼神 让徐芳源不免有些心疼 他紧接着说道 没错 谁都不想自己的前男友 是这样的人渣 你这种由内而外的行为 并不是喜欢和维护他 你只是在保护自己 不相信这种人渣 会是自己前男友罢了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 潜意识的行为 所以 为了保护好你自己 你更应该远离苏晨啊 再者说 我可是听说 苏晨昨晚大打出手 是为了一个女孩 则则 徐芳源循循善善诱 让林燕燃迷茫的眼神 逐渐清明起来 他看着徐芳源 眼里单纯的光芒 又减了一分 袁姐 你说的是对的 苏晨这种人 真的需要一波挫折 去好好打击一下他 才能让他变好 希望这次的事 能让苏晨回归本心 回归普通人的日子 好好地生活 不要再想一些 遥不可及的东西了 看着林燕燃的模样 徐芳源内心大喜 他培养了林燕燃这么久 这人总算有些长进了 单纯有什么用 混娱乐圈 靠的是野心和手腕 只有想要的越多 能舍弃的越多 才能收获得越多 就是有些可惜 这妮子对陪酒 还是很抵触 得想个办法帮帮他才行 那些老板已经等不及 要吃他们 培养了这么久的 这朵小白花了 放心吧 这次苏晨一定会 回归普通人的生活的 他这种违法行为 已经触及社会底线了 没有人会再支持 这样的一个人的 况且 就算那些无知的 平民百姓 还愿意支持他 他也没法 在娱乐圈混了 看着徐方圆阴险的笑容 林燕然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上面明文规定 猎记一人 是不能存在于 大众视野里的 徐方圆用着 仿佛恶魔的口吻说道 燕然 你放心吧 从今往后 你的路 就是一片坦途 通天大道了 第194章 通天大道 林燕然正正地 说着这四个字 眼神里的光 逐渐被野心所充斥 看着林燕然的神色 徐方圆趁热打铁 抛出了美味的诱饵 我这边已经得到 确切的消息 万大已经准备 和繁星互于深度合作 而你作为繁星 现如今的当红头牌 合作主推的艺人 可就是你 燕然 你不是一直想尝试 拍电影吗 现在机会来了 徐方圆凑到林燕然的耳边 说道 林燕然不止耳朵 被吹得痒痒的 连心也被吹得痒痒的 她的眼里 闪过一抹亮光 激动地说道 真的吗 我也能拍电影了 徐方圆带着莫名的笑容 给了林燕然 一个肯定的回答 没错 而且不是那种网大 试院线 只要拍好 万大就会全渠道 大力推广 当时候你的人气和咖位 一定能暴涨一劫 足够和那些老一线 平起平坐 听了徐方圆的话 林燕然激动到呼吸急促 满脸潮红 能和那些自己曾经 只能在电视机里看到 只能暗暗羡慕的明星大咖们 平起平坐 这是林燕然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这也是林燕然的梦想之一 是她根本就拒绝不了的事 林燕然畅想着未来 畅想自己在红毯上 在聚光灯下被万众瞩目 被明星簇拥着的画面 可就在这时 徐方圆又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 出声打断了林燕然的想如飞飞 但是呢 万大那边可能还有些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能做到 我一定做 林燕然立马说到 徐方圆看着林燕然眼神里的急迫 内心不免笑了笑 这个小白兔还是上钩了 是这样的 这几天 万达那边一直帮你铺路的经理 一直在我面前念叨你 他很是关心你现在的状态 也曾多次邀请你去吃饭 可前几次我询问过你的意思 后面也都替你拒绝了 经理也表示理解 依旧为你忙前忙后的 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快成了 他实在是想和你见一面 请你吃顿饭 这 我实在不好拒绝 徐方圆的话 让林燕然的脸上 浮现了一抹挣扎的神色 林燕然虽然不是什么人精 但是请客吃饭这个背后的含义 他可太懂了 和他一个公司的那些女艺人们 就经常被公司安排出去 和某某公司的高层吃饭 吃着吃着 就是携手进入酒店 基本都是一夜不归 但是往往这样的女艺人 在公司里爬得就特别快 资源也特别多 原本他还不懂 自从有次和他们聊天才得知 所谓的吃饭 就是去给那些老板们当三赔 但是付出越多 收获越大 如果不是苏晨给自己写了几首歌 繁星的当红头牌 可轮不到他来当呢 一旁的徐方圆 看到林燕然脸上的挣扎 立马接着说道 当然 你别想多 这次就是单纯的吃个饭 没有其他的内容 你被苏晨拖累了几年 正好也可以趁着现在认识一下优秀的男人 不是吗 徐方圆的声音不断地撩拨着林燕然的内心 让他最后的心理防线也被突破了 林燕然抬起头 看向徐方圆的眼睛说道 真的就只是吃个饭吗 徐方圆感受到林燕然真挚的目光 脸色不改地笑着说道 当然啊 死丫头你在想什么呢 林燕然翘脸一红 立马低下了头去 大概过了两三秒 他才怯懦地说道 那 那好吧 第195章 徐方圆大喜过望 当即笑着说道 哥哥咯 那行 我看看你的通告 正好你今晚有空诶 那我就定今晚了 嗯 林燕然点了点头 就低着头自顾自地吃饭了 徐方圆看着他 眼睛里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 没有一个单纯的人可以存活 摆在林燕然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昙花一现 黯然退场 另一条则是放下一切 永攀高峰 成为巅峰上最小撮的那些人 显然 林燕然在这段时间经过徐方圆的开导后 选择的是后者 哼哼 这个傻丫头不会真的就以为是吃吃饭吧 徐方圆相信 只要林燕然看到那些利益 总是会选择放下身段的 一来二去 指不定他还会乐在其中 好好享受呢 那袁姐就先助你进军演艺圈了 徐方圆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 睡了才五六个小时的苏晨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他揭开眼罩拿起手机 发现来电人竟然是王四聪 这话劳富二代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苏晨想起那些天和王四聪度过的欢乐时光 笑着接起了电话 喂 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万大的家业继承不下去 又想来混娱乐圈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和我开玩笑 王四聪的话里隐隐透着一抹焦急 让苏晨摸不着头脑 还没等苏晨开口 王四聪紧接着就问道 你现在在干嘛 睡觉啊 不是 晨哥 都这样了 你还睡得着 苏晨猛逼道 我昨晚通宵了 不管怎么样 我也得先休息啊 而且 你说的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王四聪支支吾吾的 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 反正你现在看看微博热搜就知道了 行 苏晨说完 也没有挂电话 就点开了微博 翻看起了热搜榜单 入眼的第一条 就是一个叫风沙猎记艺人苏晨的微博热搜 看到这个 苏晨愣了愣 随即哑然失效 徐放元的动作还挺快啊 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这个啊 苏晨说道 听着电话那头苏晨无所谓的声音 王四聪都震惊了 陈哥 你都被打上猎记艺人的标签了 你都不慌的吗 有什么好慌的 他们造他们的谣 我睡我的觉 我深正不怕影子邪啊 而且 该慌的应该是他们才对 毕竟 造谣是要成本的呀 第196章 电话那头 王四聪听了苏晨的话 明显一愣 造谣 陈哥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昨晚没有打架斗哦 也没有被警察抓走 王四聪连忙追问道 苏晨笑着回答道 当然没有啊 这一下 王四聪就更加猛逼了 他在电话那头 沉默了好久才开口 但是那个视频也太清晰了 视频里的人 不论是外貌还是语气 都和你一模一样 难道说 这年头的AI换脸 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王四聪宁愿相信 视频是AI换脸 也不相信 苏晨真的会做出这种事 苏晨虽然有些好笑的 觉得他脑子不好使 但是内心依旧被 王四聪的这种信任所打动 毕竟在娱乐圈里 最难得的 就是相互的信任 所以 苏晨就简单地 把昨晚发生的一切 告诉给了王四聪 而王四聪听完后 更是忍不住叫骂起来 卧槽 我诚哥明明是受害者 他们说 你是打架斗 明明诚哥是在治病救人 他们却说 你是在伤害一个 手无寸铁的老人 造谣的人说这些也就罢了 那群没脑子的网友 怎么也相信 这也太离谱了吧 王四聪碎碎念地骂着 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也是 被那些造谣视频引导 属于他口中 没脑子的网友的其中之一 这其实不怪这群网友 不能明辨是非 实在是狗仔剪出的视频太真了 真到引起了天怒人怨 网上的戾气 本来就比现实重百倍 再加上这样一个视频 苏晨感觉这几天他出门 都得小心一点了 诚哥你放心 我们公司的法务部 还是有水平的 我这就去收集证据 把造谣你的人全给告进去 采缝刃机 王四聪脾气上来 他越想越气 越说越难受 当即就要挂断电话 给苏晨找公道 然而他还没动手 就被苏晨制止 拦了下来 不着急 我被冤枉肯定是有幕后的人在推动 而且我也想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在巴不得我死 再等等 让我再看看 好像还有很多人 还没来得及为正义发声呢 苏晨的声音 也让王四聪冷静了下来 他听出了 苏晨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就没有再强求 只是说道 那行吧 但是有什么事 诚哥一定得告诉我啊 我最近才开始接手万打 忙得有点焦头烂额的 但是只要诚哥开口 万打将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苏晨笑骂着说道 你可别乱来了 别人都说 富不过三代 你这不靠谱的样子 我都替你爹担心 嗨嗨 诚哥放心 万打家大业大 我感觉光靠我是败不光的 王四聪大笑着说道 你可真是 你爹的好大啊 两个人聊了一会 苏晨就挂断了电话 他本想再躺回去睡一会的 但是经过王四聪这火宝的一顿聊 苏晨完全没有了睡意 苏晨也只能长叹了一口气 穿衣起床洗漱了 他准备下楼去吃个早饭加午饭 可当门一打开 就看到寒江雪顶着一对熊猫眼 正站在他房间的门口 并且抬手准备敲门 第197章 苏晨 苏晨说道 韩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休息 还休息出熊猫眼了 韩江雪面无表情 直接顶着苏晨走进了房间 抬脚关上了酒店房间的门 他这才说道 你让我怎么休息 我回酒店准备刷手机 酝酿一下睡意 结果整个网络上 全是有关于你的负面消息 我就和网友们说事实讲真相 结果他们什么也不听 就说我是你的舔狗 哎呀 把我气个半死 韩江雪一阵抓狂 苏晨看得既心疼又好笑 所以 你就在微博高强度兑现 对到现在 那也不是 就是对了一两个小时而已 韩江雪说道 而且 我本来胜券在握了 但是不知道为何 网上突然出现了 昨晚我拍摄的视频 还是恶意剪辑过的 那群人都要被我说通了 结果他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我军 一败涂地 韩江雪哭丧着脸说道 接着 他就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苏晨 苏晨眼观鼻鼻观心 当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韩江雪心里并没有多少生气 他只是有点不爽 自己都要兑现成功了 结果突然发生这种事 让他感觉自己先前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因为韩江雪知道 目前有这段视频的人 只可能是景局和苏晨 而景局不可能会把公民的信息 这么直白地公布在网络上 更别说 视频还经过恶意剪辑过了 苏晨和景局 可扯不上什么仇怨 所以 这段视频 只可能是苏晨发出去的 而且 当韩江雪意识到 视频是他的以后 也就大致明白了 苏晨的想法 苏晨在钓鱼 用自己的名声钓大鱼 但是韩江雪还是不开心 因为苏晨做这种大事的时候 根本都不和他讲 韩江雪瞥了一眼苏晨 故作生气地说道 别装了 我又不是傻子 视频是你发出去的吧 不是 苏晨立马摇头 那你的意思是说 视频是景局的人发出去的 如果是这样 我现在可就去警局找他们要个说法了 听了韩江雪的话 苏晨知道自己再狡辩也没有意义了 苏晨拦下了韩江雪 无奈说道 是我发的 我发给狗仔 让他帮我剪辑过后发给徐方元的 听到苏晨承认 韩江雪咬了咬嘴唇 问道 这种事 你为什么不是先告诉我 你一个人去对抗一个娱乐公司 这得多累多难 你和我说 我好歹也能帮帮你啊 苏晨看着韩江雪起雾的双眼 突然出手 把他抱在了怀里 我知道你心疼我 但是这件事 是我和徐方元之间的事 我要像男人一样 靠自己去扳倒他 而且 你也说了 对方是一整个娱乐公司 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 而受到伤害 哪怕是舆论伤害 苏晨怀里 韩江雪郊区青颤 第198章 韩江雪抬起头 翘脸上带着些许静音的泪滴 他颤声说道 我不想你被说 我一闭上眼睛 就会想起那些网友黑你的言论 根本睡不着 我担心 你看到那些心情也会不好 所以 所以我就下来找你了 听着韩江雪的话 苏晨顿觉心疼 两辈子夹起来 还没有那个人因为心疼他而哭的 连林嫣然都没有过 韩江雪是第一个 你知道吗 现在抖音 快手 微博 甚至 甚至 就连企鹅看点上 都是你的黑料 我 韩江雪说到一半就 没有再开口 因为 他突然感觉到了苏晨双手的用力 抱着他 都让他感觉有些喘不过气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韩江雪对上了苏晨的毛子 两个人都有些动情 苏晨 韩江雪感觉到了苏晨的脸逐渐贴近 他翘脸微红 睫毛颤抖 渐渐闭上了眼睛 苏晨看着韩江雪这副任君彩节的模样 哪里还想那么多 苏晨心意狠 直接就要吻了下去 可就在苏晨即将要品尝到 韩江雪那水润的珠唇之时 他那该死的手机铃声再度响了起来 000 000 000 安静的室内突然响起的铃声 让韩江雪浑身一颤 他如同受惊的小猫一样 赶忙从苏晨的怀里钻了出来 韩江雪的耳根子都红透了 看着苏晨有些不知所措 天哪 我刚才到底在干什么 刚才苏晨是想吻我吗 可是他还没对我表白啊 但是 但是 我连我的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想要靠近他 这难道就是喜欢一个人的冲动表现吗 这一瞬间 韩江雪脑子里思绪万千 耳边的铃声却不觉如履 现在那种暧昧的氛围被打破 苏晨也不知道是应该接这个电话 还是把这个电话给挂了 继续刚才未完成的事 当然 苏晨可能更想的是 直接把这个破手机给砸了 天天话也的好事 你 你要不还是先接电话吧 可能有人有急事找你呢 韩江雪小声地说道 而且 我 我突然感觉又有点困了 就先不打扰你了 说着 韩江雪就像小兔子一样 仓皇地开门逃出了房间 苏晨看着人去楼空的酒店房间 微微叹了口气 煮熟的鸭子 这都还能飞了呀 苏晨感慨完 就接起了电话 发现打进来的是一个陌生号码 苏晨疑问道 喂 喂 是苏晨选手吗 听着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 苏晨愣了愣 随即认出是 名誉之星总导演吴通 是的 吴通导演找我有什么事 苏晨不卑不亢地问道 其实吴通现在找苏晨 无非就是因为苏晨昨晚的黑料 苏晨能预料到 他应该是找自己退赛的 苏晨啊 你应该也知道我找你是什么事 我也不和你兜圈子 因为你现在网上的风评 节目组这边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第199章 所以呢 我想问问 你昨晚是不是真的做了违法违纪的事情 你要明白 如果你做了 还出现在节目上 整个节目都有可能面临封禁的局面 吴通没有苏晨想的那样咄咄逼人 反而耐心地在询问他 这让苏晨是有点没有想到的 面对这个问题 苏晨也很直白地说道 没有 网上的黑料都是有心人故意放出去的 这样啊 吴通听了苏晨的回答 心里也有些纠结 今天一早 他其实就收到消息 说 网上出现了大批苏晨的黑料 结果到中午 连整个事件的视频 在网上都随处可见了 以吴通以往的性格 这种违纪违法的艺人 他是必然让其退赛的 可就在刚刚 封上传媒的高层就传达下了命令 说是必须让苏晨继续参赛 可吴通哪肯啊 这可是他这几年来 做出的唯一一部爆款综艺 他就等着靠名誉之星 抬高自己的业内地位呢 如果苏晨真的违法了 那么他这种死保的行为 无疑会让 明日之星 成为陪葬品 就算苏晨没有违法 以他现在的口碑 也会让节目受到那些 键盘侠的恶意差评 一样会让 明日之星的热度 大打折扣 甚至有很大可能 直接就凉了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去向封上传媒的上面 反映这件事 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只有一句话 事情会有反转 从这里 无通也彻底意识到 苏晨在封上传媒内 一定有大背景 所以 无通也只能提心吊胆地 给苏晨打了这通电话 行 我知道了 但是 以你现在在网络上的 风评和口碑 下次的比赛 我只能把你放到 最后一个出场了 希望你能理解一下 苏晨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在苏晨的想象中 无通不可能有 还让自己参赛的理由 这根本就说不通 原本苏晨还想给无通 看整件事的完整视频 才能和无通解释 可他没想到 无通连视频都不用看 只是问了他一句 就依旧让他参赛 这根本就不科学 苏晨可不相信 无通会这么信任他 从上节目以来 苏晨就明白 这个人是为节目论的 只要能让节目 再上一个台阶 他可以去捧任何一个人 原本苏晨和繁星的是反转了 他这么帮自己 还有迹可循 但是苏晨现在黑料加深 甚至是违法乱记的黑料 无通还是帮他 这就让人不理解了 如果他真的犯了事 明日之星 有很大可能就停播了 这可是在顶峰作案 用劣迹一人啊 苏晨隐隐觉得 是上面有人在帮他 但是 他根本不认识这样的人啊 苏晨带着满脑子的疑惑 暂且对无通说道 可以的导演 让导演费心了 嗯 那我就先挂了 你好好备赛 加油 无通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其实他根本不信苏晨没犯事 毕竟视频都出来了 还有什么会是假的 所以 他只是相信 风尚传媒的手段 现在明日之星这么火 董事会的那群人 肯定不愿意见到 这个节目凉了的 则则 苏晨真是好运气 饭试了都有人保啊 第二百章 一日 苏晨的黑料 发酵了一天 几乎所有玩微博的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 一时间 这个号称女厕所的地方 被苏晨搅得风起云涌 一群小仙女 打着轻角 猎迹一人的旗号 疯狂地排查着 目前市面上的当红男星 但凡他们有一点问题 就会被无限放大 进而被小仙女们 爆破微薄 不只是苏晨 越来越多男明星的黑料 都被挖了出来 给吃瓜群众们 上了一桌饕餐盛宴 当然 苏晨并没有关注这些 毕竟他不是什么受虐狂 在明知道网络上 对他都是乌言晦语的情况下 自然不会去看这些 苏晨打算等今天 晚上的节目过后 就和徐方元做个清算 只要被举报 做实传播谣言 和对苏晨的污蔑 繁星护鱼 就逃不过上面的审查 作为一家 有自己的狗仔 和水军的娱乐公司 又怎么经得起茶呢 所以 结果就是 轻则停业十天半个月 重则整顿个半年 这还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 他们在大众眼里的形象 会一落千丈 包括这家娱乐公司下面的艺人 其实 以苏晨现在掌握的证据来说 也足够繁星护鱼 和徐方元喝一壶了 但是 今晚就是 名誉之星 十六进八的比赛 也是严密战队 和郑华语战队之间 四V四的比赛 苏晨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处理这件事 而且 苏晨也需要一个平台自证清白 今晚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 一切也只能等今晚 过去再说了 与此同时 某个高档酒店的包房内 郑华语躺在床上刷着手机 看着微博里那些骂苏晨的话 高兴得哈哈大笑 哈哈 苏晨这个蠢货 我还在想 怎么对他下手呢 他自己就露出了这么大的破绽 自从那次节目播出事故后 郑华语的粉丝 几乎掉了一半多 让他根本就不敢看 网络上的那些疯年疯语 可是经过苏晨昨晚的黑料事件以后 郑华语的节目事故 反而被苏晨的黑料压了下来 没有人在讨论郑华语的事 反而有些郑华语的脑残粉 居然开始给郑华语频繁 甚至效果还不错 连郑华语原本掉了一半的微博粉丝 都重新涨了回去 而且趁着这波热度 粉丝数量甚至还超越了当时 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他们说郑华语这么针对苏晨 都是因为他发现了 苏晨那里就是一个人渣 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所以郑华语只能与世界为敌 下场去除魔味道 这么离谱的说法 竟然还被大众接受了 那些曾经站在苏晨身边 辱骂郑华语的那群人 纷纷来给郑华语道歉 原来华语是这么的深名大义 是我被苏晨那个人渣给蒙蔽了双眼 这次特意来给华语哥道歉 希望华语能够原谅我 华语那么善解人意 那么温柔体贴 不像苏晨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渣 肯定会原谅你的 华语哥 对不起 是我们错怪你了 华语哥哥 我还能回来成为你的粉丝吗 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啊 郑华语看着他微博里的那些道歉评论 内心爽到非切 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是因为什么去针对苏晨的 满脑子都是自己做的是对的 自己是为了替大众消除这样的人渣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自欺欺人的最高境界吧 就在郑华语一条一条地刷着评论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接到了徐方元的来电 第201章 郑华语挑了挑眉 接起电话说道 喂 原姐 有什么事 话语啊 你应该看到网上现在的情况了吧 电话那头传来徐方元轻快的声音 哈哈 你是说苏晨的吗 肯定看到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郑华语的笑得很是舒心 就听徐方元继续说道 我这边收到消息 节目组那边抗下了巨大的压力 居然这样都没有让苏晨退赛 郑华语文言也皱了皱眉 这都没有让苏晨退赛 梧桐怎么想的 这节目是不想做了吗 徐方元说道 据我在梧桐身边工作的那朋友说 苏晨好像勾搭上了风上传媒的高层 那位可能想死保苏晨 哼哼 但是这种情况还要死保 我只能说 那位大佬也不是什么有脑子的人物 徐方元冷冷一笑 言语间锋芒毕露 所以 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在这个火上再浇一把油 当然 你放心 我这边答应你的那些条件 肯定 徐方元话都没说完 就被郑华语打断道 袁姐 不用你说 我也会弄死苏晨的 他这种人还在娱乐圈活动 就是对我最大的挑衅 听了郑华语的话 徐方元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他没想到郑华语都不需要利益交换 就要去整苏晨 这人不会是个傻子吧 不过 徐方元秉承着能省则省的原则 也乐于见到这个场面 既然这样 那苏晨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需要话与你 帮我让他在这次的节目里 晋级失败 这应该很简单 毕竟以苏晨现在的口碑 观众是不可能给苏晨分的 只要苏晨在这个节目里晋级失败 想必他身后的风上传媒的人也不会死磕他这个烂股票 肯定会选择放弃他的 到那时候 苏晨就没有了一切能进娱乐圈的机会 我们的目的也都能达成了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徐方元的话 郑华语的脸上也是闪过一抹争鸣的笑容 放心吧 袁姐 以苏晨现在这种境地 我让他晋级失败 简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今晚的节目直播 我要让苏晨彻底身败名裂 说着 两个人简单地沟通后就挂断了电话 郑华语也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要化一个美美的妆 穿上自己最爱的衣服 看苏晨最绝望的眼神 今晚 就是郑华语的复仇之夜 而另一边 孟小天也因为苏晨的黑料涨了一波热度 现在好像所有此前针对过苏晨的人 都得到了所有人的好感 孟小天也收到了郑华语传来的消息 关于今晚比赛的内容 孟小天不以为意 这种苏晨必死的局面 提前作弊都是在侮辱自己 这他拿什么说 第202章 伴随着夜幕降临 苏晨也坐上了酒店门口 去往乡省电视台大楼的大巴 没有了王四聪那个活宝以后 苏晨这几趟大巴做的 可以说是索然无味 尤其是今天这趟 苏晨一上车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些参赛选手 用着异样的眼光看着苏晨 眼里满是讥讽 嘲弄 还有厌恶 甚至有些胆子小的人 都不敢看苏晨 害怕地往靠向大巴车窗的位置躲了躲 他们生怕招惹到了苏晨 会让苏晨像打四个混混那样 也打他们一顿 对此 苏晨不做理会 只是选择了一个空着的双人座 开始闭目养神 另一边 身在魔度的林燕燃也打扮一番 化了一个淡妆 穿着纯白色的裙子 显得极为清纯 身旁 徐方元打量了一番林燕燃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万打的那位风经理 就好这口清纯的女孩 燕燃这一身绝对能把她拿下 燕燃啊 重要的是 我再和你说一遍 对方是万打 负责渠道推广这方面的总经理 名字叫风世祥 风经理今年35岁 未婚 经济实力肯定是无庸置疑的 主要还是对方在圈内的地位和资源 如果你能飞到风经理的支持 后面的道路我也能省下好多心思了 燕燃 你要好好把握这 徐方元还没说完 后面的话就被林燕燃打断了 元姐 都说了我只是去吃个饭 怎么被你说的像相亲一样 林燕燃娇羞着说道 徐方元说道 哎呀 这男未婚女未嫁的 怎么就不能考虑一下 而且 这位年少有为的风经理 可是很喜欢你的 看着林燕燃 郁家的脸红 徐方元倒也没有选择步步紧逼 当然了 这肯定是看你自己的想法的 元姐又不能逼你 是不是 可以适当地去认识一下 你在苏晨那个人渣身边 一直被他扑啊 连一个优秀男人都不认识 指不定你见到风经理的时候 会有心动的感觉呢 再也不济 和成功人士做做朋友 拓展一下自己的社交圈 也是好的吗 徐方元寻寻善诱 林燕燃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徐方元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他拿起来一看 是一条微信消息 徐方元看了一眼 就立马对林燕燃说道 你看 风经理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你快下去吧 别让人等急了 林燕燃点了点头 就戴着口罩和墨镜下楼了 林燕燃现在住的地方 是繁星呼吁特意租一下的 在黄浦江边的一套高档小区 虽然小区没有汤城一品 那么上档次 但也着实不差 小区是人车分流的 林燕燃直接乘坐电梯 到了地下停车库 走出门就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8L 就停在眼前 车里的人见到林燕燃出门 也是立马从驾驶位上开门下车 那是一个一副成功人式的打扮 长得有点小帅的男人 林燕燃看对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 大富翩翩的油腻感 心中也忍不住松了口气 封士祥走到了林燕燃身边 礼貌的开口 你好林小姐 久仰大名 第一次得见 真的让我太激动了 封士祥礼貌又不失热情的笑容和话语 让林燕燃放下了戒备 林燕燃也笑着说道 你好 让封经理久等了 没有没有 我也是刚到没多久 要不 我们先上车再聊 好啊 林燕燃点了点头 随即 封士祥就深识地给林燕燃 拉开了副驾的车门 然后自己再坐会了驾驶位 第203章 封士祥隐晦地看了眼林燕燃光洁的小腿 还有那绝美的侧脸 嘴角勾起了一抹浅浅的弧度 她对林燕燃说道 我们这次不算什么商务局 就是朋友间吃个饭 所以我也没定那种商务常去的地方 主要是我听袁姐说 你不喜欢吃法餐日料一类的 所以我就订了一家口碑 还不错的这菜馆 林燕燃听到封士祥的话 眼睛一亮 真的吗 我来磨都这么些天了 一直在谈合作 吃的基本都是那些 都快吃腻了 封士祥笑了笑说道 看来我没猜错 那我就不勾你的蝉虫了 出发 一路上 封士祥和林燕燃有说有笑的 相谈甚欢 林燕燃对封士祥好感不错 心中也是觉得 徐方元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至少封士祥比苏晨有绅士风度 也更成功 因为吃饭的地方也是在黄浦江边的一个私房菜馆 所以两个人没一会就到了 封士祥考虑到林燕燃的身份 还很贴心地订了一个包厢 两人一到 饭菜迅速上齐 两人边吃边聊 有说有笑 与此同时 明玉之星这一期的节目直播也马上开始 所有人最后检查一下设备 确定每一个摄像的机位 最后检查芒果视频的直播通讯是否流畅稳定 好 各部门注意 现在开始倒计时 十 九 三 二 一 开始 擦 随着导演无痛的声音落下 漆黑一片的舞台又一次被大灯照亮 刘绍正站在舞台的最中央 开始对一个正在绕着他运动的镜头 熟练地做起了口波 正宗好凉茶 璀璨明玉星 欢迎大家收看由凉茶领导品牌多多宝 为您冠名的多多宝凉茶 明玉之星 喝大猎 天大猎 娃黑黑大力精神保健品为明玉之星 加油 本届明玉之星所有参赛选手当中 四位导师最得意的门声将踏上娃黑黑大力音乐梦想之旅 一阵飞快的口波过后 四位导师也被刘绍请上了导师席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是令人激动的十六进八的淘汰赛 首先进行对战的两队 分别是郑华于导师的战队和严密导师的战队 让我为大家先介绍一下这八位选手 他们分别是郑华于导师战队的孟小天 以及严密战队仅剩的独苗 苏晨选手 观众席上 刘绍眉眉眉喊到一个选手的名字 观众席都会传来欢呼 唯独到了苏晨 全场一片寂静 第204章 经过了短暂的寂静之后 观众席更是爆发出了猛烈的吵闹声 为什么苏晨这种人渣还能继续比赛 我不同意 对啊 苏晨这种劣迹艺人还能继续比赛 这是对所有选手和观众的不尊重 节目组这是在明目张胆的死保苏晨了是吧 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真是沆瀣一气 如果苏晨不退赛 我对名誉之星就是一声黑 苏晨 退赛 苏晨 退赛 苏晨 退赛 刘少紧紧爆出了苏晨的名字 观众席就闹腾成了这样子 刘少根本难以想象 如果让苏晨本人上台 这群观众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恐怕那时候的场面 会比郑华语上一期结尾还要难堪 刘少现在人都是猛的 以前里面见不到一场这种节目事故 结果到了明誉之星 这种事情就像吃饭喝水那么频繁 眼见这种情况 刘少赶紧反馈给了身处于后台的导演吴通 导演 现在现场群情激愤 基本每个人都在抵制苏晨 我们还要让苏晨上台吗 我担心 苏晨选手如果上台 我这里不一定控制得住现场的情况 刘少没有把话说完 但是想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不建议苏晨还继续参赛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 不仅不利于节目组的口碑 而且对苏晨选手来说也不安全 然而 就在刘少信誓旦旦地认为 吴通导演会让苏晨退赛的时候 吴通导演却没有这么做 苏晨必须上台 把他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 至于现场的情况 这是你应该要做的事 而不是把问题抛给我 你懂了吗 吴通话里的不容拒绝 是刘少未曾预料到的 但是导演都这么开口了 身为主持人也只能这么去做 好的 刘少此刻也觉得 苏晨可能和吴通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否则吴通不可能 做这种风险这么大的事 或许 也可能不是吴通 是吴通上面的人 当然 这等人物 就不是刘少一个小小的主持人 能随意揣测的了 此时此刻 给刘少下达完命令的吴通 正在后台 看着节目直播在线人数的涨幅 他没想到 节目都已经进行了三四期了 这一期的在线观看人数 甚至比上一期的人 还要多百分之三十 按理来说 一个节目观看人数最多的 只会是第一期 后面随着一些观众的喜好 或者是节目期待感的缺失 这个观看人数 会随着期数逐步下降 但是 《名誉之子》并不是这样 随着苏晨话题热度的提升 以及节目组总是出现的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导致《名誉之子》 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这也间接促成了如今的盛况 这一期比上一期多处的这些观众 绝大部分应该都是来看苏晨的 这个苏晨选手 真是每次都能带给我新的惊讶啊 吴通感慨地说着 身后的助理却有些不解 导演 苏晨这种劣迹艺人 还能出现在舞台上 会不会有风险 第205章 上面已经有明文规定 不允许劣迹艺人 以任何形式出现在舞台之上 虽说是富贵显中求 但是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把《名誉之心》给搞砸了 助理说着 面露单心之色 吴通听完 却只是回头瞥了他一眼 说道 不管苏晨是否是劣迹艺人 那也得等他被施锤了才行 我说的施锤 是警方通报 而不是一段视频 既然到现在通报都没出来 我又为什么不能用这个人 哪怕之后出了通报 我再让苏晨退赛也不迟 对于《名誉之心》来说 影响不大 吴通看着后台数据的涨幅 美滋滋地说着 再者说 天塌了 还有个高的顶着呢 我们背后可是相省电视台 上面让我继续 我就继续呗 反正出了问题 也是他们先着急 倒是你 是有些皇帝不急太见急的样子了 听了吴通的话 助理尴尬地笑了笑 不过他倒是从吴通的话里 得到了一个信息 苏晨背后有大人物站台 吴通还有一些话没有说 其实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 苏晨曾来找过他 并且给他看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苏晨打架斗殴的完整视频 视频画面所展现出的故事 不能说和网络上疯传的那些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作为业内知名的导演 吴通一眼就看出了 网上流传的视频 是苏晨给的这个视频的剪辑版 只不过 版制剪辑得非常完美 完美到把他也骗过了 不过 当吴通看到了完整的视频后 他立马就知道了 苏晨想要做什么 苏晨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要在节目组上自证清白 恍惚间 吴通仿佛看到了 无数热度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这种巨大的反转 如果出现在了明日之星上 绝对能让这个已经爆了的节目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所以 吴通也是给了苏晨一露绿灯 拍着胸脯说 要给苏晨保驾护航 而且通过这次的事 吴通也发觉了苏晨的不一般 如此从容冷静地面对黑料 甚至想着来节目证明自己 只能说 徐芳源这次真的惹错了人 苏晨可不是什么小白兔啊 与此同时 刘少在得到了 吴通确切的回复以后 就开始引导现场的观众 恢复秩序 不得不说 刘少名不虚传 他很快就把观众的注意力 从苏晨的身上 转移到了接下去的比赛之上 本期比赛沿用上一期的赛制 依旧是双命题比赛 大家请看大屏幕 本期的命题就在轮盘之上 刘少说着 舞台中间的大屏幕上 很快就出现了两个转盘 一个转盘被分为了五等分的扇形 每一个扇形上面都写着字 分别是摇滚 民谣 流行 情歌 还有正能量 另一个装盘也被分成了五等分 上面写着答案 天堂 阳台 猫 以及床 第206章 其实第一个轮盘的命题 有很多是重叠的 比如 苦情歌可以是流行的分类 又或者是正能量的摇滚歌曲 所有选手都期待 导师可以转到分类更大的命题 好的 想必大家现在也看到了 本次十六进八比赛的命题 接下来 就请郑华语导师和严密导师 自行决定谁先抽取第一个轮盘 刘少说完 就把手指向了导师席 直播的镜头也跟随了过去 导师席上 严密担心地看着苏晨 他这两天一直在飞其他的通告 忙得脚都没下过地 直到今天傍晚才赶回了沙士 也是在这时 他才得知了苏晨的这个情况 当时严密就跑到了节目的后台 去找了苏晨 但是苏晨碍于当时人多 并且临近比赛了 就没有解释太多 只是告诉了严密说 没有事 可是严密显然就是把苏晨说的话 当成了他敷衍自己的说辞 严密不相信苏晨会做出这种事 期间一定另有隐情 但是就目前苏晨被拳往黑的架势 严密都心疼不已 苏晨才踏入娱乐圈 就一路坎坷 先是被一家大娱乐公司污蔑 现在又是全网黑 苏晨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而坐在严密左侧的郑华宇 就不一样了 他容光焕发地笑着说道 严密导师就剩一位参赛选手了 我就不和你抢了 女士优先 看着郑华宇那令人恶心的笑容 严密一点也不想接受他所谓的好意 但是 第一个轮盘的重要性远比 第二个大太多了 只要选对分类 具体内容再不计 也可以硬凑啊 所以 为了苏晨 也为了避免郑华宇做手脚的可能性 严密不得不咬着牙抽第一个轮盘 刘少看严密没有拒绝 就开口说道 那我们就有请严密导师 转动我们第一个命题轮盘 严密看着大屏幕上的五个分类 心里暗暗祈祷 按下了转动轮盘的按钮 下一瞬 舞台中间的大屏幕上 轮盘疯狂转动 摇滚 民谣 流行 苦情歌 还有正能量 五个颜色各异的扇形图 混杂其间 让那些期待结果的观众看得头晕目眩 苦情歌 一定要是苦情歌呀 严密难难道 经过上一轮的比赛 现在所有人对苏晨的苦情歌创作 都有极大的信心 毕竟连那种反义词的组合命题 都能创出歌曲 还有什么是能难倒苏晨呢 然而 轮盘缓缓停下 指针指折的方向是正能量歌曲 严密脸色一僵 看不出喜怒 苏晨原创的歌 孰苦情歌最多 其次是民谣 能算正能量的歌 苏晨只写过一首追梦赤子星 所以这个命题并不算多好 但是也不是最差的选择 毕竟苏晨到目前为止 连一首说唱和摇滚的作品都没有 至少正能量方向上 苏晨不算一片空白 而此时此刻 观众席和直播间内的观众 纷纷对苏晨发出吃笑的评论 正能量 让苏晨这个人渣来唱正能量的歌曲 他不会觉得讽刺吗 哈哈 真有趣 我要是苏晨 我现在直接羞愧难当 直接就自己退赛了 就是就是 苏晨这是什么脸皮 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 还敢来比赛 是给他妈套上复活甲了吗 兄弟想点好的 可能他没妈呢 哈哈 第207章 酒店的房间里 韩江雪看着直播间里的这些评论 气得浑身发抖 这些人真的太过分了 就没有一个人有主见吗 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明明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韩江雪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样 这样如果苏晨看到了 得多委屈啊 而且现在民众被一页账目 呼声太大了 苏晨势单力薄 哪怕有视频 他可能也会被资本淹没 他思索片刻 最终还是拨打了小贾的电话 喂 小贾 帮我联系封上传媒的宣发部 再网上全力支持苏晨 小姐 陈董说了 如果你不接手公司 是不能调动公司做事的 电话那头 小贾的声音平静 韩江雪闻言 没有任何犹豫地说道 我见 但是有一个前提 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电话那头 小贾沉默了有半分钟左右 应该是向陈董传达了消息 小贾说道 陈董答应了 韩江雪大喜过望 立马说道 我这边有昨晚真相的视频 我现在发给你 告诉他们 在今晚明日之星 苏晨唱歌的时候 我要这个视频 占据微博和抖音的热搜第一 好的小姐 韩江雪说完就挂了电话 她看着直播里的画面 痴痴地笑着 眼里近视落寞 另一边 王思聪也在一个奢华的办公室内 看着直播 她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叫来了助理 你告诉市场部的人 今天 万大所有的新闻账号 都去给我支持苏晨去 助理听着王思聪的话 一脸猛逼 聪哥 苏晨现在大逆风 我们现在上去 很形象公司形象的呀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王思聪不耐烦地说道 可 可要是王董追究起来 助理小声说道 王思聪冷冷一笑 他要是不肯 我就再去会娱乐圈去 助理一听这话 明白现在 哪怕是王总来了 也拦不住了 只能这么去干了 同一时间 不只是韩江雪和王思聪 还有张福宇和王冰凌等人 都在自己的个人账号 或者是公司账号上 发布了一条 给苏晨加油的微博 一时间 在全网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与此同时 郑华宇也开始了 转第二个命题转盘 有了第一个正能量的命题 现在所有人看 第二个转盘上的命题 都不是非常的贴切 郑华宇也不着急 虽然他认为 苏晨这次必被淘汰 但还是透了体 双重保险下 他不认为苏晨 还有什么翻盘的可能性 郑华宇想着 第二命题的转盘 缓缓停下 指向了答案 第208章 此时 选手席和观众席 都传来了压抑的声音 答案 这第二命题 竟然是答案 加上严密导师 随机选择的正能量命题 那现在的命题 就是正能量加答案 正能量加答案 这有什么歌可以唱 猪头好痛 我竟然一手都想不到 郑华宇看着 这个随机出来的命题 心里也有些惊讶 这次的比赛 他只是拿到了命题 并没有像上次一样 去操控轮盘 毕竟操控轮盘 需要付出的代价有点多 这种福利局下重注 显然是不明智的 他郑华宇 又不是傻子 所以 郑华宇 只是拿到了 两个轮盘上的命题 让他站队的选手 提前一天 去事先准备起来 两个轮盘加起来 一共也就25个选项 如果每个选项 都准备一首歌 其实就25首歌 并不算困难 郑华宇虽然惊讶于 随机出的命题 有些偏门 但他对他战队的那些 开挂选手有信心 而且 他们战队的人有挂 苏晨可没有啊 这个双重命题越刁钻 苏晨的局面就越困难 郑华宇就越开心 哈 看来老天爷都站在我这里啊 命题已定 刘少爷开口说到 看来我们本场比赛的命题 已经确定 两个命题 分别是严密导师 抽出来的正能量 以及郑华宇导师 抽出来的答案 所以 最终的命题 为正能量和答案的 双重命题 现在 请两位导师 安排你们各自战队选手的 出场顺序 不过因为严密导师战队 只剩下了苏晨一个选手 所以目前只能在最后出战 刘少说着 严密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八个人的比赛 最后出场的选手 有最后出场的优势 只要苏晨唱得比前面七个人亮眼 那他就更容易得到更高的分数 最后出场 就是一场豪赌 也是苏晨最想要的局面 很快 郑华宇就给出了那七名选手的出战顺序 刘少确认了名单过后 把第一名选手请上擂台 也就把舞台交给了他 自己走下台去 与此同时 因为万大和风尚传媒 还有张福瑜等人的动作 网络上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万大和风尚传媒旗下的 所有公众号和视频号 以及他们所有的媒体账号 都在同一时间开始控制舆论 有些账号说 苏晨一贯的为人 是做不出这种事的 有些账号说 这些都有可能是苏晨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被针对了 而让舆论开始逐渐转变的 则是一些大V说 关于苏晨打架斗殴的视频 有剪辑过的痕迹 虽然剪辑手段很高明 但是他们逐针分析 还是找到了一些错漏 群众之内不缺乏一些有主见的人 当他们看到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后 总算是在随波逐流中清醒了过来 更别说 还有张浮宇和王冰林的支持 这两人的死忠粉可不算少 有了这两个群体的粉丝帮忙 让苏晨的风评 总算不是一边倒的差了 网络上的这些风言风语 也让那些吃瓜群众觉得 可能苏晨黑料的背后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存在 另一边 风士祥和林嫣然 正有滋有味地聊着天吃着饭 第209章 因为都是缺内人的原因 两个人聊着聊着 风士祥就不可避免地 聊到了目前大热的综艺节目 明日之星上 燕然 你最近有看明日之星吗 风士祥说道 林嫣然文言 脸色一变 他尴尬地笑了笑 随即摇了摇头说道 我 我最近太忙了 没有时间看综艺 那你没看 真是太可惜了 这次风尚传媒 联合乡省电视台 搞出的这个综艺 还是挺好看的 风士祥笑着说道 他还以为 林嫣然真的没有看过 就给他解释了起来 这个节目的赛制很有意思 尤其是最近淘汰赛 整出的双命题赛制 看点十足 而且 节目组挑的参赛选手 也有很高的话题度 设计的一些剧本 他们也演得和真的一样 尤其是里面一个 叫苏晨的选手 我当时看的时候 就觉得 他有成为一线明星的前置 只是可惜 他这些天 竟然出了那档子时 他哪怕实力出众 也只能成一个 没人敢用的劣迹艺人了 风士祥说着 长叹了一口气 似乎也在替苏晨扼腕挽戏 话说回来 今天是 明日之星 十六进八的比赛 我要不是要陪你来吃饭 估计现在也在看 明日之星的直播吧 风士祥说道 也不知道 明日之星 节目组怎么想的 苏晨的黑料 都上热搜了 他们竟然还不让苏晨退赛 不过 我想 苏晨顶多也就只能 上这一期节目了 这种风评 哪怕节目组 不让他退赛 观众也不会给分的 这个潜力股 只能止不于此了 听着风士祥的话 林燕燃神色复杂 他看了眼包厢内的那台电视机 突然开口道 既然风经理喜欢看这个节目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边看吧 而且 我听风经理对这节目如此推崇备质 我也好奇 这是个什么节目 风士祥听了林燕燃的话 顿时大喜过望 对一个人有好感的表现方式有很多 喜欢他喜欢的东西 肯定是算一个的 风士祥觉得 林燕燃会因为他的喜好 去看一个综艺节目 说明他对自己很有好感 好感都有了 后面的事还会难吗 风士祥心里偷笑 连忙叫来的服务员 打开了包厢里的电视 调出了正在直播的《名誉之星》 此时电视机的画面里 郑华与战队第一个出场的选手 正在表演当中 风士祥看着 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得早不如看得巧 看来我们看得时间正好 那就一起看看吧 风士祥说道 嗯 林燕燃敷衍地应了一声 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看向电视机 试图从画面中找到苏晨的身影 毕竟 这可能是苏晨最后一次出现在这种公共场合的机会了 林燕燃不想错过他的最后一首歌 这也算当作 对这几年青春的缅怀了 第210章 明日之星的舞台上 郑华与战队的那名选手有条不紊地唱完了整首歌 对观众和导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与此同时 刘少也适时地拿着话筒走上了舞台 好 我们的武爽选手已经演唱完毕 现在请四位导师和在场的600名观众拿起各自身前的投票机器 为我们的武爽选手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刘少走上舞台 面对观众们说道 投票通道还有三秒钟关闭 请大家尽快做出选择 三 二 一 通道关闭 在揭晓分数之前 现在让我们先听听四位导师的评价 刘少说完 示意让导师接话 按照座位的次序 从左往右 还是周志谦开口苦笑着说道 上一期就全是我第一个说的 这期我本来是真不想第一个说的啊 但是这几个坏人 没有一个同意和我换座位的 唉 周志谦长叹了一口气 惹得几位导师和观众们纷纷露出了笑容 叹气归叹气 周志谦还是得第一个评价 他只能说道 本次的命题是正能量和答案的双重命题 吴爽选择的这首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看得出来 吴爽选手对这首歌的把控能力比较一般 显然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导致的 不过我们的这个赛制 也不存在准备不准备的事 只能说 吴爽选手的歌曲储备量还有待提高吧 周志谦说完 就轮到了韩红和严密 他们俩的说法 其实和周志谦大差不差 给了吴爽一定的认可 但是对他这首歌的表现 又提出了建议 对于三个人几乎同样的话术 导播老师带起了节奏 把镜头对准了一旁无奈的周志谦 第一个评价的人脑子得转得快 而且还容易被后面的导师抄啊 很快 就轮到郑华语评价了 像刚才三位导师说的一样 吴爽 你准备的确实不够充分 这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 所以 我希望你后面能够再接再厉 就这样 郑华语不爽地说道 让另外三位导师愣了愣 这可是郑华语战队的人 他不夸就算了 怎么还贬低自己人啊 其他三位导师不知道的是 吴爽被透提了还唱得这样 但是郑华语知道啊 郑华语不爽的是 哪怕他把题目都透给吴爽了 吴爽一整天连25首歌都准备不好 上场唱的这首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吴爽可是郑华语战队的一员 吴爽被几个导师这么说 等于他郑华语被打脸啊 郑华语的话让吴爽脸色难看 但是他也只能默默认下了这些 一天25首歌 一小时准备一首都还少一小时呢 看着舞台上气氛又有些僵硬 刘少赶忙接话道 好的 四位导师评价已经给到 就让我看一下吴爽同学的分数 首先是周志谦导师 60分 韩红导师 60分 严密导师 60分 以及我们的郑华语导师 30分 所以 加上我们600名观众的投票 吴爽最后的分数为566分 此话一出 吴爽再也绷不住 黯然退下了舞台 第211章 此刻 直播间里也评论起了吴爽选手的评分 其他导师都给了60分 这个郑华语怎么对自己战队的队员这么狠 才给30分 华语哥给分严格不是一件好事吗 他对自己战队的队员都这样 对其他人不更加严格 这样才公平公正啊 就是 这是比赛 谁一天到晚给你们整关系户那套啊 反正我只是华语哥的这个给分 低分才能让选手更加有前进的动力 弹幕的评论众说纷纭 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说倒点子上罢了 郑华语给低分 只不过是因为他不爽 被吴爽拉了自己的面子而已 仅此而已 舞台上 节目继续着 别人不知道郑华语的想法 身处郑华语战队的他们 实在是太懂了 所以他们都抓紧着时间 努力练习着歌曲 至少要做到 不会像吴爽那样被当作撒气工具 有了吴爽的前车之剑 后面几个人的演唱 确实都有了十足的提升 当孟小天拿下目前全场的最高分 918分得识后 终于要轮到苏晨上场了 好的 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 就只剩下我们的苏晨选手 还没有上台演唱 现在 就有请我们严密导师战队最后的荣耀 苏晨选手上台演唱 刘少说完 节目的镜头给到了苏晨 就看到苏晨放下了手里的笔 一如既往的那些几张纸走上了舞台 可是 本该是掌声一片的观众席上 却罕见的没有一点声响 甚至等苏晨走上舞台后 观众席瞬间爆发了哄闹声 苏晨 你还有脸上台 你对得起我们吗 对啊 老人家都倒在地上了 你还要去伤害他 你还是人吗 你给我滚下台 你不配站在舞台上表演 你不配 苏晨 退赛 苏晨 退赛 听着观众席的声音 还没等苏晨说话 导师席上的严密就率先开口了 大家安静一下 先听我说 以我认识的苏晨 他是做不出那些事的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网上的视频也有可能是假的 而且 不论苏晨在舞台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用音乐比赛的舞台上 我们应该尊重音乐 不论是什么事 也应该在赛后再说 我希望大家给弄我一个面子 也能给苏晨一个机会 我相信他 严密情真意切地说道 对观众席 深深拘了一躬 那些观众们 听了严密的话 也渐渐平息了怒气 他们虽然还是不满苏晨 站在舞台上 但至少没有马上轰他下去了 苏晨也在这时 把写好的曲谱 分发给了身后的乐队老师 这才走到了聚光灯下 拿起了话筒说道 我知道网络上 一直在传我的黑料 我也知道 哪怕我再怎么开口 有那所谓的视频存在 依旧是有人不信的 所以 我来了 我来节目 给大家看看那晚的真相 第212章 苏晨的话 让所有人感到了疑惑 都有视频实锤了 苏晨为什么说 还有真相 难道苏晨 还能让实锤的事情 浮现反转不成 直播间内 那些一直在随大流 无脑喷苏晨的人 更是发着嘲讽的弹幕 哦哟 真相 真相不就是你打架斗 残害手无寸铁的老人吗 这都还想狡辩 就是 你要是敢做敢当 我起码承认 你是个男人 你连自己做出来的事 都像辩解 那真是个畜生 网上的实锤视频 都满天飞了 还搁这自欺欺人呢 你骗大伙没事 你别骗自己了呀 哼哼 一言狡辩 鉴定完毕 随着苏晨的话 那些人发的弹幕频率 疯狂上升 那着急的模样 就好像 他们不是在嘲讽 而是在证明 和害怕着什么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苏晨明白 他们在害怕视频的事 真的出现反转 那么他们就等于骂错人了 没有一个人 是会想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所以 大多数骂苏晨的人 现在只会骂得更凶 而少数觉得 其中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人 他们理性的发言 又怎么抵得过无脑的浪潮 直接被淹没在其中 一点浪花都犯不起来 苏晨在上台之前 就预想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他并没有选择多说 而是选择了去做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 这首歌的名字 叫做 你的答案 希望大家能喜欢 苏晨说完 舞台上的聚光灯 骤然暗了下来 乐队的前奏响起 与此同时 那块从没在演奏期间 亮起来过的大屏幕 这次竟然亮了起来 一段晃动的视频 出现在了屏幕上 画面令所有人都有些熟悉 似乎是网上流传的打人视频 但是其中的内容 令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陌生的熟悉感 好像所有人都不曾见过一般 可是 可是这个视频 他们都应该看过了呀 就在那些人 惊讶于舞台大屏幕中间的视频画面时 苏晨双手握着麦克风 歌声娓娓道来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湿润眼眶 可又不甘懦弱 随着苏晨的歌声 视频里的画面 也在慢慢展现着 画面里 四个浑身酒气的混混鞋 也笑着拦住了苏晨的去路 为首的那个人 甚至开始对苏晨动手动脚 观众们在歌声的作用下 下意识带入了苏晨的视角 也开始担心 画面里苏晨的处境 这可是四个混混啊 苏晨应该怎么办 幸好 在混混第一次挥拳的时候 苏晨挡住了 让众人微微松了一口气 直播间里 众人看到这里 终于有人恍然大悟 原来 原来苏晨不是和别人打架斗殴 而是被这四个混混找世 难道 我们错怪苏晨了 弹幕上随大流黑苏晨的人 在看到了这个视频以后 都下意识地选择了闭嘴 繁星护鱼的职业水军 虽然惊讶于 这个视频怎么和他们发送的不一样 但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滑点 他们一边向上面会抱着情况 一边随机应变地 在直播间里搅着浑水 第213章 兄弟们别被这个人扎骗了 且不说这个视频的真实性 就算他打人这件事过去了 可还有伤害老人的事呢 这怎么写 就是 别以为用什么科技合成一段视频 就有用了 他伤害了人 可是实打实的 真是大开眼界 现在都能用这种手段来狡辩的吗 有本事 你让老人受的伤便好啊 随着那些职业水军的话 短暂清醒过后的网友们 毫无疑问 再一次地被带了节奏 甚至那些人骂苏晨骂得更难听了 舞台外 那些关心苏晨的人 现在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而苏晨却望我的站在舞台上 继续地唱着自己的歌 低着头 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地向前走 第一段主歌即将结束 苏晨歌声中的能量 让那些小黑子不知道为何 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最让他们惊恶的是 舞台正中间的大屏幕上 他们竟然看到了 老板来替苏晨解围 却被混混打倒的画面 这完全出去了所有人的意料 在他们想象中 老板应该是被苏晨打倒的 而不是为了维护苏晨 被混混打倒的呀 因为这样 苏晨伤害老板的行为 就根本讲不通了 视频中 苏晨看到老人被打倒在地 他直接冲了上去 选择一个人 直面四个人 苏晨 回来 你别犯傻呀 你别上 你报警啊 你打不过他们的 观众席上 那些带入感极强的观众们 红着眼眶大声地喊着 苏晨看着他们 没有回头看身后的大屏幕 他回想起这些天遭受的质疑 遭受的误会 遭受的诋毁 这些事历历在目 并且在这一瞬间 都化作了最真实最动人的情感 付诸于声音之中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要逆着光 就驱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视频的画面中 苏晨以一敌似 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几人 当看到苏晨 直接用手握住了混混插来的碎酒瓶 满手是血后 整个舞台和直播间都热血沸腾了 他们红着眼眶 在挥舞着自己的肢体 在咆哮着 发泄平日的怨怼 和看视频产生的无力 在苏晨的演绎下 这一段副歌 把所有人唱得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最重要的是 他们后知后觉的发现 苏晨伤害老人 很可能是误会 毕竟 苏晨不顾自己受伤 都要去救下老板 苏晨没有伤害老板的理由 舞台上 苏晨依旧在望我的唱着 而视频的画面中 警察终于赶到了现场 这也代表着 他们马上就能看到 事情的真相了 第214章 舞台大屏幕上的画面 继续播放着 可是因为视频 是手机拍摄的缘故 画面不仅颤抖 而且还有些模糊 按理来说 这种视频 放在任何一个节目上 都是属于 要被网友吐槽 到死的那种 可偏偏现在 这个视频 不仅没有人吐槽 而且 他们还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甚至 就连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差点都要把眼珠子 贴在电脑 或者是手机屏幕上了 只求不错过 视频的任何一个细节 视频画面中 警车一个急杀 停在了马路边 从上面 走下来了两位警察 当他们看到 唯一还能处在地上的混混 连滚带爬地 抱住警察叔叔的大腿 一把鼻涕 一把泪得诉苦的时候 那些人绷不住了 哈哈 这小混混 也太搞笑了吧 竟然会去抱警察的大腿 知不知道 他才是犯罪分子啊 哈哈 估计这混混 被苏晨吓傻了吧 哈哈 在他心里 现在也只有警察叔叔 能给他安全感了呀 我觉得 现在最猛的 应该是这个警察 一个混混 怎么来找他寻求保护了 我估计 他现在觉得苏晨才是凶手了 你真别说 你看那警察在安慰混混 还真的对苏晨掏紧棍了 哈哈 不行了 笑死我了 弹幕上那些没心没肺的人笑闹着 深刻展现了 身为吃瓜群众的乐子人属性 但是有乐子人 肯定也有理性的人存在 他们看着视频里事情的发展 更是想不明白 苏晨后面 为什么会去伤害倒地的年迈老人 直到视频画面中 出现了老人铁青的脸 他们才隐隐约约地 有了一点想法 但是 这不可能吧 视频继续播放着 舞台上苏晨的歌 也在继续唱着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段主歌部分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湿润眼眶 可又不甘懦弱 低着头 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地向前走 伴随着苏晨的歌声 舞台大屏幕上播放的故事 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所有人惊愕地看到 苏晨在发现了老板 快步行了之后 竟然不顾警察的劝阻 飞奔向了老板 观众们都在这一刻 捂住了嘴巴 而苏晨也展现出了他 成熟稳定的心态 以及及其纯熟的急救知识 当他冲着警察 嘶吼着要紧用匕首的那一秒 观众席的众人 联想到之前苏晨的黑料视频 他们终于意识到苏晨 想要做什么了 他要给老板当街做手术 他要救老板 我们 都错怪苏晨了 画面继续着 苏晨稳稳地接过了 警察递来的匕首 就像接过了责任和信任 这一幕 让不少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更是有感应的观众红了眼眶 带着这种复杂且激烈的情绪 苏晨也唱到了第二段副歌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第215章 打破一切恐惧我能 找到答案 哪怕要逆着光 就驱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随着歌声 视频里的苏晨稳稳落刀 当然 梧通拿到这个视频以后 细节还是给了马赛克处理 众人只看到苏晨稳稳的手 和满头的大汗 以及按着老人的两个警察 咬牙切齿用力的表情 所有人的心 都在这一刻提了上来 直播间里 那些打趣和担忧的弹幕 在此刻都成了鼓励和祈祷 加油啊 苏晨 加油啊 老板 挺住啊 原来苏晨是为了救人 所以才用了匕首 我真的该死 为什么当初 要骂苏晨啊 我是医生 我大概明白 苏晨这么做的意图 老人胸口受到了重击 他的呼吸功能 应该停止了 他是在给老人的 肺部通气 如果不这样 老人肯定没救了 我的天 在这种环境下 给老人做手术 苏晨不怕担责任吗 他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呀 我就知道 苏晨不是这样的人 苏晨冲啊 在众人的期盼之中 视频里的苏晨 很快就结束了手术 当吸管插进胸口的那一刻 老人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红润了起来 此时此刻 无数人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要逆着光 就驱散黑暗 有一万种的力量 淹没孤单 不再孤单 一首歌完完整整地结束 苏晨身后的视频 也随着苏晨 拖着低血地手上了警车而告终 一切都刚刚好 音乐沉寂 苏晨深深一躬 走下了舞台 下一刻 观众们向相互约好了的一般 猛然鼓起而掌 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全场 哪怕他们吼到嗓子沙哑 拍到双手泛红发麻 也不曾停下 你的答案 值得如此 苏晨更值得他们如此 两久 观众们足足鼓掌 欢呼了有两三分钟 这才渐渐停下 刘少也红着眼眶走上了舞台 拿起话筒说道 让我们再次感谢苏晨选手的付出和演唱 我相信 现在全场观众都一定很激动 但你们先别激动 因为本场比赛的结果还没有公布 现在 让我们把镜头给到导师席 让四位导师客观且公正地评价一下苏晨选手的这首 你的答案 随着刘少的话 导播也把镜头转了过去 就看到两个导师红着眼眶 一个导师哭成泪人 还有一位导师脸色漆黑的像是锅底 周志谦狠狠搓了一把脸 这才控制住了自己的心情 他深吸一口气 说道 其实我觉得我不必多说 我的评价还是和上一轮一样 我无法评价 我一直觉得苏晨不应该站在里 他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好好地告诉娱乐圈的那些人 告诉追星的那群人 什么 才是一个真正的 应该受人追捧的榜样 第216章 周志谦的话让全场安静了一小会 随即就爆发出了掌声和欢呼声 在场的观众们 哪怕是嗓子已经寒哑了 手掌已经拍妈了 依旧在热烈地回应着 因为他们觉得周志谦说得太对了 苏晨这样的人 才应该成为受人追捧的明星 周志谦说完 镜头一转 就来到了韩红这边 有了周志谦的前车之鉴 在镜头转过来之前 韩红就整理好了仪容仪表 他除了眼眶还有些泛红 其他都调整得差不多了 韩红轻咳了一声 认真地说道 既然我们的节目是选秀节目 那刚才的视频我就不做评价了 单单拎出苏晨的那首 你的答案来说说 总观 你的答案 这整首歌 我猜测苏晨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希望听众都能早日走出低谷气 找到最真实快乐的自己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结合苏晨这些天的遭遇 这应该也是他的一种美好祝愿 以及希望的传递 这种最真挚的情感 再加上苏晨选手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 我只能说 他狠狠地戳中了我的心 谢谢苏晨选手 让我听到了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最好听的歌 韩红说着 起身对苏晨躬身毅力 被刘少请回舞台的苏晨看到韩红的模样 也是立马弯腰拘了回去 并且苏晨赶忙说道 谢谢韩红导师 导师言中了 不中 这哪里中啊 是我词汇量太匮乏了 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形容这首歌的好 韩红认真道 两个人一个觉得对方夸过头了 另一个则是认为对方太谦虚 这对话把不少人听得会心一笑 这可真是娱乐圈少有的时尚人啊 说到这里 原本韩红的评价应该就此结束了 但是韩红却再一次地把目光投向了苏晨 韩红说道 我觉得这首歌那里的含义很丰富 我的解读也不一定正确 所以 我想请这首歌的创作者 也就是苏晨本人来聊聊 苏晨 我刚才的猜测真确吗 苏晨拿起话筒 笑着说道 韩红导师的评价很重肯 我在写 你的答案 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就是联想到了自己近期的遭遇 想让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 能有几分慰藉 再坚持坚持 苏晨把目光投向了观众席 眼神扩散 但有力量 不只是我 我觉得大家在人生中也会有异常艰难的时光 生活的窘迫 工作的失忆 学业的压力 爱的惶惶不可终日 挺过来的 人生就会豁然开朗 挺不过来的 时间就会教诲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人告诉你 不必害怕 所以我想这首歌的作用就是在这里 没人告诉你们 就让我来 苏晨言语温柔 就像他所说的那一般 包容一切 包容所有对他不好的言论 并且还想帮所有人去消化他们的负面情绪 此刻 不论是观众席还是直播间 有太多太多的人哭成了泪人 而苏晨那温柔的声音还在继续诉说着 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 可以说遇到对的就是答案 遇到不好的就是经历 第217章 如果到目前为止 你都还没有遇到对的 那时间可以证明一点 你要选择好好生活 也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必须坚持 不能放弃 等到遇到答案为止 希望大家可以逆着风 勇敢地寻找答案 迎接答案 谢谢大家 苏晨说完 向着观众席和镜头 深深居了一躬 苏晨真的太温柔了 为什么这么温柔的人 还要被污蔑啊 我有罪 我该死 我当时为什么会听信微博上的言论 去质疑苏晨 他明明没有错啊 苏晨不止没有错 他还救了人 可就是这样的他 却默默地扛下了所有 甚至还专门唱了一首歌来抚慰我们 我真的哭死了 从今往后 我无条件相信苏晨 加一 直播间里 无数的加一划过屏幕 看这个节目的每个人 在此刻几乎都被苏晨圈粉了 而导师席上坐着的韩红 在听了苏晨这一番发言过后 更是直接起身 再次对苏晨深深一躬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带来了 你的答案 至此 韩红终于结束了他的环节 镜头平移 转到了严密的席位上 所有人也在这时看到了严密踏入娱乐圈为止 迄今哭得最惨的一次 他双眼浮肿 连眼妆都哭花了 可就算这样 严密还是带着哭腔对苏晨说道 弟弟 前几天姐姐在赶通告 一直没有时间 我答应过浮雨和冰灵的 是姐姐没有照顾好你 姐姐错了 严密万千情绪涌上心头 不计后果地说出了这番话 强势给苏晨站台 看着严密的真情表露 苏晨无奈地笑了笑 说道 姐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好什么好 你手还被绷带包扎着 你刚才拿话筒还抖着呢 听了严密的话 导播很有经验地 把镜头聚焦在了苏晨的手上 苏晨此刻戴着手套 但是手腕上 还是漏了一点绷带出来 显然是生抓碎啤酒瓶留下的 天哪 苏晨竟然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甚至还故意戴手套 把伤口藏起来了 苏晨流了那么多血 他竟然都不说一声 想想那些破个口子 就嗷嗷大叫的小鲜肉们 我现在只觉得恶心 苏晨真的 我哭死 希望警察叔叔 一定要把那四个混混绳之以法 观众见词 不少人感同身受 又低声啜泣 怒骂这四个混混 倒是苏晨感觉有点尴尬 他戴手套 其实只是不想小提大做 而且绷带也不美观 至于严密所说的 颤抖了一下 苏晨只想说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手抖过啊 不过娱乐圈就是这样的 没人看得上你的时候 你做再多努力 也是无用功 可一旦你成了万众追捧的对象 你所做的一切 都有粉丝替你解读 第218章 严密心疼地看着苏晨 连评价都没有说 但现在说与不说都不重要了 没看到严密和苏晨 都不在乎观众的看法 都开始姐姐长弟弟短地 拉加长了吗 哪有自家人 给自家人差评和低分的呀 两个人的关系好观众 并不是不是知道 但是在节目上 严密和苏晨 还是第一次这么相互称呼 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妥当 会给观众们一种苏晨是关系户的胆观 但是严密现在真的很自责 而且他也认为现在这种时候 苏晨是最需要有人去保护他的 所以 严密直接站出来了 用他认为最直接也是最有利的办法 站在了苏晨身前 他这个话就是在强势地告诉所有人 苏晨是他在照的 不只是他 还有王兵林和张福宇也在为苏晨保驾护航 苏晨也明白严密的这层意思 所以他无奈之余 心里充斥着满满的感动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会一直相信你 以后这种事一定不要自己扛 好吗 看着严密红肿且认真的眼神 苏晨用力地点点头 好 自从上辈子看透了娱乐圈的那些虚情假意以后 苏晨最珍贵的就是真正对他好的人 苏晨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 他丝毫看不见严密神色里有任何的功力 有的只是一个姐姐对弟弟的心疼 和最忠心的请求 这种真挚的感情是苏晨两世为人都不曾感受到过的 他一直都是孤军奋战 高兴一个人喜悦 受伤也是一个人默默舔尸伤口 不过苏晨现在想想 有人可以依靠 感觉真的很好 当严密做回导师席上 直播的镜头终于切到了最后一位导师 郑华宇的身上 那些在苏晨黑料满天的时候 去给郑华宇道歉的人 现在看到他脸都黑了 他们本来还觉得 是郑华宇发现了苏晨人品不好 所以才一直针对苏晨 但是他们现在看来 苏晨的人品无可挑剔 就这样一个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人 郑华宇还一直给他使绊子 有问题的只能是郑华宇了 观众们一想到自己去给郑华宇道歉的时候说的话 脸色瞬间通红 脸上的表情也从对苏晨的惭愧 变成了对郑华宇的咬牙切齿 卧槽 我不想看到这个人 这人脸一出现 我就感觉我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别说了兄弟们 你一说 我又想起我在他微博底下的评论 这要是被翻出来 我指定不做人了 快 趁现在还来得及 赶紧去微博把评论删了 走走走 同去 直播间里 一条条弹幕从屏幕上划过 网友们也展开了补救措施 那些人都去了微博 把自己给郑华宇留下的道歉评论删了 而且顺手还取消了关注 做完这一切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直播间 当作一切都没发生 给苏晨摇旗呐喊 其实他们在生气之余 也有些好奇 这个一直都和苏晨不对付的人 在今天会怎么评价苏晨 镜头下 郑华宇已经做不到表情管理了 他黑着的脸显得很是猛逼 第219章 苏晨上辈子踏马是拯救了全世界吗 怎么有视频实锤了 他都还能翻身 这尼玛的也太不科学了吧 郑华宇看着镜头转向了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 想要微笑 但是因为他的表情已经失控 郑华宇强行提起的嘴角 就显得极其猙獰 恰好现在又是深夜 直播间的观众看到郑华宇这个猙獰的笑容 差点没被他直接给送走了 卧槽 这傻帽给我吓得一机灵 苏晨黑料反转了 连笑都不会笑了 这么见不得苏晨好事吧 把我吓得都叫了起来 我妈还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看见傻帽了 郑华宇真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啊 看看苏晨 再看看他 真的不能比 比 郑华宇什么档次 敢和苏晨比 得亏郑华宇现在看不到直播间的弹幕 否则他估计连这个抽象的笑容都笑不出来 现在的情况 郑华宇一瞬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贬低苏晨 对面大顺风啊 但是让郑华宇说苏晨吼 他也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所以 郑华宇平时没用的脑子现在飞快地转了起来 试图找到办法 短暂的两秒后 郑华宇突然脸色一洗 别说 还真被他想到了一个可以贬低苏晨的点 苏晨选手演唱的这首 你的答案 我觉得算是重归重局 虽然没有什么亮点 但我也觉得不差 但是 我给苏晨选手评价的出发点 和韩红导师恰恰相反 韩红导师认为 我们《明日之星》是音乐选秀节目 所以 侧重点是在音乐上 但是我认为 既然是选秀 那么侧重点更应该是人上 郑华宇侃侃而谈 观众听了 也是下意识点点头 这两句话 没什么毛病 所以说到人 是不是应该夸苏晨了 郑华宇终于是转性了呀 在所有观众期待的目光中 郑华宇继续说到 既然说到了人 就不得不说苏晨选手禁弃的黑料 以及刚才的那个视频了 虽然我不知道 苏晨的这个视频 和网络上的那个赎真赎假 但是我觉得 苏晨选手的为人 真的不行 他太冲动了 而且不计后果 郑华宇的话 让全场掀起了轩然大波 甚至有观众 都开始怒喷郑华宇了 但是郑华宇 就当做没有听到这些声音 继续侃侃而谈 你们可能只看到了苏晨打混混 苏晨救了老人 但是我觉得 苏晨完全可以 和混混好好沟通啊 为什么非要打 肯定是苏晨选手 没有好好沟通 这种事 绝对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而且 老人为什么会受到伤害 不就是因为 他去帮苏晨选手说话了吗 那假如苏晨选手 好好的和那四个人沟通 这事还会出现吗 所以说 老人受伤 其实还是因为苏晨 第220章 郑华宇越说越觉得 自己的观点很有道理 所以他愈加地夸夸其谈 所以 老人既然是为了苏晨受的伤 理应也该由苏晨去救 这能说明苏晨有多伟大吗 这明明是他冲动的代价 他该的 郑华宇用自己的道理的话 把他内心对苏晨的恶意 表露无疑 他还真不相信 仅仅就凭刚才那一首歌一段视频 苏晨还就能翻身了 别开玩笑了好吗 而郑华宇的话 也让观众席 那群群情激愤的人们 稍稍安静了点 虽然郑华宇说的话 实在恶心 话里话外 那扭曲的三观 也让人无法苟同 但是郑华宇有一点 他们一下子 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就是这一切事情 都是因为苏晨而开始 真要硬算因果关系 苏晨也可以说是所有事的源头 如果苏晨能避免和四个混混的冲突 那好像老人真的不会出现生命危险啊 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们都跟随着郑华宇的想法 慢慢钻进了牛角尖 死 乍一听 郑华宇说的好像不无道理啊 有什么道理 混混挑适 都把苏晨围起来了 你让苏晨怎么跑 老诗人就活该站在原地 让坏人欺负吗 这算个屁的道理 那也不是啊 你可以和那四个人好好说的 不一定非要动手 我学过一点法律 动手不就是互欧了 苏晨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 楼上看起来确实学过法律 但是学的不多 这种情况下 苏晨明显是正当防卫啊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弹幕上众说纷纭 一时间观众都开始对苏晨 应不应该动手这件事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尤其有一批搅浑水的郑华鱼脑残粉 还有繁星的水军的存在 让这个讨论 很快就上升到了激烈的骂战 好消息是 逻辑清晰的人占据了大多数 坏消息是 还是有脑子不清楚的观众 开始当理中客了 郑华鱼看着观众们的激烈讨论 嘴角微微上扬 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 并且 郑华鱼不打算就此打住 他继续引导着观众们 而且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想问一下苏晨选手 你学过医吗 你有专业的医生证明吗 你有给人当街手术的资格吗 郑华鱼一言三个问题 可谓是震聋发聩 让观众们都微微一正 对啊 这种开膛破度的手术 苏晨有这个资格吗 面对郑华鱼的问题 苏晨微微摇头说道 没有 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郑华鱼内心狂喜 一切都正向着他预想的那般发展 郑华鱼压抑着内心的狂喜 脸上露出一副严肃的说教模样 第221章 没有资格 你就敢随便给人开刀做手术 你这样很危险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老板死了 最大的责任人就是你 郑华鱼对苏晨大声说完 又站起身 把目光投向了观众席 他语重心长地开口道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你们某一天在路上中暑 或者滴血糖晕倒 这时候来了一个苏晨选手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要给你们开刀做手术 这有多么恐怖 可能你们只是休息一下就好了的事 在苏晨手底下被直接送走了怎么办 所有人都知道 庸医的危害 那苏晨这种无证行医的 是不是比庸医还要危险呢 而且 现在谁也不知道老人的具体情况 他苏晨凭什么治病救人 在我看来 他不仅没什么值得夸奖的 甚至是个杀人未遂的罪犯 最后几句话 郑华宇几乎是对观众席咆哮着吼出来的 根据谁嗓门大谁道理族的观点 观众们下意识地就听进去了郑华宇的话 可当他们听进去后 就忽然发现 根据郑华宇的这个理论 苏晨好像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这 不管怎么说 是苏晨救了老人啊 郑华宇的说法 我感觉是在歪曲事实 但是郑华宇说的也有道理啊 苏晨没有行医资格 就给人开膛破肚 这要是被所有人效仿 这得是多恐怖的一件事 那应该怎么办呢 让苏晨明明有救人的办法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老人 失去最佳抢救时间 然后死在他面前 泽泽 楼上的急了 我们就是平心而润 你怎么知道 苏晨当时有救人的办法 你是苏晨肚子里的回虫不成 我也觉得郑华宇说的 有一定的道理 随着郑华宇的这一番话 苏晨再一次陷入了危机 与此同时 沙士警察局里 几个职业班的警察叔叔们 得空 正吃着泡面 看着明日之星 自从昨天过后 整个警局的人都知道 那天凌晨的事 还有苏晨这个三观巨证的 有为青年 所以当他们知道苏晨是明星 并且正在沙士参加明日之星后 这些人都对苏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正巧今晚明日之星正在直播 而且一整晚都没人报警 让不用出警的他们闲了下来 看起了这个综艺 你别说 这个苏先生长得还挺帅的 长得帅有什么 干咱们这行的 那种一观擎受见的还少了 现在的社会啊 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 像苏先生这样的好人 真的太少太少了 两个女警察小声地讨论着 而那些男警察则是被一手 你的答案给听得热血沸腾的 他们说说笑笑 觉得苏晨肯定能晋级的时候 却听到了郑华宇的这一番言论 第一个说话的女警官 最先忍不住了 这个郑华宇好坏啊 他在故意用话术引导观众 这是当众扑饿了 主要是现在场上的那些观众 好像还真的被郑华宇说梦了 这样下去对苏晨很不利啊 说话间 那天接待苏晨的警官猛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苏先生是在我们的管辖地 受到骚扰的 我们当时不仅没有帮助他多少 还平白无故地关了人一晚上 现在苏先生又要因为这件事被人污蔑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所有人把苏先生的警棋拿上 我们出警 第二百二十二章 同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警局 就连沙士人民医院里也如此 一群老专家们看着苏晨做手术的视频 研究了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实在坚持不住 才在医院里将就了一觉 等他们起床去病房探望 已经苏醒过来的老板之时 刚好看到老板躺在病床上 正在看电视里直播着的明日之星 几位专家只是在视频里匆匆看过苏晨 也好奇苏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当他们询问老板的身体情况 在得到老板没什么不好感觉的答复之后 也就驻足看起了苏晨的演唱 这位苏先生不止一次来我摊位路串了 小伙子人真的很好 人长得帅 唱的歌还好听 主要还有责任心 这真是不多见啊 老板笑呵呵地说道 他苏醒以后就知道了救他的人是苏晨 老板庆幸之余不禁也有些感慨 那天晚上围观的人其实不守 他以为那些路人会失以援手 没想到结果到最后 还是苏晨救下了他 真是个好孩子啊 老板看着苏晨身后的大屏幕上视频 再一次回想起了那晚的凶险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而站在他们床边的那些老专家们 听着这首 你的答案 更是热血沸腾到热泪盈眶 别人可能不知道苏晨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这个条件 选择去给老板做手术的难度 还有抗下的心理压力和责任 但是他们太懂了 所以他们才会更加的感同身受 这首歌唱得真好 我都一把老骨头了 听得还是想上去和那四个人渣好好练练 谁说不是呢 四个娃娃喝了点马尿 下手真是没情没重的 要不是这位苏先生在 那结果就不好说了呀 苏先生这个举动不止救了老板 更是救了这四个人渣 要我说 这就应该按杀人未遂来判 就是 少点这种人 咱们医院也能轻松 说实话 虽然咱们是干这行的 但是真的不想看医院 天天人满为话 几位专家低声讨论着 他们看完苏晨的演唱 就打算回去继续研究 苏晨救人的手法 在没有B超和X光的条件下 苏晨能精准找到开刀的位置 这让几位专家意识到 如果掌握了这种手法 那么 在一些医疗设施落后的地方 也能及时展开手术的可能性 如果能够把这个手法推广出去 那么以后 医生就能救下太多太多 本该好好继续活下去的人了 可就在这时 电视机忽然传来了郑华宇的声音 专家和老板看着郑华宇 一脸轻松地说着 他那一个巴掌拍不响 以及苏晨是杀人犯的言论 顿时期的浑身发抖 这 这娃娃怎这般说话 苏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怎么到了他嘴里 好像苏先生 是多么十恶不赦的模样 是苏先生救了我的命 不是他欠我的啊 老板躺在病床上 整张脸仗得通红 他不仅生气 而且还觉得郑华宇在污蔑他 污蔑他不懂感恩 在郑华宇的嘴里 他就像是一个 故意碰瓷额前的老人一样 不可理喻 而站在病床边的那些专家们 更是满脸目意 明明是一件好事 明明苏先生就是救了人 他怎么可以这样去歪曲事实 如果人人都同他想的一样 以后谁还会路见不平 以后谁还敢救人 这个人就是在影响社会的风气 真是难以置信 这样的人还能当明星 不行 我们不能让苏先生 蒙受不白之冤 老张 你儿子不是在 乡省电视台那边 当什么主任吗 给他打电话 联系到这个节目组 与此同时 坐在导播室内的梧通 看着镜头 传来的这些画面 为画面里郑华宇的侃侃而谈 皱起了眉 这个郑华宇 是在散播不良风气啊 另一边 舞台上 面对郑华宇的这一番 看似无懈可击的话 苏晨摇了摇头 郑华宇在节目上 能说出这些不良引导的话 不管现在如何 下了节目以后 他绝对是完了的 虽然苏晨不知道 郑华宇有没有想到这个层面 但是郑华宇这番操作过后 留给苏晨的问题 也很复杂 这人是打算不混圈了 也不想我进击不成 真勇啊 就在苏晨拿起话筒 准备开始说 他早已准备好的对策之时 刘少却突然上台了 大家稍安勿躁 我这边收到了导演的指示 现在有一个来自 沙市人民医院的电话 将和现场接通 听了刘少的话 郑华宇下意识地难难道 沙市人民医院 然而 等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郑华宇突然脸色大变 因为他发现 他的麦克风没声音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还没说完呢 导演怎么就擅自把我的麦给毙了 第223章 郑华宇惊恶万分 还在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麦克风 虽然郑华宇事先关了自己的耳脉 但他只是觉得节目组会为了强行保下苏晨 阻拦他dis苏晨罢了 毕竟在郑华宇的印象里 节目组不能说 没有倾向保苏晨的可能性啊 所以 郑华宇为了避免节目组的插手 直接就选择自己关了耳脉 然而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说的这番话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毕竟在郑华宇看来 他dis苏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事 殊不知 这种极其不利于人民团结和社会发展的话 已经实打实地踩到了身为艺人的底线 不应该啊 难道是我不小心把麦弄坏了 郑华宇嘟囔着 又把自己关掉的耳脉重新打开 试图联系一下吴通 可他耳脉是连上了 可无论是他怎么呼叫吴通 吴通那边始终没有反应 郑华宇此刻更加的猛逼 只能对站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招了招手 他想向对方反馈一下问题 也好检修一下他麦克风 然而当工作人员来摆弄了一番设备 却对郑华宇说他的耳脉根本没有问题后 郑华宇的脸色在这一刻真正意义上的变了 既然耳脉没有问题 他就说明是节目组那边故意逼他的脉 但是郑华宇想不通 这是为什么啊 舞台上 刘少就好像没有看到郑华宇那边的情况 期间直播间的镜头更是一次都没有给到过郑华宇 任由郑华宇怎么作妖 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 不只是刘少 就连和郑华宇一同坐在导师席上的周志谦 韩红还有严密 都在此刻当作郑华宇这人不存在 他们收到了吴通导演影会的提醒 加上郑华宇刚才那一番话 三个人也不是傻子 自然是联想到了什么 泽泽 郑华宇完了 本来三个人就不喜郑华宇嚣张跋扈 凭借自己脑残粉多作威作福的表现 几人的身份摆在那 看到落水狗 他们虽然不至于去痛打 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幸灾乐祸呀 与此同时 舞台中间的大屏幕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穿着医生服装的老人头像 并且在不断震动 这是来自沙市人民医院连接舞台的电话 刘少不敢怠慢 赶紧接通道 喂 您好 请问您是沈老专家吗 是的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 沈老您好 我们这边是明日之星的直播现场 现在沈老可以让我替您向观众们简单地做个介绍吗 可以的 哈哈 好的 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沈老吧 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 刘少把目光投向了在场众人 收起了笑脸 严肃地向这些人说道 沈老专家是国内第一批刘洋归国的人才 也是第一批获得国家一级专家头衔的人 自沈老年轻时回国后 已经做了不下万场的手术 救下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现在古西之年还奋战在一线 可以说 沈老是目前在外科领域最权威的人之一 刘少简单介绍了一番沈老 可就算这么寥寥两句话 都让在场的众人感觉到了一份沉重 第224章 这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所以在刘少介绍完以后 所有人全部起立 鼓起了掌 就连导师席上的周志谦 韩红还有严密都没有落下 只有郑华宇一个人 还坐在导师席上整个他那个麦克风 丝毫没有起身的打算 郑华宇还不知道 这一幕被一个拉远的镜头 毫无保留地传到了直播间内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鼓掌 我已经听到了 没什么好鼓掌的 我就是一个医生而已 治病救人本来就是职责所在 沈老笑呵呵地说道 刘少赶忙说道 沈老自迁了 如果你都不能得到大家的尊敬和掌声 谁又有这个资格呢 刘少没等沈老再客气 就继续向沈老问道 我听说 沈老您这次来电 是为了帮人澄清一件事的 对 我这次来是救苏先生那晚救人的事 想接着这个平台 对大众做个解释 沈老说道 在场的观众听了沈老的话 所有人都微微一正 苏晨的事不都在刚才的视频里放出来了吗 不就是简简单单救个人 弥补了自己的过失啊 还有什么事 值得这种老专家特意打电话过来 难道说 苏晨把那个老人给就没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好奇 这位专家会说什么 首先 我想说的是 苏先生这个救人的举动 哪怕是我 也不得不为之震惊 沈老的第一句话 就让那些人有些错愕 你们可能不知道 医生在救人的时候 都会有心理压力 哪怕是我做了这么多手术 依旧会有 而在那种环境和条件做手术 我很难想象 苏先生背负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并且 我可以很负责地 向大家说明一件事 苏先生可能没有系统性地学过医学 但是就外科这一方面 我自愧不如 所以 像刚才说 苏先生是杀人犯的那位小娃娃 如果如你所说 那么 医生持有的资格证书 是不是就是法律允许的杀人证 是不是所有医生都是杀人犯呢 虽然我不知道 是什么才会让你有这种言论 但是 这太片面了 救人就是救人啊 和那个证没有关系的 老人的声音并不愤慨 有的只是惆怅与无奈 似乎他也搞不懂 为什么社会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这么的浮躁 这么的唯利仕途 说到最后 沈老又出声问道 苏先生在吗 苏晨拿起话筒说道 沈老叫我苏晨就好了 您这声苏先生 我受不住啊 哈哈 沈老爽朗的笑声传遍了全场 苏先生在外科医术上的手法和为人人品 值得我这声先生 上次我让警官帮我给先生带话 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可以来拜访你 先生 却回我说你不重要 有这功夫 不如让老头子多救救人 就这样的一个人 为何会受不住先生之称 沈老的话 再次让观众们动容 苏晨 真是一个好人啊 话说到了这里 沈老则是继续问道 也不知道我这次是否有幸 可以和苏先生约上一个时间呢 第225章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沈老再一次向苏晨提出了拜访 众人十分地不理解 苏晨虽然在音乐上的创作能力 如仙人灵凡 歌唱的也悦耳动听 但是沈老却再三强调 苏晨的医术高明 可苏晨一个音乐人会什么医术啊 他们对此丝毫没有感觉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在观众们看来 苏晨仅仅就是拿着刀子 在老人胸口拉了一道口子 然后插了一根吸管进去救救了老人 他们感觉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更想不到为什么沈老会这么称赞苏晨 然而 苏晨却明白 沈老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见自己 可能就是因为苏晨救老板的时候 那个摸骨法吧 那是苏晨上辈子有段时间 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学会的 在上辈子 也是即将断绝传承的手法 这么看来 这个摸骨法 在这和世界 应该是没有留下传承 苏晨想了想 拿起话筒回应道 可以的 沈老什么时候有空 我好来拜访您 沈老哈哈一笑 也不矫情地说道 那就明天吧 今天太晚了 而且 苏先生参加了这个比赛 也需要休息 明天下午 我来苏先生下他的酒店接你 那太麻烦沈老了 苏晨说道 苏晨答应赴约 其实就想把这个手法 交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其一是因为老人的解围 让苏晨少费了口舌功夫 这是人情 其二是老人的态度很好 这种情况 沈老完全可以利用媒体 去把苏晨架在火上口 让他教出这个手法 但是 沈老没有这么做 他反而想要和苏晨私底下聊 别人敬我一尺 我敬他一丈 这就是苏晨为人处事的态度 而第三点 则是因为这个中医的摸骨手法 如果在这个世界推广开来 肯定能救很多人 多多少少也算积德行善吗 苏晨说完 沈老也知道 现在是节目直播当中 没有闲聊 就挂断了电话 连线结束后 全场短暂地陷入了安静中 那些原本被郑华语扑爱的观众 此刻更是怒气冲冲 要不是沈老的一番话 我还真被郑华语忽悠了 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啊 对啊 苏晨哪里惹到他了 他这么三番两次地针对苏晨 现在都不要脸说一些毫无下限的话了 郑华语 你这种人品当什么导师 你给老子滚下导师鞋 对 给我滚下去 看着群情激愤的观众 郑华语哪里被这么骂过 可是他的麦克风又被节目组给毙了 说的话没有人能听得清 第226章 这一刻 郑华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憋屈 这种憋屈让他机遇抓狂 内心的暴躁让郑华语放下了身为明星的身段 直接站在导师席上嘶吼了起来 声音大道哪怕没有麦克风 观众席也清晰可闻 闭嘴 你们他妈的都给我闭嘴 郑华语怪叫道 你们刚才不是觉得我是对的吗 怎么一个该死的老头说两句话 你们又向着苏晨了 他妈事情就是因为他起来的 他就个人顶破天是补救及时罢了 这种人有什么好吹的 谁又能证明苏晨当时不能和那四个人好好沟通 谁可以 郑华语又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可这一次 没有人再愿意去相信他了 他们甚至用更难听的话去骂郑华语 吓得直播收音师都赶忙把收音设备从观众席撤了出来 舞台上 刘少爷有些脸色难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算是很严重的直播事故了 可他刚想控制局面 就听到了耳脉里传来了无通的声音 刘少闻言一正 转而又有些惊愕 导演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刘少又问了一遍 当耳脉里传来无通确切的答复以后 他才咽了咽口水点着头 很快 刘少就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洪亮的声音就从音响内传出 轻而易举地覆盖了几乎在对骂的郑华语和观众们的声音 大家稍安勿躁 我这边又收到了消息 有一组特别嘉宾即将出场 请大家掌声欢迎 观众们有些不解 这时候还有什么嘉宾 而且他们正吵着呢 哪里还顾得上鼓掌啊 可就在两方人又要吵起来的时候 那组特邀嘉宾就从舞台的后台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震惊到下巴都要脱臼了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这组嘉宾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些明星 而且一个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为首的那名警察走上舞台 先是对惊呆了的观众和导师敬了一个礼 然后他接过了刘少双手递来的话筒说道 大家好 我是沙士警察局的一名民警 警号为775-8258 我今天来这里 是专程来送警棋的 此外 我们刚才在后台也听到了郑华与郑先生的诉求 诉求内容是 苏晨先生为什么不能和四位犯罪嫌疑人好好沟通 有没有人能证明 现在我的答复是 我们可以证明 警察的话让全场再一次安静了片刻 随后 观众席内就爆发出了猛烈的欢呼声 在郑华与难看的脸色中 警察标准且严肃地说道 根据我局这两天的走访调查 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笔录 我可以代表沙士警察局 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当晚 四名犯罪嫌疑人属于醉酒状态 行为完全不可控 并且有很强的暴力倾向 他们围住了苏先生 让苏先生无路可逃 意图伤人 苏先生被迫反击 正当防卫 阻止了这场可能出现的暴力事件 并且 苏先生还就下了受伤的烧烤摊老板 种种举动深刻说明了 苏先生是一位健义勇为 除强服弱 有着侠肝义胆的社会洞梁 说着 这名警察从身旁警察的手上 双手接过了一面红色的锦旗 并再次开口道 所以 沙士警察局特此颁发锦旗给苏先生 第227章 警察把锦旗展开 众人 也看清了锦旗的模样 那是一面大红底色 表着金黄色花边的旗子 旗面上 还有用金色丝线 绣出的两行赠词 阳善退厄 国之动量 警察双手托起锦旗 走到了苏晨面前说道 苏先生 感谢您为沙士治安和人民 做出的付出和努力 我仅代表沙士警察局 对您表示最诚直的感谢 看着眼前的锦旗 苏晨一时间也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一直 让对方这么干举着 也不是个事 所以他还是双手接过了旗子 对警察连声道谢 而此时此刻 导师席上的郑华宇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真的没想到 自己就是想使半子 给苏晨拉个仇恨而已 结果不仅拉来了医生 现在连警察都来了 而且两拨人还都为苏晨说话 这凭什么 郑华宇满腔怒火 无处宣陷 他刚想说点什么 就看到台下他的助理 冲着他一个劲地使着眼色 郑华宇微微一愣 有些不解 但是很快 他就收到了助理发来的微信 郑华宇打开手机 聊天框里的内容就映入眼帘 助理 话宇哥 趁现在那些观众的注意力 都在苏晨身上的时候 快走啊 助理 你忘了上一次节目结尾的时候的事了吗 而且 上一次有保安 这一次我找他们 他们都不带搭理我的 助理 快走啊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郑华宇看着助理发来的微信 下身微微一凉 郑华宇下意识地扫视了一圈观众席 当他看到观众们几乎人手一瓶的饮料的时候 他猛地抖了抖身子 这次也不知道为什么 郑华宇几乎见不到什么空瓶子 每个人的饮料瓶都是满满当当的 这要是几瓶子下去 郑华宇还能有好的 而且 要是不小心再擦到他刚愈合的伤口 郑华宇刚退休的轮椅 都不用搬上来了 估计得直接上病床了 死 想到这里 郑华宇咽了咽口水 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了一圈 发现所有观众的注意力 现在确实都在苏晨身上 所以 郑华宇当机立断 猫着腰从导师席偷偷溜了下去 看着好不狼狈 与此同时的舞台上 警察给苏晨颁发了警器证明了以后 就匆匆离开了 毕竟他们还要维护沙士的治安 肯定不能在此多留 刘少送走了一行人后 就回到舞台上 举起话筒说道 想必大家已经等急了吧 那我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立刻进入下一环节 来统计苏晨选手的分数 四位导师评价已经给到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苏晨选手 这一次还能不能创造奇迹 首先是周志谦导师 一百分 韩红导师 一百分 严密导师 一百分 天哪 苏晨选手这次的分数和上次一样 前三位导师给出的分数都是满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刘少念到这里 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不过他很快就接着说道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最后一位导师 郑华语导师给了多少分 郑华语导师给了 零分 第228章 刘少惊恶万分 话音里也带上了几分不应该有的情绪 不过这怪不了刘少 实在是郑华语这分数也太离谱了 上次苏晨双命题的比赛 他也没给出零分啊 这次是彻底不装了 听到这个分数 全场轰然 另一边 直播间的弹幕也爆发了 卧槽 这零分是怎么给到的 不是说比赛是绝对的公平公正吗 这踏码算什么公平 郑华语这傻帽是彻底不装了是吧 这都等于明晃晃地告诉别人 他在针对苏晨了呀 能不能让郑华语这个傻帽死远一点啊 这种人为什么还能在导师席上待着 节目组这么不作为 下一期如果还有郑华语 老子就不看了 别啊 我们诚哥还在比赛 不看了我看什么 不如一起去刷差评吧 滑稽 很有道理 算我一个 滑稽 直播间里人人都在骂郑华语 而此刻导播也在故意搞事 把镜头再一次切到了导师席郑华语的位置上 然后 所有人突然发现 郑华语的位置上居然没有郑华语这个人 别说是观众了 连刘少都傻眼了 这逼连节目都没录完呢 这就跑了 而导播那边似乎也发现了众人的疑惑 立马把一段已经剪辑好的录像投放到了舞台中间的大屏幕上 画面里 众人可以清晰地看到 郑华语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被苏晨吸引的功夫 直接敲咪咪的溜了 这腰杆子 主打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啊 哈哈 卧槽 郑华语真行啊 直接开溜 什么老鼠啊 上个节目还能偷偷溜走 则 可惜了 我本来还想再看看 他被砸得来着 谁说不是呢 观众席和直播间乐成了一片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感谢郑华语给这一期的节目贡献了唯一的笑料 经过了短暂的无语后 刘少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继续开口道 嗨嗨 瞧我这脑筋 差点忘了苏晨选手还有观众打分没有计算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 苏晨选手的观众得分有多少 刘少说完 观众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大屏幕 大屏幕上苏晨观众打分那一栏 一个三位数正在不断地变动 观众们见此 也不知道谁第一个喊起了苏晨的名字 随后 呼喊声就如海浪一般涌来 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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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声声的苏晨中 观众打分也彻底定格了下来 600分 天哪 又是600分 这 这简直就是选秀节目上的一个奇迹 刘少几乎是咆哮着说道 所以 根据目前的导师给分 再加上我们600名观众的投票 苏晨选手最后的分数为900分 让我们恭喜苏晨选手 第229章 刘少站在舞台之上 激动的大吼道 比赛进行到这里 想必大家对结果已经有很明确的认知了 本场郑华语导师战队和严密导师战队 八进四的比拼 最终晋级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第四名的王洛洛 第三名的胡浩 第二名的孟小天 以及 第一名的苏晨 刘少声嘶力竭 吼道苏晨的名字以后 险些破译 苏晨选手从100进64的淘汰赛开始 就一路披荆斩棘 在我们完全不看好的情况下 突破了郑华语战队的层层围角 成为了严密战队唯一的独瞄 更是在本场比赛中 以一个史无前例的成绩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名 刘少稍稍喘了口气 继续临场发挥着他的主持功底 刘少激情澎湃地说道 不论之后苏晨选手能够走到哪里 但是在此刻 在本场比赛的舞台之上 他是毫无疑问的主角 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现在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苏晨选手 还没等刘少说完 观众席上的掌声和呐喊声 就如同海啸般 排山倒海的涌来 苏晨 牛逼 哦 苏晨 你是我的神 苏晨我爱死你了 加油 继续冲啊 苏晨 在这一声声的赞美中 严密终于可以从导师席上蹦了起来 冲到了舞台上 给苏晨一个大大的拥抱 得亏有两个不算小的缓充电 不然苏晨感觉自己 机智一下得飞出去 看着严密上台了 周志谦和韩红也笑着走上舞台 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和咱们 虽然这只是两个战队间 八进四的擂台赛 但是这一刻的欢呼和喜悦 让苏晨感觉自己像已经拿到了冠军一样 所有人都满脸笑容 唯独郑华宇战队的三名队员脸色难看 他们也晋级了呀 怎么没人来恭喜他们 而且他们连导师都找不到 郑华宇早就溜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 根本就没空理会他们三个人 而三个人中 就属孟小天的脸色是最差的 他的脸上写满了疑惑不解 明明郑华宇都和他说好了 这一场就能淘汰苏晨的啊 怎么苏晨没淘汰 好像郑华宇这个导师被淘汰了 与此同时 明日之星 舞台上这欢快的一幕 也通过了时时转播 在芒果视频的直播间里 被正在魔都外滩约会的风世祥和林燕燃所看到 则则 这苏晨可真是厉害啊 风世祥感慨道 这种堪称必死的禁地都能被他翻盘 而且看样子 和他作对的郑华宇这次过后 应该是没法在圈里混了 一个新人能直接把二线明星给扳倒 这话说出去恐怕都没人相信吧 真是个了不得的年轻人啊 再给他一点时间 成为一线完全不是问题 风世祥抿了一口红酒 砸扮了一下嘴 看向电视机屏幕里的苏晨 满是欣赏 但是风世祥此刻完全没有注意到 坐在他左手边的林燕燃正一脸迷茫 连郑华宇都被苏晨扳倒了 苏晨 已经这么强了吗 第230章 在今天 林燕燃还想着 怎么才能有郑华宇这样的人气 可就在他的眼前 被他抛弃的前男友就搞死了郑华宇 这也太魔幻了 没有人想自己的前任会过得好的 但是正当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林燕燃清晰地感受到了 自己内心的羡慕嫉妒 还有恨 他羡慕苏晨的能力 嫉妒苏晨的崛起 恨苏晨当初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不这么风光 如果 如果当时我知道你能这样 我为什么要分手啊 林燕燃被这种念头 充斥了整个脑海 坐在座位上 像做梦一样 身旁 风士祥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忽然转头 向林燕燃问道 对了 我上次听说 苏晨和你们繁星护鱼 还有过节来着 好像是什么 你们公司的女艺人 利用完他就把她甩了一类的 燕燃 你知道这件事吗 也不知道 哪个女的这么傻 苏晨这种潜力股 都能说丢就丢 嘖嘖 风士祥玩味地说着 却看到林燕燃的脸色更差了 风士祥根本想不到 他所说的那个傻子 就是现在坐在他身边的林燕燃 燕燃 你怎么了 林燕燃强忍着心里的情绪 勉强笑着说道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平时很少了解公司的八卦的 风士祥点了点头 说道 还是燕燃你这种性格的女孩好 不争不强 没有功利心 比那种一心直往上爬的女孩好多了 林燕燃默然 惨然一笑 点了点头 节目也看好了 我们要播 林燕燃说到一半 就听见风士祥的手机铃声响了 风士祥拿起电话 给了林燕燃一个抱歉的眼神就接了起来 喂 陈总 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的陈总声音听着并不愉快 他说道 小风女人在哪 王少在公司群里说了 现在所有人都回公司加班 给苏晨引导舆论风向 你人呢 风士祥听着陈总的话 善善一笑 侧过头去 背着林燕燃小声说道 我再给公司谈合作 现在就过来 快点 王少生气了没你好果子吃 哎 风士祥应了一声 就挂断了电话 他看向林燕燃问道 燕燃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 林燕燃刚开口 风士祥就继续道 我公司突然有急事 现在得回去一趟 这里的单我已经买过了 你先慢慢吃 实在抱歉啊 风士祥说着 也不等林燕燃给他招呼 就起身离开了包厢 林燕燃木然地 看着空荡荡的包厢 惨笑一声 只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一样 如果是苏晨 他肯定不会把自己一个人 丢在这里的吧 不 是绝对不会啊 林燕燃 你的选择 好像是错的呀 第231章 静谧的包厢内 孤独和后悔 彻底把林燕燃包裹住 裹得密不透风 这一刻 林燕燃选择 没有坐在座椅上 他连挺着腰板的力气都没有了 林燕燃靠在墙壁上 看着房间内 那些低调奢华的装饰品 缓缓上移 最终 林燕燃还是抱着自己的腿 坐到了地上 林燕燃觉得自己不应该哭的 但是他想哭 结果却不知道为何 他连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 苏晨变了 变得更好了 我也变了 变得更世俗虚伪了 这是林燕燃脑子突然冒出的想法 回之不去 林燕燃坐在地上缓了好久 才给徐方元打去了电话 喂 袁姐 我喝了点酒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电话那头的徐方元闻言一愣 娇笑着说道 怎么让我来接你啊 封经理呢 你不用担心或者害羞什么的 让封经理送送你呗 封经理人很好的 而且 你要是能搭稳这条路子 万大那边就彻底稳下来了 你也不想你的跨界之路 还没开始就泡汤吧 徐方元的声音里充满了诱惑 如果放在平时 林燕燃很可能就会听从徐方元的建议了 可现在 徐方元设想中想对林燕燃下手的封世祥 根本就不在林燕燃的身边 甚至她是把林燕燃丢在了包厢里 自己先走了的 林燕燃顿时有一种从香馍馍变成垃圾的感觉 只是因为一通电话而已 袁姐 封经理有事回公司去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在魔都外滩那家将着四方菜的包厢里 林燕燃的声音低沉沙哑 总算被徐方元听出了不对劲 徐方元惊讶到 封经理回公司了 你们那发生什么事了 林燕燃没说话 徐方元顿感不妙 连忙说道 燕燃你就待在那别动 我现在就出门找你 你别乱跑啊 徐方元说完 连电话都没挂 直接就下楼去了地下停车场 开车前往了林燕燃的所在地 林燕燃也很听话 就坐在包厢的墙角 冷冷地发着呆 思考起了这个复杂的人生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 徐方元就拎着一个骨齿的手提包 猛地推开了包厢门闯了进来 燕燃 燕燃你怎么了 徐方元一进门就看到了蹲在地上 弱小又无助的林燕燃 徐方元赶紧来到了林燕燃的身边 也陪着她蹲在一旁 温柔地说道 和袁姐说说 这是怎么了 是风经理欺负你了 徐方元说着 还悄悄打亮了一番林燕燃的衣服 发现衣服并没有凌乱的痕迹 不免皱了皱眉 这个风是想怎么搞的 送到嘴边的肉都吃不掉 还把林燕燃一个人丢在包厢里 她脑子没出问题吧 在徐方元的设想中 她就没打算让林燕燃出门 就能完好无损地回去 这次徐方元把林燕燃送到风世祥这里 一方面是想和风世祥打好关系 另一方面则是打算让风世祥帮林燕燃一把 让林燕燃就此放下自己的身段 可以在娱乐圈里混得更加如鱼得水 所以在林燕燃出门之前 徐方元就已经和风世祥密谋好了 风世祥负责灌醉用墙 徐方元负责安抚善后 一整套流程完美无缺 但是徐方元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在风世祥这里掉链子 就在徐方元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林燕燃终于开口了 第232章 风经理人很好 她没欺负我 她是公司有事所以先回去了 账都已经被她结了 听了林燕燃的话 又看着她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徐方元更加疑惑了 徐方元问道 那 燕燃 你怎么看着一副哭过的模样 是谁让你不开心了 林燕燃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只是用手指着包厢里的那台电视机 徐方元顺着林燕燃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此刻 电视机里还在播放着《明玉之星》的直播 这是 明玉之星 这 怎么了 徐方元一脸猛逼 她完全没有理解林燕燃的意思 林燕燃只能开口说道 苏晨进急了 苏晨进急了 徐方元微微一正 随即失声惊叫道 苏晨进急了 这怎么可能 徐方元下意识地拿起手机 她发现 此刻她还没有挂断和林燕燃的电话 徐方元挂断电话后 突然发现 手机里已经多出了十几个未接电话 这十几个未接电话里 有几个是来自繁星护娱宣发部门的负责人的 其他剩下的全是郑华语打来了 足有十几个电话 但是徐方元暂时没有打算回播任何一个电话 她先是打开了微博 熟练的翻看起了微博热搜 果不其然 热搜第一赫然就是一条叫做我们欠苏晨一个道歉的热搜 徐方元赶紧点开了热搜 看了一圈 看得整个人都骂了 卧槽 苏晨这人是有毒吧 都锤死了 还能整出反转 苏晨不仅没有同徐方元想的那般 成为过街老鼠 被人人喊打 反而成功晋级了 甚至还是这场比赛的第一名 另外一边 夜色深邃 苏晨也终于结束了 明日之星这一期的录制 严密和郑华语战队PK过后 其实直播间里的人就几乎少了一半 他们大多数都是冲着苏晨这个话题热点来的 所以对韩红战队与周志谦战队间的PK并不关注 苏晨在后台看的也不多 只知道最后两个战队之间的PK 还是以平局结束 进入八强的那四个人 韩红战队和周志谦战队各占了两个 苏晨只能说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了吧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苏晨陪同严密走出了乡省电视台的大楼 你真的要把姐姐担心死啊 你今天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和你浮予姐交代 严密用她独特的嗓音说着 明明是在怪苏晨 却说得像是撒娇一般 我和你说 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得事先和姐姐说 听到了吗 看着严密想要揪自己耳朵的架势 苏晨赶紧说道 听到了听到了 下次不敢了 你还想有下次 严密生气道 虽然严密现在看着很刁蛮 但是苏晨明白 他是真的对自己伤心了 所以苏晨从乡省电视台大楼 到走出来的这段距离 他可以说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而且还乐在其中 毕竟 有人关心的感觉 真好啊 第二百三十三章 没有 绝对没有了 苏晨赶忙说道 严密听完 这才哼了一声 停下了打算继续揪苏晨耳朵的动作 严密看着苏晨护着耳朵的动作 心里也是一阵自责 严密说道 饿了吗 要不要姐姐带你去上次夜市那家烧烤摊吃点东西 苏晨闻言 嘴角一抽到 姐 你忘了吗 那老板还躺在病床上呢 啊 严密闻言一愣 随即打来的哈哈 尴尬地笑道 烧烤摊也不是只有那一家 你想吃的话 我带你找其他的 我请客 听完了严密的话 苏晨却是直接摇了摇头说道 今天太晚了 而且 我前几天才在烧烤摊上出了事 那些娱乐圈记者闻风而来 现在 估计都蹲在这些摊位上呢 我们要是现在去撸串 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也是哦 严密笑容一致 无奈道 唉 那好吧 只能过段时间才能去撸串喝酒了 严密 叹了口气 显得十分失落 看得苏晨心里满是草点 是你自己想去吃事吧 密解你漏馅了 那既然吃不了 我们就回去吧 我送你回酒店 严密对苏晨说道 苏晨则是下意识地就拒绝道 这 我自己坐大巴车就好了 这么晚了 你还接送 太麻烦了 严密气鼓鼓地插起了腰 说道 这不肯 那不让的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啊 这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苏晨大呼冤枉 他实在是拗不过严密 最后只能含泪 坐上了严密的那辆保时捷 啪啦没啦 等苏晨被严密送回到酒店以后 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苏晨告别了严密 回到了酒店房间 这一次 苏晨并没有看到 韩江雪等在门口 估计这妮子 应该是睡了 所以 在一晚的比赛过后 苏晨简单地洗漱 就躺在了床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日一早 苏晨都还没睡醒 网络上就和过年了似的 热闹非凡 在最近这段期间 引起这么大的话题热度的 也只有苏晨一个人了 网友们纷纷在讨论着 苏晨昨晚比赛上的事 继而引出了那个 被剪辑得过的假视频 是从哪发出来的话题 以及郑华宇这个人 有了昨晚警察和医生的证实 那两个视频 孰真孰假 一眼便知 但是还是有业内的剪辑大佬 出来打假繁星护鱼 推出来的视频 那是一个微博大V 发出来的一个视频 被顶上了热搜前几名 虽然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证明一下 前几日网上盛传的 苏晨黑料视频 是剪辑过的 视频中 一个不露脸的男人 正对着一台电脑 侃侃而谈 第234章 电脑屏幕中 是一个剪辑软件 而软件里 正是苏晨的那个黑料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 我是刚刚才做好的 在我做好之前 就听说了苏晨已经被证明了清白 但是我秉承着 做了不发等于白做的原则 还是帮大家 把视频剪辑处理过的痕迹 告诉大家一下 首先 就是开篇这个打架的地方 剪辑的人手段很高明 他利用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 直接剪辑掉了原视频苏晨 被围堵拦截的过程 把故事塑造成了苏晨和别人打架斗殴的事件 强行给苏晨定性 不得不说 这个剪辑手法不仅高明 并且极其地恶毒 其次 整个视频都在零零散散地介绍着 黑料视频的问题所在 一共用时半个多小时 指出了13个剪辑痕迹 这剪辑手法看得人令人发指 并且也让他们心惊不已 明明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事件 结果被人随便剪辑一下 就成了黑料 这和帮忙扶起路边倒地的老人 还被老人额前的感受 有意拼了 在视频的最后 大V博主严正声明 故意传播剪辑过的黑料 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是勤夸二定 是要做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劳的 所以 网友们也开始顺藤摸瓜 开始找寻 到底是谁在陷害苏晨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 苏晨的黑料 在短时间内就能铺天盖地 一定是有人在后面引导 一时间 那些转发了苏晨黑料视频的 大V和公众号 以及一些当时dis苏晨的人 都开始人人自危 迅速删除了当时微薄言论 所以当网友开始寻找真凶之时 他们几乎都是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状态 而当他们找不到人泄气的时候 就理所应当地去找了所有人公认在针对苏晨的人去了 也就是繁星护鱼 以及郑华宇 前者因为是一家大公司 在娱乐圈根深蒂固的原因 给了一张律师函后就不了了之 但是郑华宇却没有这个底蕴和背景 几乎在昨晚的事情发生后 他就掉了一半的粉丝 微博也直接被网友们爆破 我真是笑了 你这种老鼠人怎么敢针对苏晨的 上个节目都灰溜溜的逃走 骂你我都嫌自己掉价 黑苏晨的人是你吧 男人敢做敢当 你背后恶心人算什么意思呢 你是男人吗 我真特么的看不起你 话语哥哥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啊 我是那么信任你 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辜负我 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 郑华宇 你特娘的是真该死啊 快点退圈吧 到今天早上 郑华宇已经不堪重负 直接删掉了所有日常和评论 彻底清空了微博 但是满怀一腔热血的网友们 却根本没有打算放过他的想法 他们没有商量 所有人都一拥而上 直接爆破了和郑华宇有关的品牌 和综艺节目 就连名誉之星 他们都没有放过 不同的是 名誉之星 他们只是嘴上爆破 要求郑华宇退出 并没有打差评罢了 毕竟苏晨在的节目 谁舍得差评啊 第235章 当然 微博上除了这些 还是有其他关于苏晨的热点的 就比如大明网在微博上发布的 让崇德上亿成为自觉 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 因为娱乐明星接二连三的不良社会影响事件 让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得意双心一人的珍贵 此次大明网主要对于苏晨进行了点名夸奖 也许他的流量没有现在一些网红的明星多 但是他做艺人的品格 却是值得一些只注重流量 不注重作品和做人的艺人学习 甚至大明网还单独拉出了苏晨治病救人的视频 对苏晨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当然 有夸奖就有曝光 大明网还专门罗列了一下近期的士德艺人 里面就有王琦以及郑华宇的存在 文章主要讲了王琦等小鲜肉引起的饭圈乱象 他们依靠粉丝无底线的敛财 依靠言论引导粉丝 Pur Air粉丝 来达到他们一些烈的目的 这种行为被严肃批评 并且明确说明将要立法整治 另外 除了王琦 郑华宇也被抓了点心 主要就是他在《明日之星》节目上 那三观尽悔的发言 大明网点评郑华宇的发言 是一种垃圾观点 只会向社会传播负能量 郑华宇身为公众人物 甚至本身拥有粉丝量巨大的情况下 这种言论已经上升到了教唆犯罪 引导社会不良风气的情况上了 多位业内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明星艺人是公众人物 有很强的公共属性 需要以得意双心的标准 对他们进行约束 对违法识得艺人 应当严格限制其重返舞台 和各类网络平台 同时需要明确和细化标准 依法界定劣迹艺人 并根据其违法识得的程度 明确封杀的时间和范围 平衡和维护公共利益 最后大明网再次重申 追星需要理智 畸形犯圈万象必须整治 这一则让崇德上亿成为自觉 给这次的事件彻底定性 他给予了苏晨肯定 也给了郑华语致命一击 与此同时 徐方元几乎一夜没睡 自从得知了苏晨的事情反转了以后 他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连夜找到苏晨 一口就把他咬死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 也不排除有繁星护语里 帮徐方元发视频 污蔑苏晨的部门主管 几乎在微信 骂了徐方元一夜的原因 徐方元你脑子没病吧 视频的真实性都不验证一下 你就发给我 让我给别人泼脏水 你他妈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造谣罪 那个苏晨 现在只要找到证据 告我们一告一个准 你想死他妈别拉上我啊 我告诉你 董事会那边已经发现这个事了 老子可能是要被杀鸡警猴给开了 但是你也别想好过 你立马转我五百万 否则我就算因为造谣传谣进去了 也要拉上你 你这几年做的恶心事可不少 进去陪我蹲几年也很简单 徐方元双眼通红 看着对方发来的微信 强行忍下了砸手机的冲动 不是因为徐方元砸不起 而是他要安抚对方 还要给对方转钱 徐方元早就给他假料的狗仔 打过电话 但是一连十几个电话 全是战线中 徐方元就明白 狗仔已经把他拉黑了 没了侥幸心理的徐方元 深知那位主管说的可不是假话 单单就这个教唆造谣传谣的事 徐方元也是负主要责任的 可是这五百万徐方元 一下子也拿不出来 在他不断地安抚下 徐方元先给出去了一百万 平复了对方的心情 并且徐方元还承诺 如果真的有警察上门抓他 徐方元将按照一年一百万的条件 弥补对方 第236章 最后 在徐方元的承诺以及威胁下 事情才勉强得以解决 法律上的问题 徐方元用钱暂时堵住了 但是公司里的问题依然存在 毕竟宣发部门没事 凭什么针对苏晨 而且徐方元要求他们 发苏晨黑料视频的事 在宣发部门可谓人尽皆知了 这已经是用钱都赌不上的事了 就在徐方元思考着解决办法之时 繁星护于事务部经理张勇打来了电话 徐方元 你他妈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以为你他妈有点公司的股份 就能无法无天了 你现在 立刻 马上 用你那狗眼 给我好好看看 微博上大名网发的文章 好 好的张总 徐方元无力反驳 只能听从张勇的话 点开了微博 徐方元内心除了满满的无力感以外 隐隐之中还有点慌乱 张勇为什么现在让我看微博 该不会我教唆的事被人知道了吧 不用别人提醒 徐方元只一眼就看到了微博热搜第一 那个大名网在微博上发布的让崇德上已成为自觉的消息 徐方元匆匆看完以后 整个人已经浑身发抖 徐方元有惶恐 也有庆幸 他惶恐的是这件事真的引起了上面下台 而庆幸的则是大名网没有去深究造谣传谣这件事 这无疑让徐方元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而听到徐方元喘气的声音 张勇再次冷笑着开口了 哼哼 徐方元我告诉你 那个部门主管已经被开了 并且因为随意调动公司资源 危害公司利益 即将面临公司的起诉 而且董事会也注意到了你的事情 我想 你应该也不想成为一个商业罪犯吧 张勇的话让徐方元浑身发寒 他连连说道 不想不想 张总我知道错了 张勇冷哼一声 继续说道 但是基于你近年来为公司创造的利益 董事会这边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徐方元听闻张勇的话 就像是落水的人看到了木头 他拼了命的也想要抓住 张总您说 我这边一定可以做到的 徐方元的声音里充满了卑微 此刻 别说卑微了 只要能解决这件事 让徐方元跪下来给公司磕头 他也愿意 张勇听到徐方元的话后 这才淡淡说道 你造谣传黑料的事 可能在外界是一个秘密 但是在业内可算不上什么劲爆消息 苏晨迟早就能知道 所以 董事会让你去找苏晨道歉 哪怕跪下来给他磕头 也不能让他举报烦心 否则 公司也只能彻底抛弃你了 你懂了吗 第237章 让 让我给苏晨道歉 听到张勇的命令 徐方元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现在内心只觉得荒唐和耻辱 那种废物 凭什么要让自己给他道歉 凭什么 徐方元并没有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他只是声线颤抖地说道 可 可是我和苏晨已经闹得这么僵了 他怎么可能会同意和我和解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 徐方元满脸焦急 对张勇卑微地祈求道 张总 能不能让董事会换一个条件 这个 这个突然条件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啊 徐方元在言语中极力地讨好着 但是张勇对此只是冷笑一声道 徐方元 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什么身份了 怎么 在圈子里混了几年 你就认为自己是大佬了 你踏马的就是一个拉皮条的 在这装什么装 公司已经给你机会了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你就是凡星的一条狗 你要是听话 摇摇尾巴 凡星就给你一根骨头 你要是不听话 凡星也能宰了 你这条不听话的狗 张勇的话让徐方元浑身一震 如坠冰窖 彻底击碎了徐方元内心的高傲和野心 他默然想起 自己当年不过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 靠着人际关系和手段 才一步步地爬到了这个位置上 他所有的成就 都是依附于凡星才取得的 凡星可以培养他 一样可以抹杀他 徐方元彻底被敲醒了 他可不是什么资本家 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 散养在小区的土狗啊 想到这里 徐方元直接带着哭腔说道 谢谢张总提醒 我知道了 我就是给苏晨下跪 也会取得他的原谅的 听着徐方元终于放下了他的身段 张勇这才满意地责了一声 他顿了顿 算是给了徐方元一巴掌后 又给他一颗唐纳斑说道 你放心 公司让你去给苏晨赔礼道歉 也就是一时的 苏晨这个人从进娱乐圈开始 一直都在扰乱现在的固有秩序 一个普通人也想打破规则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你放心 苏晨的明星路走不长 等这次事件过后 繁星会出手 帮你一雪前耻 张勇戏谑又充满了诱惑力的声音 让徐方元突然间充满了动力 徐方元连忙对张勇说道 谢谢张总 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 挡好一条狗的 电话那头的张勇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早就想敲打一下徐方元了 自从徐方元得势后 就越来越跳 甚至不少时候还会顶他的嘴 这让张勇万分恼火 你不就一个拉皮条的吗 我可是董事的亲戚啊 你敢和我跳 张勇没少向董事告状 但是之前因为徐方元没有犯错 并且还培养出了林燕燃这样的潜力股 所以董事会那边只能让张勇大气一点 现如今总算抓到了徐方元的把柄 不只是张勇爽了 董事会也舒心了 毕竟听话的狗才是好狗 不听话的就是畜生罢了 想到这里 张勇淡淡地说道 那行 我先挂了 你好好办这件事 只要做得好 董事会那边有我替你说的 此前的事情就都既往不就了 徐方元连连道谢道 好的张总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第238章 徐方元也听懂了张勇的话 所以他才在电话里说不会让张勇失望 而不是让公司失望 嗯 张勇听出了徐方元话里话外都有得的臣服之意 舒心地挂断了电话 而徐方元看着手机屏幕上挂断的电话界面 原本讨好谄媚的笑容渐渐收敛 变得猙獰无比 苏晨 苏晨 你这个狗娘养的畜生 徐方元突然尖叫了起来 叫得声嘶力竭 现在的结果 徐方元不怪欺骗他的狗仔 不怪阴阳他的张勇 也不怪繁星护鱼 他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了苏晨的身上 如果不是苏晨又让事情出现了反转 现在他哪会陷入如此这般的境地 所以 该死的还是苏晨 就在徐方元不断尖叫泄愤之时 他的手机再一次打进了电话 徐方元看了眼 来电人是郑华宇 他就冷笑着接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传来郑华宇的焦急的声音 但是徐方元满脸冰寒 并没有开口 郑华宇没有听到徐方元的声音 就着急地继续说道 袁姐你在听吗 我这边遇到麻烦了 我被上面封杀了 现在所有的商业活动都被取消 所有接到的代言也被官宣取消了 就连《名誉之星》也不让我上了 袁姐你能不能帮帮我 先把上次你答应我的资源给出来一些 不然我就真的死路一条了 郑华宇着急忙慌的 连说话都没了条理 哪还有什么之前那般高傲的姿态啊 徐方元听完 失笑一声道 你都被封杀了 还问我要资源 你觉得你配吗 郑华宇一听 满脸惊愕后又陡然暴怒 徐方元 你他妈这是什么意思 是你让老子去针对苏晨的 现在老子遇到麻烦了 你就过河拆桥了 徐方元听着郑华宇的嘶吼 满脸冷笑 张勇其他头上也就算了 你一个劣迹一人敢这么和他说话 真是个傻貌 我让你针对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就算我让你针对 你做到什么了 你是让苏晨身败名列了 还是让苏晨晋级失败了 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这么说也不对 你起码抬了苏晨一手 还被苏晨淘汰了 哥哥哥 真是个废物啊 徐方元戏谑道 我要是你 我也可以随口这么一说 这也太简单了 不是吗 听了徐方元的话 郑华宇渐渐崩溃 他哭着求起了徐方元说道 袁姐 袁姐我求你了 现在外面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帮我 我只有你了 我要是彻底倒了 我 我会死的呀 哼 我不是开善堂的 滚吧傻帽 徐方元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第239章 沙市的一个高档酒店内 此刻的郑华宇 早就没了半月前 刚来沙市的那种趾高气扬 显得极其的狼狈 郑华宇缩在沙发上 看着早已凌乱不堪的酒店房间 也没有人来打扫一下 他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呆呆地愣在原地 他从昨晚开始就没睡过 期间不止给了徐方元打过电话 还给他公司和业内所谓的好友打过电话 但是除了徐方元接起来嘲讽了他一番以外 郑华宇再也没有打通过任何人的 包括他的助理和签约的娱乐公司 郑华宇就这么呆呆地做了许久 他猛地大声喊道 助理 助理呢 叫人来打扫一下房间 然而 并没有人回应郑华宇 他中气不足的叫声 在空荡荡的房间内回响着 显得诡异又孤寂 就好像他被全世界都抛弃了一般 早在昨晚 他的助理就被叫回了公司 公司却没有给他买机票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郑华宇已经被他的公司放弃了 郑华宇不断地叫喊着 发泄着内心的恐惧 可是他越是这么叫 就越惶恐 明明前一秒他还是拥有众多粉丝的大明星 现在就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郑华宇凄厉的叫喊声没有持续多久 他房间的门就被敲响 郑华宇叫声猛然一顿 他豁然抬头看向房间门口的方向 面露喜色 难道我的助理还没走 现在是来接我了 郑华宇狂笑着 鞋也没穿就奔向了房间门口 可是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刻 却根本没看到他的助理 而是酒店的服务人员 那服务员看着一晚上没睡 显得极其邋遢的郑华宇 隐晦地露出一抹嫌弃和厌恶的神色 因为郑华宇装前装后的差距过大 再加上郑华宇现在的邋遢 让他也没有认出郑华宇来 不过就算认出来 这名服务员的内心只会更厌恶 一旁 郑华宇并没有发现服务员的这个隐晦表情 他强装镇定 抬着头轻蔑地撇着服务员 一如从前那般高傲地说道 有什么事吗 服务员看着郑华宇这种姿态 眼里的厌恶之色更浓了 服务员说道 这位先生 有客人举报你 一大早在房间内大吼大叫 已经影响到别的客人的休息了 郑华宇一听 顿时间声刺耳地反驳道 谁一大早大吼大叫了 啊 我没有好不好 你乱说什么 没有证据就乱说 你们酒店就这服务态度 啊 你信不信我举报你啊 我告诉你 你们这样子 我是要曝光你们酒店的 服务员才小声说了一句 郑华宇就连连开口 尖锐的嗓音 把周围房间里的客人都吵了出来 他们全部来到房间门口 对着郑华宇骂骂道 你他妈狡辩什么呢 老子一大早就是听你房间里传来的噪音 一个男人叫的和太监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房间里在搞鸡呢 恶不恶心啊 就是 搞出噪音就算了 还死不承认 站在门口 为难一个小姑娘 你他妈是男人不 死娘炮 我跟你讲 你特娘的敢再叫一声 老子直接找人来把你从房间里叼出去 你可以试试看 第240章 听着周围客人激烈的谩骂声 郑华宇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 像个艺术节的彩灯一样 面对周围客人的辱骂 郑华宇却丝毫不敢还口 因为郑华宇突然意识到 能住在这个酒店的 一般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而郑华宇正是人人喊打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 他哪里还敢得罪这些人啊 要是真把他们惹毛了 他还真不一定可以全须全意地走出沙士 而那些客人看着郑华宇闷葫芦的模样 也知道这人怂了 就吃笑一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煞时间 原本激烈的酒店走廊再次陷入了安静 而那位服务员依旧站在郑华宇房间的门口 连微笑的嘴角都保持得一如既往 但是这时郑华宇在看向这位服务员 不知为何总觉得他看向自己的眼里 有一丝怜悯的目光 但是这次 郑华宇不敢再开口了 服务员继续说道 所以先生在房间内请勿制造噪音哦 另外 先生的房间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就到期了 请问您是否需要办理续作 听了服务员的话 郑华宇满脸惊愕地叫出了声 什么 郑华宇吐出了这两个字 就立马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满脸惊恐地看向了周围的房间门 那些人可是说过 再发出噪音就要把他从酒店里丢出去的 不过万幸的是 并没有人走出房间 可能是郑华宇这两个字吐露得比较短促 也有可能是因为郑华宇这次的尖叫比较小声 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让郑华宇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也让他感到了耻辱 郑华宇强忍着内心的不是 放下了自己的担心后 他又想起了服务员刚说的话 他这个房间明明被公司包了一个月 这才半个月怎么就到期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除非 郑华宇浑身一震 整个人呆呆地处在门口 一言不发 看着郑华宇的样子 服务员虽然不解 并且觉得他是傻子 但还是微笑地说道 如果您需要办理续住 请在中午十二点前去前台办理哦 如果不续住 酒店的退房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整 请您看好时间 这边超时是需要加钱的哦 服务员说完 看着郑华宇还是傻呆呆的模样 在心里撇了撇嘴 继续道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 希望您入住愉快 说完 服务员公身一礼 就从郑华宇的门口离开了 郑华宇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到房间的 他看着凌乱的房间 床上的衣裤 地上的鞋袜 一言不发 中午十二点就要退房了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收拾 郑华宇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他一直以来 就是有助理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可现在助理离开了 郑华宇突然觉得自己踏马的 就像废物一样 第241章 所以 郑华宇干脆就不收拾了 他把那些胡乱丢在房间 各个角落的衣服裤子 直接留在了房间里 不要了 做出了这个决定的郑华宇 松了一口气 随后就简单地把自己手机和电脑 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手表等奢侈品 一股脑袋全塞进了包里 然后郑华宇连脸都没洗牙齿 也没刷 直接下楼去酒店大堂 找前台退房去了 等郑华宇退完房 走出酒店大门 已经是上午十点多 炙热的眼光晒得郑华宇 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站在酒店的大门口的他 突然有一种世界之大 他却无处可去的孤独感 郑华宇略微想了想 就打算先回公司看看再说 就算公司明面上已经放弃他了 但是他的合同还在公司 不论公司是打算解约或者血藏 郑华宇都得回去一趟 郑华宇打定主意 就准备动身去机场 然而他前脚才看看踏了出去 整个人又蹲在了原地 因为郑华宇突然发现 去机场需要坐车 坐到了还要买票 但是他现在早就没有专车接送了 司机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而且一直以来 飞机票都是助理负责买的 郑华宇现在连机票都没有 就算到了机场又有什么用 想到这里 郑华宇猛地捏紧了自己的拳头 下一瞬又慌忙地松开 因为他尖锐地 手指甲刺到了掌心 这种痛感 让他差点疼得叫出了声 他想叫出来 发泄这种憋屈的情绪 但是大庭广众之下 郑华宇又拉不下这个脸来 这种内心的郁结质感 让郑华宇憋屈地想要吐血 只能紧咬牙关 无声的怒吼 苏臣 我弄死你 良久 郑华宇才松弛了 紧绷的身子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 他只能面对现实 打开手机准备给自己买票 可是因为现在是周末 并且飞机从沙士 飞往他公司所在的城市 也就是魔都的这条航线 属于热门航线 不提前一天 买根本就买不到票 连经济舱都没有 更别说郑华宇这种 想买当天的头等舱的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郑华宇彻底呆住 站在酒店的门口 不知如何是好 他现在是一点脾气都没了 有的只是连绵不绝的无力感 就在这时 郑华宇突然发现自己的脚边 多了一个人影 当他抬起头才发现 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助理 这一瞬间 郑华宇直接哭了出来 我平时对你这么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的 说着 郑华宇就张开双手 想要去拥抱助理 可他平时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当牛做马的助理 这一次看到郑华宇拥抱上来 直接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滚泥马的 莫挨老子 助理脸色猙獰的吼道 他猙獰的表情里 还透露着压抑不住的笑容 看着极其的癫狂 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 让人望而生畏 第242章 你 你怎么敢揣我 我平时那么对你 现在我落魄了 你就这么对我 我他妈养了一只白眼狼啊 郑华宇跌坐在地上 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表情 可助理听了郑华宇的话 却直接被气笑了 他说道 你平时对我很好 你说这话 良心不会痛的吗 你平时大鱼大肉 让劳资吃剩的 这叫好 你从不洗衣服裤子 全是我在洗 连你踏马的内裤 都是劳资洗的 这叫好 出门的车 都是劳资给你安排的 我想坐副驾都没得做 让我自己出钱打车跟着你 这叫好 踏马的好多次嫖娼 都是劳资给你付的钱 你有还过我吗 这叫好 助理一连几个问题 把郑华宇说得脸色通红 哑口无言 而且 什么叫你养的白羊狼 劳资的工资是工资付的 和你有半毛钱的关系 别人助理都有水十足 盆满钵满 劳资在你这劳资 不仅没得拿 还要倒贴 你他妈是怎么有脸说你养我的 助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 总算是发泄了些许怨气 他看着坐在地上 像一条丧家之犬的郑华宇 冷冷一笑 从随身的文件袋里拿出了一份合同 赶紧签了 老子好回去交差 说着 助理直接把合同甩在了郑华宇的脸上 散落一地 郑华宇捡起合同 看到这是一份来自他公司的违约赔偿解约合同 郑华宇一愣 随即脸色难看 立马看起了其上的内容 内容的条款比较多 大概意思就是说 郑华宇违背了当时和公司签下的合约 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约 并且要求郑华宇赔偿公司一千万的违约金 郑华宇猛地惊叫道 一 一千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 我这两年才赚到几千万 手里怎么可能还有一千万 助理冷冷一笑 说道 那是你的事 公司只要求你 按照当时和公司签的合约赔偿这笔钱 可能你忘了当时合约的条款 我再和你复述一下 如果以防 也就是你 在合约期间做出了违法乱纪等影响公司利益的事 公司有权让你赔偿一千万 听了助理的话 郑华宇的脸色愈加难看 因为他知道 助理说的是真的 他当时对这个条款不以为意 毕竟在他的想象中 自己是不可能出这种事的 但是 事情却走到了这个地步 郑华宇抱住了助理的大腿 哀求道 你 你帮我求求情 哪怕少赔一点也可以啊 然而 助理文言却不为所动 甚至直接一脚踢开了郑华宇 一脸嫌弃的拍了拍自己的裤腿 哼哼 我来的时候 公司已经表态了 如果不是只能让你赔一千万 他们都想让你赔到死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事 公司那边受到了多少舆论压力 有多少代言和公司解约 这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千万 所以 我建议你现在赶紧把合同签了 卖车卖房也要把钱还上 不然公司那边现在想整你 可是很容易的 郑华宇文言 面如死灰 第243章 郑华宇最后还是签下了合同 在烈日下 郑华宇顶着大太阳 汗流加倍 再加上 他从昨晚就没洗漱睡觉过 太阳一晒 一股邋遢的味道 就从身上蒸腾而起 好不狼狈 让助理嫌弃恶心的同时 还令他侧身远远躲开了郑华宇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马德 没人服侍就成这副鬼样子 真踏马是个废物啊 郑华宇听在耳里看在心里 但是他没有选择 只能忍受着一切 在解约合同和违约通知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助理有句话说的是对的 现在的郑华宇 已经对公司失去了一切利用价值 如果他再不听话一点 谁也不敢保证公司还会怎么样去整他 郑华宇如果签了合同 还上了这笔钱 哪怕没有了流动资金 并且抵押掉了所有的固定资产 他还是有退路的 流量为王的时代 黑红也是红 他大不了去国外发展嘛 但是如果郑华宇不签合同 公司暗地里整他 他可吃不消 而且就算公司不下黑手 单纯去法院 告他欠钱不还 郑华宇也会变成老赖 连飞机高铁都做不成 更别说出国去赚钱了 所以 郑华宇最终还是签了 看着郑华宇这么听话 他的前助理 现在的要债人 讥讽地笑了笑 不错 你早这样不是少被我揣一脚吗 还被我骂了这么久 真是犯贱 说着 他一把抢过了郑华宇手里签好的合同 仔细地翻看起来 在确认无误过后 助理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把合同一丝不苟地 放进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内 然后 他瞥了眼郑华宇 淡淡说道 既然助理一场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合同是从你签名开始 就计算时间的 你还有一周的时间去筹钱 七天之后 这一千万必须要全部转进公司账户 否则我也不保证 董事会那边会不会对你下狠手 郑华宇听完 面带谄媚的笑容 不断地点头哈腰说道 好的好的 谢谢哥 我一定按时把这笔钱交到公司账户里 一定不会让你难做的 看着眼前这好像一条狗一样的郑华宇 助理的嘴角一勾 直接就转身从酒店大门口离开了 郑华宇一直等到对方彻底从视野里消失以后 他才抬起头按骂了一声 冲着助理消失的方向 狠狠吐了一口弹 翠 马德 劳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 以前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罢了 还敢在主人面前乱吠 你就祈祷我不会再起来吧 不然 劳兹第一个就弄死 你这吃屎的畜生 郑华宇越骂越起劲 就好像自己说的话 是什么巫蛊降头一般 文革空对走远了的助理造成伤害 在他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后 郑华宇这才勉强散去了 心中的郁杰之气 哼 不就是一千万吗 大不了从头再来 老子随随便便 就能再赚回来 反正那些脑残粉 也不在乎我的名声 说不定我去国外发展以后 他们还会傻乎乎地跟过去呢 再奶赚钱不是赚 哼哼 你们就等着吧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郑华宇说着 心中顿时大定 这一刻 他看着天上的太阳 都没有感觉再毒辣 反而暖洋洋的 像是代表着他的心声 啊 第二百四十四章 沐浴在阳光下 我即将得到心声 郑华宇带着对美好明天的期盼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走向了酒店外的大街上 现在他连公司都不用回了 一身轻松和自由 郑华宇决定找个外围 洗个澡再狠狠放松一下 此时不爽 更待何时啊 然而 郑华宇前脚刚踏上马路 他突然就听到了警笛声迅速靠近 然后 一列警车迅速停在了郑华宇的身前 挡住了郑华宇的去路 郑华宇 他看着从警车上下来的一对 手持武器和手铐的警察 冲着自己而来 笑容渐渐消失 郑华宇说道 你 你们要干嘛 双手抱头 趴在地上不许动 警察冲郑华宇吼道 我们接到举报 说你涉嫌吸毒贩毒 聚众淫乱 偷税漏税等诸多违法犯罪的罪行 现在请你立刻停止反抗 和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 郑华宇闻言 面色陡然变得格外惊恐 不 我没有干这些事 你们凭什么抓我 郑华宇嘴上说着 身子止不住地后退 看着郑华宇后退 警察还以为他是想逃跑 就迅速冲上前 而郑华宇看到警察冲来 做贼心虚的他也怪叫一声 立马就转身逃跑了 他跑 他追 他插翅难飞 警察们紧追着郑华宇 看着他飞快地奔跑 无论如何都要将他抓住 郑华宇则是不断地回头张望着 眼神里充满了慌乱和绝望 最终 在郑华宇疲惫不堪之际 几名警察从不同的方向赶来 将他团团包围 郑华宇惊恐地抬起头 想要爆发反抗 但当他看到 面对自己的是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后 他的动力就消失了 他明白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机会 所以郑华宇没有任何挣扎 也没有任何反抗 等着警察走来 给他戴上了手铐 接着 在警察搜查郑华宇的物品之时 他们竟然直接在郑华宇身上 发现了吸毒工具和少量毒品 郑华宇根本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逮捕并带上警车 然后被带回了警局 警车行驶的路上 郑华宇凝视着窗外的风景 脑海里浮现出他过去的种种往事 崩溃大哭 他知道 他这次是真的完了 郑华宇曾经是那个 在舞台上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音乐人 但是现在 这一切都离他而去了 与此同时 赖床赖到将近中午的苏晨 手机突然响起了一阵铃声 将他从美梦中吵醒 迷迷糊糊中 苏晨拿起了手机 发现手机界面上正弹出来了一通电话 而电话上显示的来电联系人的名字 叫徐方元 第245章 徐方元 他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苏晨看到联系人的名字 整个人瞬间就不困了 连脑子都开始活络了起来 早在此前 苏晨就特地和狗仔联系过 并且安排好了一切 苏晨请狗仔 趁着这一波热度 直接把狗仔收集到 有关于郑华宇的黑料 全部打包 发给了沙士警局 对于郑华宇的情况 苏晨可以说 早有预料 他抓着这次的机会 让郑华宇原本背后的资本势力 彻底抛弃了他 一个没有了资本站台的流量明星 面对这样 几乎是能实锤 去采好几年缝纫机的黑料 他根本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 对于敌人 苏晨从不心思手软 更别说是郑华宇这种阴狠之人 这些黑料 就是苏晨给郑华宇准备好的农药 势必斩草除根 因为上辈子 苏晨见了有太多劣迹艺人 在国内混不下去 就去国外捞金 日子过得还是风生水起 苏晨并不想给郑华宇这个机会 他今后 哪怕有一天能过的书星 都是对苏晨的不尊重 只有死了的敌人 才配躺着 所以苏晨准备了这一套连招 郑华宇就不可能有再次出头的机会了 毕竟等郑华宇采完缝纫机 谁还知道是多少年以后了 苏晨嘟囔道 难不成是我对郑华宇下手太狠了 敲山震虎 有这前车之剑让这老女人怕了 不可能 以她的性子 应该不会 那或许就是因为烦心护育了 苏晨说着 嘴角微扬 毕竟 一家娱乐公司随意地造谣 并且大面积地传播谣言 承担的风险可是很大的呀 我要是举报他们 民众和司法的视线集中在烦心护育上 多少是个麻烦 现在的社会 可没有几家公司经得起审查 苏晨三两句的猜测 几乎就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说到这里 苏晨倒是来了兴趣 毕竟上述的那些终究还是她的猜测 苏晨也想看看 徐方元现在打电话给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所以 苏晨就接起了电话 开口道 喂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没想到 元姐还能给我这种废物打电话了 听着苏晨玩味话 电话那头的徐方元瞬间怒火上涌 气得几乎要把手机捏碎 但是他一想到张勇告诫他的事 徐方元又不得不强行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娇笑着说道 哈哈 诚哥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你现在可是网络上当红的炸子鸡 是万千粉丝追捧的对象 你要是废物 那这个世界上哪还有什么成功人士啊 徐方元强忍着内心的恶心和干呕的冲动 恭维着苏晨 而苏晨听到徐方元的话以后 就知道自己之前对徐方元的猜测 和事实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苏晨也不想和徐方元这种人兜圈子 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徐方元那边也没想到 苏晨竟然会这么直见 让他准备了好一些吹捧的话 顿时化作了无用功 第246章 徐方元顿了顿 他到底还是繁星的金牌经纪人 很快就理好了思绪 是这样的 诚哥我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有一点误会 我们还能有什么误会 不都早撕破脸了吗 徐方元笑容一致 打了的哈哈继续道 哈哈哈哈 我怎么可能和诚哥撕破脸呢 可能是我来替燕燃分手的时候 没有好好说话 给诚哥造成了误会 这是我的问题 苏晨嘴角一勾 靠在床上随意地说道 那天的事啊 我早就忘了 我也没有怪你 毕竟这行我也懂 你是为了林燕燃的未来考虑 让我们分手 对你来说 无疑是最正确的事 所以 这件事不怪你 我甚至还要感谢你 让我看清了林燕燃 徐方元听了苏晨的话 虽然心里不断地在咒骂着苏晨 但他嘴上却显得更加殷勤了 哈哈 诚哥不怪我 我真的太感动了 现在想象我当时真不是人啊 如果我早能料到今天 我怎么都不可能同意 燕燃和你分手的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眼拙了呀 苏晨听着徐方元的恭维 脸色不卑不喜 他现在只想知道 徐方元这只狐狸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好了 多的话不用说了 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 别告诉我 你就是专门来和我道歉的 你自己也不信 我下午挺忙的 没时间一直听你 在这说些违心的话 我知道你不愿意说 当然 我也不愿意听 所以 开门见山一点吧 苏晨淡淡说完了这些话 变化那头的徐方元 脸色一阵变化 最后 徐方元还是开口说道 我来是想让你别举报 繁星胡于造你谣的事 只要你不去告繁星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甚至 你还可以和林燕燃附合 有我在 这件事很简单 他很听我的话的 徐方元说出了 自认为苏晨拒绝不了的理由 毕竟苏晨和林燕燃分手以后 写了那么多 让人听了黯然神伤的苦情歌 说苏晨放下林燕燃她 可不相信 徐方元做出这个决定 其实也是缓兵之计 毕竟林燕燃在她眼里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而苏晨在她心里 就是一坨狗屎 苏晨根本就配不上林燕燃 她就是阻拦林燕燃 阻止自己 在娱乐圈更进一步的挡路狗罢了 但是现在 为了公司的利益 徐方元也只能先这么去 安抚苏晨 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 再让林燕燃 踹了苏晨呗 反正这种事 她干得多了 熟练得很 然而 就在徐方元信誓旦旦之时 电话那头 传来了苏晨的声音 告 我为什么不告 袁杰几天不见 就变得这么天真了 而且 你凭什么觉得 我还喜欢林燕燃 她现在在我这里 一文不值 苏晨的话 让徐方元顿时愣在了原地 第247章 苏晨说的话 让徐方元下意识地认为她在逞强 明明苏晨和林燕燃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是一条舔狗一样 怎么可能说刚分手就不爱了呢 这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苏晨在嘴硬 徐方元越想越觉得是这样的 毕竟没有一条舔狗 会想承认自己是舔狗的 没在女神当面 舔狗一般都是说自己早就放下了 不爱了 说这次绝对不舔了 但是只要一见到自己的女神 之前所有看着像个人的她们 都会再次变成一条狗 让人觉得深情又可怜 想到这里 徐方元忍住了心里的鄙夷和吃笑 开口说道 诚哥 我说的是真的呀 要不这样吧 我看最近有没有时间 让林燕燃去一趟杀势 给你时间好好聊聊 毕竟你们分手的时候太匆忙了 你肯定有很多事没有和她说完 所以这次我帮你们约个时间 指不定燕燃也还喜欢你呢 你们分手的这些天理 我总是能看到燕燃 有时候偷偷一个人在角落里 偷偷抹眼泪 我想她可能也还是舍不得你的 徐方元语重心长的一番话 让电话那头的苏晨陷入了沉默 面对这个情况 徐方元顿时就猜测 更是觉得自己此前的想法没有错 苏晨一定是动摇了 哼哼 不会吧 不会吧 怎么可能会有田狗 会真的放下自己的女神啊 这种几率 比那群穷吊丝 去彩票店买彩票中奖 一千万都还要难吧 然而 就在徐方元美滋滋地觉得这件事 肯定能妥当解决了的时候 电话那头 再次传来了苏晨的声音 喂 还在吗 我刚才听到林燕燃的名字 有点犯恶性 所以 去喝水压了压想吐的感觉 所以 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根本没听见 如果是重要的事的话 要不劳烦你再说一遍 徐方元 苏晨的话 让徐方元的笑容一僵 顿时尬在原地 不过徐方元还是坚持己见 认为刚才那番话 对苏晨来说 绝对是一个绝杀 苏晨现在还能这么淡定 肯定是没听到自己说的话 自己可是让女神亲自去找舔狗了呀 这种舔狗们梦寐以求的事 哪条舔狗能够拒绝 徐方元自己带入进去 根本就找不到苏晨拒绝的理由 所以 徐方元深深吸了一口气 带着满满的自信 把前面说给苏晨的话 再次总结复述了一遍 哈哈哈 是这样的 我觉得 诚哥可能不相信刚才我说的 所以 我想先让嫣然找你聊聊 而且我觉得吧 嫣然应该还是喜欢你的 如果现在你们两个人能在一起 我也乐见其成啊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就是 诚哥可以不去告繁星护鱼 毕竟 嫣然现在 是繁星的当红头牌 是和繁星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我想 你应该也不想看到嫣然 因为这件事过得不好吧 徐方元面带笑容地说完 就等着听苏晨激动地回答 然而 就在她的自信心 都要满出来的时候 苏晨的声音 这才姗姗来迟 第248章 不是 元姐现在连我说话都听不懂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 林嫣然现在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想她过得好只是 对前任的一种美好祝愿罢了 只是因为我品德高尚 不是说我还喜欢林嫣然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元姐还听不懂吗 这可不像你啊 一点情伤都没有 如果元姐这样 都还能曲解我的意思 那么 我只能怀疑 繁星护鱼金牌经纪人的含金量了 还不如最近我在酒店楼下 喂的几条流浪狗 有眼力镜 通人性呢 徐方元听了苏晨的话 脸上的笑容 都还来不及收敛 就轻一阵红一阵的 像个红绿灯似的 煞事有趣 徐方元根本想不到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 苏晨竟然还能这么嘴呀 这人就这么嘴贱 想要我难堪 真特么是个畜生 嘎吱 嘎吱 徐方元听到了自己手机传来不堪重负的声音 这才惊醒过来 赶忙松了手上的力道 他依旧是好生好气地说道 哎呀 诚哥不用把话说得这么绝吗 都是成年人了 咱们行不行 也得先试试啊 我可是听说 燕燃的第一次还在 当初是想留给和你在洞房花竹叶的呢 徐方元此时就觉得自己是月王勾剑 正卧心肠胆 苏晨想要恶心自己 就随他恶心 想要骂自己 就随他骂 反正自己又没损失 徐方元抱着这个打算 就听苏晨说道 几天不见 元姐是真的听不懂人话了呀 我都说了 我是真没空啊 那好吧 那我只能给你总结一下了 第一 我是一定会到烦心护语的 不是因为 你让林燕燃和我分手的事 而是你让烦心护语出的 那则声名 以及找孟小天和郑华宇 来针对我的事 我不是傻子 徐方元听到苏晨 直接指出了孟小天和郑华宇 心里猛然一惊 原来苏晨早就知道了 这两个人是他安排的 第二 不用在我面前再提林燕燃了 是你自己来找我道歉的 那道歉 就要有道歉的态度 你是想打算用林燕燃来讨好我吗 那你付出了什么 把林燕燃当做了什么 又把我想成了什么 袁姐 你还真是想得很天真啊 苏晨讽刺了徐方元一句 就继续说道 好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挂了 另外 袁姐也不用再打过来了 说着 苏晨直接挂掉了电话 嘴角一条 就丢下手机准备去洗漱去了 可当苏晨走到靠近酒店房门的卫生间前 他透过门缝下的光影 突然发现门口居然有一团黑乎乎的影子 就像门口处着一个人似的 苏晨心中一灵 进步走到了门前 想要透过猫眼看一看门外的情况 可他一看 发现猫眼也乌漆骂黑的一片 卧槽 该不会有人找人来暗杀他了吧 这可是法治社会啊 第249章 看着门缝下晃动的人影 苏晨说不提心吊胆 肯定是假的 但是他转念一想 光天化日之下 朗朗乾坤之中 而且 酒店的走廊还装着摄像头 应当不至于发生 有刺客这种离谱剧情 所以 此刻站在他门外的人 要么是偷偷溜进来的狗仔 要么就是徐芳源那里派来打探他生活的人 不论是哪一种人 苏晨现在最安全的做法 肯定就是待在房间里 哪里也不去 只要不出门 就不会和这人碰面 不碰面 也就没了危险 对方总不能直接在人来人往的酒店里撬锁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但是 就算苏晨知道现在不出门是最安全的选择 可他还是得出门啊 从昨晚到现在 苏晨已经利米 未尽 前面躺在床上倒是没什么感觉 可现在站起身 肚子里的空虚感就让他有些头晕目眩 UESE 苏晨感觉自己现在可以吃下两头牛 不过苏晨虽然饿得想死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出门吃饭 但他也没有着急忙慌地去打开房门和对方刚正面 我们的苏晨大聪明 而是选择用房间内的坐机 打电话给了酒店前台 欲试不决 心摇人 嘟 嘟 嘟 坐机只是响了三声 就被酒店前台接起 喂苏先生您好 这边是酒店前台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 前台接电话的是一个人美声甜的女孩 因为前台那边有记录每个房间的客人名字 内线电话也会显示打电话过来的房间的房间号 所以女孩准确无误地喊出了苏晨的信誓 这贴心的细节和宾至如归的体验 让苏晨暗自折舌 不愧是高档酒店 花了钱的就是不一样啊 不过苏晨并没有感慨多久 就想到自己房间门口的那个人影 可恶 差点被这前台小姐姐的细腻温柔给迷糊住了 这种细节再好 安保做不好有什么用 念及此处 苏晨就立马严肃地把自己现在的情况告诉了前台 喂 你们酒店的安保是怎么做的 我发现我房间门口一直有个人影在徘徊 刚才还被我发现贴在我房间的门上 一直在听我房间里的动静 我现在感觉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重大危险 苏晨严肃且小声地说着 生怕把房间门口的人给吓跑了 而前台的女孩听到苏晨的话 也是立刻重视起了这件事 前台说道 抱歉苏先生 可能是我们的疏忽 我现在就让酒店的保安来查看情况 请您务必待在房间里 不要出门 这件事将由酒店处理 听了女孩的话 苏晨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很有安全感 行 那就交给你们了 请让那个人快点离开 我现在需要出门吃饭 苏晨说道 好的 说完 苏晨就挂断了电话 拿起手机慢悠悠地刷起了抖音 等着安保人员到来 我苏晨 哪怕是饿死 死在房间里 也绝对不会以身犯险的 与此同时 正身处魔都的徐方元 看着手机的主界面 再也克制不住内心暴虐的脾气 直接把新买的手机 给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第二百五十章 苏晨 徐方元抓狂着 发泄着内心的怒火 本来听公司的话 去讨好苏晨 就让徐方元 革新到家了 更别说徐方元 被苏晨好一顿对 还不能缓嘴 甚至 还得好声好气地 再去求苏晨 生气 憋屈 痛苦 无奈 诸多情绪夹杂在了一起 让徐方元 急于吐血 在徐方元 把房间里能砸的一切 都砸完了以后 他才看看冷静了下来 苏晨还没同意 不去告繁星护鱼 那么 公司交给徐方元的事 就没有完成 他就得继续 这苏晨 真的是软硬不吃 连把燕燃抬出去 都不好使了 这不应该啊 徐方元思来想去 只能认为是苏晨还没看到希望 依旧是在嘴硬的状态 所以 徐方元在心里打定主意 先去找林燕燃 通过林燕燃去联系苏晨 哼哼 女神当面 徐方元都要看看苏晨这条田狗 还有什么能耐 带着这个想法 徐方元走出房间 来到林燕燃的房间门口 敲了敲门 燕燃 你在吗 徐方元小声说道 房间内一片安静 隔了很久才传来了林燕燃的脚步声 下一秒 房间门被打开 露出了穿着一身睡衣的林燕燃 此刻林燕燃头发杂乱 黑眼圈很重 双眼呆滞 没有灵气 看着和被广发粉丝评价为仙女的林燕燃 毫无关系 反而像得失恋了的少女一样 徐方元看着林燕燃的模样 心里一惊 他赶忙说道 燕燃 你这是怎么了 林燕燃打开房间门后 就走回了房间 又一次仰面倒在了床上 元姐 我感觉我的选择好像不一定正确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苏晨没了我以后 过得比我在他身边的日子好多了 元姐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放弃了一个潜力骨啊 如果我现在还和他在一起 以他的现状 应该是配得上我了吧 徐方元听了林燕燃的话 眼里金芒一闪 放在以前 徐方元如果听到林燕燃这么说 一定会狠狠地骂林燕燃一顿 然后再狠狠地地死苏晨 但是刚刚发生了这些事 徐方元反倒没有再这么开口 他坐到了林燕燃的身边 缓缓开口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林燕燃没有说话 徐方元继续说道 其实这么多天下来 我原本觉得 你对苏晨的感情 只是一时失去后的不习惯 但是现在看来 你应该是喜欢苏晨的 听了徐方元的话 林燕燃更加难受了 喜欢有什么用 喜欢还不是被自己弄丢了 苏晨是多优秀的男孩子 看着林燕燃这般模样 徐方元既从心起 原本他还在考虑 怎么才能说服林燕燃 去帮自己说话 毕竟自己之前 一直都是说苏晨恶心的 现在 机会来得刚刚好啊 第251章 徐方元太了解林燕燃了 以至于看到 他脸上的表情 就明白了 林燕燃此刻到底在想些什么 总而言之 林燕燃应该是后悔了 他后悔和苏晨分手了 见此情形 徐方元伸出手揉了揉 林燕燃杂乱的头发 又轻柔地帮林燕燃 把头发捋顺 徐方元一边拖着 一边开口说道 燕燃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是不是后悔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把苏晨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给弄丢了 林燕燃仰面躺在床上 听了徐方元的话 他用手臂遮住了双眼 鼻子耸动 却未曾开口 但是徐方元分明看到 一片泪珠 从林燕燃的手臂和脸 相接的地方一出 砸落在床单上 林燕燃哭了 虽然林燕燃不想承认 但是他内心那种空落落的感觉 真的太令他窒息了 哪怕他能嘴硬 骗得了徐方元 但是他也骗不过自己啊 看着林燕燃的模样 徐方元长叹了一口气 说道 早知道是现在这样 当时我说什么都不会答应 你们分手的 你现在这个颓废的样子 我看着真的好揪心 徐方元利用话术引导 让林燕燃更加的难受于后悔 甚至有一种 恨不得现在就去找苏晨 表明心计的感觉 其实当时林燕燃与苏晨分手 归根结底是徐方元的主张 但是徐方元并没有直接 强迫林燕燃和苏晨分手 而是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 在日常生活中 一直不断地去念叨 最终成功地 让林燕燃觉得苏晨配不上他 以至于到最后 是林燕燃自己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去逼着自己和苏晨分手 所以 林燕燃哪怕到现在也是觉得 自己和苏晨分手 怪不了别人 是自己想这么做的 不得不说 徐方元真是屁的一手好UAR 而听着徐方元安慰的话 林燕燃心里莫名感觉有点奇怪 但是他又说不出 这种奇怪的感觉 到底是因为什么 他感受到徐方元对自己的关心 一下子就冲淡了内心的奇怪感觉 转而起身抱住了徐方元 身子颤抖着抽气 元姐 我到现在才发现 苏晨是很爱很爱我的 那个时候 他会愿意在家洗菜做饭 打扫卫生 什么都不用我去管 那个时候 我们虽然穷 虽然没钱 但是苏晨 他没有让我过过一天的苦日子 而且 他也不会像昨晚的风石翔那样 大晚上的 把我一个人就在外面 他 他很担心 我晚上遇到危险的 只要是工作 和我遇到了冲突 他就没有犹豫的辞职 甚至 不管我在哪里 只要一个电话 他就会赶到 林燕燃一边哭一边说着 眼泪早已打湿了徐方元肩上的衣服 他对我这么好 我还义无反顾地和他分手 我 我 袁姐 我真的好想好想苏晨啊 林燕燃说道 徐方元听了林燕燃这么多的话 在林燕燃看不到的方向 他嘴角勾起 徐方元知道 火候差不多了 是该轮到自己推波助澜了 第252章 徐方元不断地拍打着林燕燃的后背 小声温柔地说着 就像是在哄一个孩子一样 徐方元说道 没事 没事的燕燃 人的一生太长了 没有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犯错 古话不是说了吗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呀 林燕燃扶在徐方元的肩膀上 含糊不清地说道 但是这个错误真的好大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这会不会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办法在一起 这是多大的遗憾啊 听着林燕燃的话 徐方元的嘴角一抽 两个相爱的人 这话听得怎么这么讽刺 一个女的嫌弃男的配不上自己 男的又说在他这里女的一文不值 现在女的看男的发迹了 又说自己还爱着男的 嗯 爱不爱都不知道 反正林燕燃后悔了 应该是真的 这就足够了 徐方元说道 燕燃 既然你认为这件事 会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努力 去争取呢 如果你后悔了 还听之认知 只是在这里感慨感叹 那这件事 你就真的只能后悔一辈子了 徐方元的话 让林燕燃微微一愣 随即 她猛然从徐方元的肩膀抬起头 满脸泪痕地看着徐方元问道 袁姐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徐方元伸手给林燕燃 抹去了脸上的泪珠 说道 我的意思是 既然还爱 就努力地去争取 去在一起啊 林燕燃一脸错愕 有些不自信地说道 袁姐的意思 是让我和苏晨 复合吗 徐方元点了点头 林燕燃却说道 这怎么可能啊 苏晨已经被我伤得这么深了 我哪里有脸去找她 看着林燕燃犹犹豫豫的模样 徐方元认真地说道 你不是说了吗 你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是苏晨追的你 那现在就换你去把苏晨追回来啊 男追女 阁坐山 女追男 阁层沙 你们本来就是相爱的 我见过太多曲曲折折 最后终成眷属的人了 你们这次的经历 不过是以后幸福的谭姿罢了 林燕燃眼前猛然一亮 真 真的吗 袁姐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 当然 徐方元点着头说道 现在苏晨也没有传出有什么恋情 她还是单身一个人 而且就算苏晨不是单身 你也可以为爱去争取 你要知道 爱情是世界上最纯粹 也是最有力量的东西啊 听了徐方元的话 林燕燃也是停止了哭泣 脸上的笑容渐渐盛开 她甚至现在就想马不停蹄地去找苏晨 然后亲口告诉苏晨 自己还爱她 让她赶快回到自己的身边吧 以苏晨当初对自己的用情置身 林燕燃相信 苏晨一定会面带笑容地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谢谢元姐 如果没有你的这番话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会错过多少东西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再这么颓废了 我要用自己最好的一面 让苏晨回到我的身边 第253章 徐方元听了林燕燃的话 心里直接就乐开了花 林燕燃这妮子真的太好掌控了 简直就像个遥控赛车啊 哈哈 徐方元正想着 就看到林燕燃拿起了手机正不断地摆弄着 徐方元不解地看着林燕燃 开口问道 燕燃 你这是在干什么 买机票去沙士找苏晨啊 刚好有一张下午一点的机票 我现在出发 从这里到机场就一个小时出个头 我到了以后都不用等 直接就能上飞机飞往沙士 如果没有波折的话 今天晚饭前就能找到苏晨了 林燕燃小脸红扑扑的 美滋滋地说道 虽然沙士坐飞机飞往魔都的人很多 但是魔都飞往沙士的就比较少了 所以林燕燃现在买 都能买到一个小时候的机票 而且空位还不少 只能说 魔都不愧为目前国内的金融中心啊 而此时在林燕燃身旁的徐方元 看着一脸期待的林燕燃 不免抽了抽嘴角 这妮子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怎么现在的剧情 有点变成了那种 几千几万人心中的女神 坐飞机去找渣男了呢 这变化得也太快了吧 虽然徐方元巴不得林燕燃赶紧去找苏晨 但是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至少今天不是 徐方元刚和苏晨打了电话 怎么也得让苏晨缓缓 指不定今晚过后 苏晨就又想起了林燕燃的好了呢 那个时候 再让林燕燃过去找苏晨 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 徐方元对林燕燃说道 你现在去找苏晨 你是巴不得让苏晨看到你狼狈的样子是吗 你也不照个镜子看看 你又熬夜又不护肤 而且心情差 导致脸色也差 你这脸 现在还能出门给人看啊 徐方元说着 就随手把林燕燃化妆桌上的镜子拿了过来 对在林燕燃的眼前 镜子里 林燕燃棚头垢面 顶着一对硕大的黑眼圈 哪里还看得出 她是繁星护鱼当红的炸子鸡 是万千男人眼里的青春玉女 天 天哪 我 我怎么成这副模样了 林燕燃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心中猛然一跳 手上更是直接放下了手机 顾不上买票 着急忙慌的就要先去护肤了 看她的样子 是想抓紧时间护肤补妆 势必打算今天去见苏晨了 徐方元健壮 继续说道 你今天就别去了 好好在房间里护肤 然后舒舒服服地补个教 明天再去吧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的黑眼圈 比大熊猫还像大熊猫了 就这样说定了 机票的事 袁姐给你解决 你不用操心 你现在啊 就只要负责休息就好了 听了徐方元贴心的话 林燕燃的眼眶再一次地泛红 她一把就抱住了徐方元 抽气着说道 袁姐 你真好 如果没有你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林燕燃说着 又担忧地看了眼徐方元 第254章 但是 我和苏晨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让你为难 毕竟公司明令禁止一人恋爱的 我这么做 是不是不太好 徐方元心里呵呵一笑 有什么禁止不禁止的 繁星有这个规定 只是防止一人恋爱 导致粉丝脱粉罢了 说到底 还是因为公司的利益 所以从利益出发 估计公司巴不得林燕燃和苏晨在一起 一方面可以利用徐方元 稳住苏晨 而另一方面 说不定还能和苏晨签约 把苏晨签在繁星 苏晨到现在都是 没有签约娱乐公司的状态 以苏晨现在的人气 他简直就是一棵移动的摇钱树 但是这些话 徐方元不会告诉林燕燃 就像他没有和林燕燃说 和苏晨在一起 就是为了让他去稳住苏晨一样 只要林燕燃和苏晨复合 苏晨自然也就不会去告繁星护语了 没事的燕燃 你袁姐在公司还是有点话语权的 别的不说 保住你还是可以的 如果公司那边有意义 我会去和公司聊 不会影响到你的 放心 徐方元带着温柔的笑容 揉了揉林燕燃的脑袋 她这是一石三鸟之计 不仅稳定了公司和苏晨 还能让林燕燃觉得亏欠了自己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哈哈 而林燕燃也没有让徐方元失望 她直接泪崩 扑到了徐方元的怀里 哭得稀里哗啦的 呜呜 袁姐 你对我真好 哥哥喽 傻丫头 袁姐不对你好 还要对谁好啊 徐方元拍着林燕燃 因为抽气而不断颤抖的后背 嘴角勾起了一抹奸计得逞的弧度 与此同时 沙市酒店内 苏晨终于等来了酒店的安保人员 她隔着门就听到了三两个人的脚步快速接近 紧接着 就是安保人员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这位小姐 请您不要随意窥探顾客的隐私 如果您没有在酒店办理入住 就请立刻出去 否则 您的这种行为 已经打扰到我们的顾客 我们只能请您出去了 安保人员说完 房间里的苏晨有些哑然 她也没想到 门口的那个人影竟然是个女的 女的 该不会是我的什么私生犯吧 想到这里 苏晨不免打了个寒战 苏晨上辈子就经历过私生犯的骚扰 那时候 她还是第一次当明星 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在苏晨成名以后 就不可避免的 有了自己的一批私生犯 那些小姐姐里面 也不乏有钱和漂亮的 但是每一个都是魔整人啊 半夜翻墙 扒窗 翻苏晨门口的垃圾桶 甚至有一次 苏晨没有注意 还让一个女孩 偷溜进她的房子里 藏在了自己床底下 要不是苏晨睡眠前 听到了床下的动静 把女孩给揪了出来 不然谁也不知道苏晨当晚 会面临怎么样的情况 社会真的太危险了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第255章 就在苏晨觉得 门外那人大概率是私生犯 以及感慨私生犯的可怕之处时 门外又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我是这里的客人啊 我房间在最上面那层 最上面那层 抱歉 那一层的房间 酒店是并不对外营业的 我知道是不营业 但是我真的就住那 这位小姐 还是请您离开吧 如果您还执意待在这里 我们也只能请您离开了 不是 怎么我说了 你们还不信呢 哎 你们别拉我呀 你们再这样 我要叫了呀 听着门外传来女孩 和保安的对话声 苏晨对着我 顿时觉得这女孩的声音听起来极其的耳熟 这声音 怎么听着好像是寒江雪那妮子 可是不应该啊 如果是寒江雪那妮子 那她怕我门上偷听干什么呢 就在苏晨疑惑不解之时 门外顿时传来了寒江雪的惊声尖叫 啊 苏晨救命啊 在寒江雪喊出苏晨名字的那一刻 苏晨心里所有的疑惑都化作了担忧 他根本没有犹豫 直接就打开房间的门冲了出去 下一秒 苏晨就看到几个保安被寒江雪打得抱头鼠窜 而寒江雪却娇柔地喊着苏晨的名字 嘴上加加的 下手死死的 而那几个保安一看到苏晨从房间内开门走了出来 他们立刻就像找到了主心骨了一样 几个人拼着哪怕挨上寒江雪几下 也要全部都来到苏晨的身后 苏先生 您不用害怕 由我们来保护您 苏晨 你们如果想要保护我的话 能否站在我身前来保护 听着苏晨的声音 几个保安脸色一垮 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 更没有一个人敢站到苏晨的身上 下一秒 保安中为首的那个人开口对 这 苏先生 咱们要不还是先退守房间吧 当然 不是说我们打不过这个女孩 只是我们都是男人 实在是不好对女孩子出手 苏晨看得出来 这几个保安肯定不知道 什么叫做男女平等 毕竟如果他们讲究男女平等的话 就不会这样躲着寒江雪 而是全力出手 对敌人最大的尊重 就是拿出自己最严肃的态度 全力以赴 不能因为对方是女的 就放过他 不过苏晨想起 那晚寒江雪在小吃滩上的战斗力 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保安 就打不过寒江雪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没有打起来都是好事 苏晨说道 没事没事 不用躲 这个女孩我认识 是我朋友 确实是住在楼上的 几个保安听了苏晨的话 顿时傻了眼 不是 说是你说自己有危险的 保安也是你叫过来的 现在我们都被打了一顿了 你告诉我们说 门外的人你认识 这踏马不是闹着玩吗 几个保安脸色躯黑 恨不得每个人都给苏晨一个大耳瓜子 但是他们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顾客就是上帝 上帝和你们开个玩笑又能怎么了 第256章 苏晨看着几个人僵硬的表情 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口道 实在抱歉 我刚才没有合适好 还麻烦你们专门跑这一趟 哈哈哈哈 不麻烦不麻烦 那苏先生确定现在没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如果苏先生之后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 我们随叫随到 几个保安说着 眼神隐晦地瞥了眼韩江雪 就看到韩江雪正趾高气昂地 对他们挥了挥拳头 令几人冷汗直流 对于这个女孩 他们只敢瞥一眼 根本不敢多看 害怕过后 几人就又怜悯地看了眼苏晨 心里是满满的感慨 战斗力这么强的女的 苏先生怎么遭得住的 吵架的时候 真的不会被他打死吗 苏晨虽然不知道 这几个保安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是看他们的脸色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苏晨打了得哈哈 就让他们离开了 不多时 酒店的走廊里 就剩下了苏晨和韩江雪两个人 韩江雪悠悦地看了眼苏晨 直接把他往房间里转 哼 你跟我进房间再说 好 好嘞 苏晨有错在先 只好戴着一幅 欲哭无泪的表情 听韩江雪的话 走进房间 带上了房门 刚进房间 韩江雪就用自己的小拳拳 锤在苏晨的胸口上 苏晨顿时上气不接下气 就听韩江雪说道 好你个苏晨 你竟然找保安来赶我 要不是本小姐学过点防身术 只不定现在都被那几个保安 给丢出酒店了 听着韩江雪的话 苏晨嘴角一抽 还丢出酒店 你差点就没把那几个保安打退休了 但是苏晨肯定不会说出 自己心里的想法 毕竟他还想 自己能再多活一回 苏晨说道 我怎么知道 你会在我的房间门口趴着 还贴在门上 苏晨说到这里 又满是疑惑地看了眼韩江雪 不对啊 话说你光天化日之下 朗朗乾坤之中 为什么要趴在我的房间门口啊 而且你好像在偷听我房间里的声音 苏晨的话 让韩江雪神情一致 他吞吞吐吐地解释道 你今天没事 我想你应该会起得晚一点 所以 我就来喊你起床 准备叫你去吃午饭来着 苏晨满脑袋的黑人问候 说道 你喊我吃午饭 怎么就趴我门口了 你直接敲门就好了呀 韩江雪闻言 知道自己瞒不下去 只能撇过头去小声说道 我 我走到你门口 就听到你在房间里叫林燕燃的名字 我一时好奇 所以 所以就想多听一会 听听看你到底在说什么 苏晨闻言 嘴角一抽 你说这算什么事 特么的大乌龙啊 不过 你怎么会对林燕燃的 这个名字这么好奇 苏晨问道 我 我 韩江雪脸色一红 根本都不知道怎么说 他总不能说自己喜欢苏晨 所以 对苏晨的前女友很关注吧 第257章 我 我 我就是上次听你说 你和繁星护玉的纠纷 是因为你的前女友林燕燃 所以 所以 我就想八卦一下 你现在不是和之前相比 已经天差地别了吗 就是 你的前女友发现 你现在这么优秀 会不会后悔 如果她后悔回来找你的话 你们是不是会复合之类的 说到这里 韩江雪下意识地急忙辩解道 我没有其他意思 我就是单纯地八卦一下 毕竟 你现在这么出名 一举一动 都会引起舆论的注意 我可不想 我的朋友刚成明星救她房了 我可是等着卖你的签名 发家致富呢 韩江雪越说越觉得 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她不可能担心苏晨 更不会和林燕燃吃醋的 而苏晨也是一脸笑意地看着韩江雪 问道 那你应该也听完了 这个瓜怎么样 好吃吗 刚才苏晨发现韩江雪的时候 已经是她挂断了徐方元电话以后的事了 看韩江雪的表情 那一通电话里苏晨聊的那些话 韩江雪应该是一字不落的都听了进去的 而韩江雪听了苏晨的话 脸色也有些不自然 有些压抑不住上挑的嘴角 她当然是听到了苏晨的最后那义正言辞的一番话 韩江雪很满意苏晨的回答 但是她可不能把心里话说给苏晨听 所以韩江雪说道 嗨嗨 也就那样吧 我本来还以为有人会吃回头草的呢 嘖嘖 那可是林燕燃啊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忍住的 韩江雪说着 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一番苏晨 韩江雪说道 你该不会是不行吧 所以林燕燃才和你分手 而且现在林燕燃来找你 你还能义无反顾地拒绝 嗯 一定是这样的 戏狗 苏晨 苏晨看着韩江雪眼里挑衅的意味 这哪能忍啊 你可以说 来人任何方面上有问题 但是独独就是不能说他们是戏狗 否则 他们就会变成苏晨现在的样子 戏狗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不行 哼哼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到底行不行 苏晨装作张牙舞爪的样子 直接把韩江雪推倒在了床上 韩江雪在这一刻也变了脸色 他突然发现 自己现在身处苏晨的房间里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 甚至干柴上的火还被自己点燃了 韩江雪下意识流露出的一抹娇弱和慌张 令苏晨食指大动 他咽了咽口水 再也克制不住自己 扑倒在了韩江雪的身上 两个人现在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两具炙热的躯体之间 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 苏晨甚至可以隔着衣服 感受到对方躯体的柔软 和可以令所有男人血脉喷张的起伏 此刻 两个脑袋相距不足两厘米 苏晨炙热的鼻息打在韩江雪的脸上 让韩江雪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红润滚烫了起来 苏 苏晨 你 你想干嘛 第258章 韩江雪这下是真的慌了 连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 苏晨嘴角一勾 嘴唇凑到了韩江雪的耳边 轻声说道 你说呢 韩江雪微微一愣 随即浑身一震 耳边传来的喝气声 让韩江雪觉得浑身苏麻 一瞬间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完了 苏晨已经失去理智了 韩江雪有些害怕 他害怕的不是苏晨会对他怎么样 而是因为苏晨还没有和他表白 这进展的实在太快了 而且 韩江雪还是第一次 听说 第一次会很痛的呀 韩江雪想着 却丝毫生不起什么反抗的力气 他只能任由苏晨的手伸向了自己 随即 韩江雪就闭上了眼睛 然而 韩江雪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苏晨对自己的动手 韩江雪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苏晨带着玩味的笑容 一直盯着他看 你 你看我干什么呀 韩江雪羞懒着说道 我没看你呀 我在看一个 有贼心没贼胆的小色胚子呢 苏晨说道 一个女孩子 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开车 原来都是理论知识啊 现在 你怎么吓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看着苏晨笑嘻嘻的样子 韩江雪顿时心里的生气 盖过了害羞 他躺在床上 对苏晨怒目而视 谁 谁说我不敢了 哦 你确定 那我可就来了 苏晨说着 就要对韩江雪动手动脚 吓得韩江雪叫喊着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根本就不敢看 看着韩江雪的模样 苏晨哈哈大笑 也就没有再逗韩江雪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苏晨想着 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而韩江雪见到苏晨半天没有动作 而且还从床上起身 就也小心翼翼地坐了起来 韩江雪看着苏晨坐到了电脑桌前 在网络上搜寻着 关于造谣污蔑罪的量刑标准 以及如何去操作 此刻 电脑屏幕上的界面 正是解释这些的文字 造谣污蔑罪 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犯罪行为 属于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范畴 其量刑标准 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 和危害后果大小而定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情节严重的 执诽谤 诬告或者恶意编造事实等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法规定从严惩处 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二则是情节较轻的 只言辞或者行为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或者有悔过表现的 根据情节轻重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总的来说 造谣污蔑罪的量刑标准 注重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出发 除了是犯罪情节和危害大小 而定的有关量刑情况之外 还需要考虑到罪犯的主观故意 和社会危害性等因素 韩江雪在苏晨身边弯着腰 轻声念着电脑屏幕上的字 大致地念着 韩江雪侧目看向了苏晨 开口问道 你怎么在看这个 打算对繁星护鱼动手了 第259章 苏晨闻言 看着屏幕的脑袋没有转动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苏晨问道 你刚才不是都把徐方元 打给我的电话给听去了吗 听着苏晨的话 韩江雪咬着嘴唇默认了下来 他脸上的飞红还没有退去 粉嘟嘟的脸煞是好看 不过苏晨并没有在意韩江雪的脸色 看他默认了以后 就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如果放在平时 以徐方元的性子 他是根本不可能会给我打电话的 更别说是打电话来 这么好生好气的 给我道歉了 所以现在徐方元能这么打电话给我 一定是繁星护鱼强迫的他做的 显而易见 繁星护鱼已经急了 如果我不趁着繁星护鱼 自乱阵脚的时候出手 等他们反应过来 有了防备以后 再去告他们污蔑造谣 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 苏晨淡淡地说着 平静得根本不像是要对一家家大业大的娱乐公司出手 一亿敌万的样子 那神情 反倒就如同吃饭喝水那样的简单日常 而韩江雪听了苏晨的这些话 他红着的脸色总算是消退了下去 韩江雪缓了缓 说道 你要告繁星护鱼污蔑造谣 但是污蔑造谣的定罪标准很宽泛 处理也是可大可小的 以繁星护鱼的体量 以及繁星护鱼背后的资本 如果你去法院告他 最后的结果 估计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终草草了事 苏晨听了韩江雪的话 也是认可地点了点头 但是苏晨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他对韩江雪说道 如果我昨天前天去告繁星护鱼 那么结果确实可能只是这样 但是经过了昨晚 整件事的性质已经不一样了 国民讨论度也达到了一个相当之高的高度 只要我现在去法院举报繁星护鱼 所有关注这件事的网友们 自然会帮我推波助澜 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繁星护鱼的身上 而一旦形成了这个局面 不论是繁星护鱼背后的哪一方 想要简单地解决这件事 都是不可能的了 苏晨嘴角微扬着说道 当然 仅仅只靠这件事 就想彻底摁死繁星护鱼 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 就算繁星护鱼死不了 我也不会让他安然无恙 不死至少也要脱一层皮 听了苏晨的话 韩江雪顺着苏晨的想法往下深思着 虽然苏晨脑子很活络 但是他终究没有系统性地学过商业方面的知识 但是韩江雪就不一样了 他从小就深受父母和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 并且大学学的也是商业方面的专业 所以 韩江雪对商业上的事有着常人拍马难及的敏锐嗅觉 片刻后 韩江雪竟然发现 苏晨的想法大有可为 甚至韩江雪觉得 苏晨的说法还是保守了 想要达到苏晨说的那种效果并不难 如果在苏晨的想法上再稍微操作一下 就能让繁星护鱼更加的肉痛 所以有了一点想法以后 韩江雪直接对苏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说的想法可行性很高 这么操作繁星护鱼肯定会脱一层皮 第260章 但是 我这里有点更新的想法 你要不要听听 就是下手会更狠 更残忍一点 韩江雪的话让苏晨微微一愣 随即笑着说道 为什么不呢 我和繁星护鱼的问题 虽然始于徐方元 但是徐方元的行为 肯定是经过了繁星护鱼内部允许的 所以 这已经不单单是我和徐方元的问题了 而是我和繁星护鱼之间的矛盾 再者说 在繁星护鱼那边 我就是一娱乐圈的新人 而一个新人让繁星护鱼吃亏 这无疑是对繁星护鱼非常打脸的欣慰 所以 哪怕他们现在低头 以后肯定也会找回厂子的 不然繁星护鱼那么大一家娱乐公司 他们得面子往哪个 王晓乐说 他们不拿我这个新人杀鸡儆猴 以后还怎么管手底下的一人 综上所述 我肯定不会和繁星护鱼和解的 这件事导致的结果让他们越惨 就对我越有利 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苏晨的话让韩江雪认真地点了点头 苏晨说得很有道理 而涉及到苏晨的切身利益 韩江雪自然也不会马虎 韩江雪说道 既然这样 你就注册一个个人工作室吧 然后以工作室的名字去告繁星护鱼 因为以个体告公司 很多流程是不占优势的 甚至处理结果也是偏向于公司 但是公司告公司就不一样了 以你目前的情况 完全可以把繁星护鱼 对你的人身攻击 造谣 还有污蔑 变成商业罪 商业罪的量刑标准 可选比污蔑造谣众多了 韩江雪说着 接过了苏晨的鼠标 在电脑屏幕中搜索起了商业罪的量刑标准 商业罪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犯下的违法行为 如贪污受贿 侵占 挪用公款 偷税漏税等 比如污蔑致使苏晨工作室 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 肯定也是其中之一 而量刑标准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通常来说 商业罪的量刑标准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 犯罪手段和情节 如果犯罪手段及其恶劣 或者犯罪情节及其严重 那么判处的刑期就会更长 二 损失金额 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越大 量刑也就会越重 三 是否主动认罪 积极赔偿 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认罪并积极赔偿 那么对于减轻刑期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四 前科情况 如果犯罪嫌疑人之前已经有过犯罪记录 那么这次犯罪的刑期就会更严格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商业罪的量刑标准会因情况而异 最高可处死刑 最低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等苏晨大致看完了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这些信息 韩江雪这才对苏晨说道 工作室的流程我来帮你跑 大概两三天你的经营许可证就能办下来了 至于官司的话 我妈那有专业团队 到时候直接用就好了 第261章 韩江雪的话 让苏晨切实有一种被包养了的感觉 身为独立自主的22世纪的五好青年 苏晨下意识肯定是想拒绝的 但是韩江雪没等苏晨开口 直接堵死了苏晨的一切退路 以你现在的人气 赚的钱已经不是当初那种万把块钱了 你现在随便赚一笔 都是几十上百万的收入 只要是收入 就需要缴税 而个人缴税和公司缴税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成立工作室 可以合理避开很多税款 韩江雪说道 虽然韩江雪还没解释 但是他说的意思苏晨听懂了 这种事苏晨也不是第一次碰到 上辈子他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甚至因为缴税的问题 而成为劣迹艺人的人也不在少数 甚至在这些人里面 还有那些顶流艺人的存在 毕竟 只要个人收入达到一定个数额 需要缴的税款简直高得吓人 而公司缴税就远远小了很多 个人缴税和公司缴税的主要区别在于缴纳对象 缴纳方式和缴纳范围 个人缴税是指个人按照国家税法规定 根据自己的收入和财产状况 向国家缴纳税款的行为 个人所得税是最常见的个人缴税类型 其税率根据个人年度总收入和各类减除项目计算 同时还要考虑税前扣除项 税前减除项等因素 而公司缴税是指企业按照国家税法规定 根据企业所得 营业额、销售额等向国家缴纳税款的行为 常见的公司缴税包括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 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为25% 但对于少数小微企业可以享受更低税率 同时还可以根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各种费用进行计算 所以大多数亿人都会有自己的公司 收入都是走工对工的账户 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当然 这种方式是合理的 属于合理避税的一种方式 而那些逃税的人大多是在合同上动了手脚 就比如阴阳合同 阴阳合同是指一种假合同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交易内容或交易内容被虚构 却被制成合同形式 用于逃避税款或者获得非法收益的违法行为 这种行为通常涉及到虚构或隐瞒收入 虚高或虚构费用利用虚假的发票等手段进行逃税 例如 某公司想要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 就会采用阴阳合同的方式 它与另外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虚假合同 虚构出一些不存在的交易项目 或将本来就存在的交易额度人为的加大 以此达到减少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而另一家公司 则会向税务机关提交虚构的收入和费用 以此获取不应得的增值税退税和其他优惠政策 阴阳合同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不仅涉及到税收方面 也可能与经济犯罪相关 如果被发现后 相关责任人员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被追缴逃避缴税的款项和罚款 但是赚钱的项目基本都写在刑法上 只要利益足够大 就会有人铤而走险 就比如上辈子的范凉凉 苏晨现在想来 还是挺感慨的 短短的一会 韩江雪估计也想不到 苏晨竟然想了这么多的事 他继续说道 所以 你成立一个工作室的事迫在眉睫 第262章 这件事对你来说着急 对我来说也是 苏晨听了韩江雪的话 微微一愣 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着急啊 韩江雪说道 因为我妈急着让我接手她的公司 准备自己退休 去和她的那些闺蜜环球旅行去了 但是我别说大公司了 连小作坊都没开过 更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一个公司 现在你要开工作室 我正好去你那练练手 当你的经纪人 接触接触这些事 到时候也不会手忙脚乱的 苏晨文言 满脸惊讶地说道 你当我的经纪人 韩江雪眉头一挑 邪逆着苏晨说道 怎么 不行啊 我告诉你 想让我当经纪人的明星 可得从这里排到法国巴黎去了 你可别得了便宜 还卖怪 韩江雪哼哼道 其实韩江雪说的 还真不是什么假话 以她是封上传媒大股东的身份 只要有她在 乡省电视台的资源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这对艺人的诱惑力 不是一般的大 更别说韩江雪他妈 管理着大大小小的那么多家公司 连封上传媒都是她的 再加上韩江雪他爸的身份 嘖嘖 韩江雪想着 突然感觉 法国巴黎有点劲了 这怎么也得绕吃到两圈半 然后队尾甩在法国巴黎才对 所以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 咱们又何乱不为呢 韩江雪美滋滋地说道 苏晨找不到辩驳的理由 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反正对苏晨来说 谁来当她的经纪人都无所谓 就凭借自己的中华小曲库的硬件标准 经纪人只要会接电话就足够了 但是 韩江雪刚才说的可不止这些 她还得去接律师团 苏晨都还没表白呢 现在就问丈母娘借东西 这以后 苏晨在老韩家还抬得起头 可苏晨还没来得及开口 韩江雪就预判到了苏晨的想法 当即说道 所以成立了工作室以后 肯定有我的股份 那这个公司就是咱们的公司 我自然不会马虎对待 所以公司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维护我工作室旗下唯一的艺人 也就是你 为了保证我的艺人不受伤害 我去找我妈接个律师团 也很正常的了 韩江雪给出的理由虽然很绕 但是不得不说 苏晨没有辩驳的余地 最终 苏晨也只能随他去了 他开心就好了 韩江雪则是黑黑一笑 对着苏晨拍了拍自己的胸脱 打着包票说道 你放心 有我在 咱们工作室绝对在三天内成见 三天后 我将带领你吹响反攻的号角 区区繁星护鱼 绝对不是我们工作室的对手 咱们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没时间 感谢观看